幽往而不败 九三线行天道 不染诸天欲乐 给予禅定 故非小人所能 设小人而入天去 未有不被欲乐禅定所害者也 九四线二圣像 故匪其朋 不与二圣同取涅盘偏正 故名便兮 言有大臣智慧便才也 六五线菩萨像 应设受者而设受之 故觉福交如 应折福者而折福之 故微如极 性亦发至 是皆引善根众生 亦而无被 是折福恶机众生也 上九线如来行 故自天佑之极无不利 所谓依第一亦天 亦现为天人师也 二约禀教静修者 初九禀增上戒学 故不与烦恼相交 九二禀增上心学 故于禅中拒一切法而不败 九三禀增上会学 故能哼于天子 然此会学 作断凡圣情解 扫空荡有 每位恶取空者之所借口 所以毫里有差 天地玄格 小人福克用之 用则反畏大害 九四禀通教法 但是大臣出门 故匪其朋 虽与二圣同观无身 而不与二圣同正 故名便兮 六五禀别教法 养性忠道 故觉福交儒 别修怨了 故微如耳即 上九禀原教法 全性起修 全修再性 故自天佑之极无不利 更下昆上 千亨 君子有忠 约世道 则得平天成 不自满甲 约佛化 则法道大行之后 人等世众生 先亦问训 不清一切 约观心 则远满菩提 归无所得 凡此皆亨道也 君子以此而终如其始 可谓果彻因缘矣 断曰 千亨 天到夏季而光明 地到悲而上行 天到窥银而一千 地到变银而流千 鬼神害银而浮千 人到恶银而好千 千尊而光 卑而不可遇 君子之中也 如则闻王世名如商 遥顺其由并诸 佛则始种不可敬 我愿不可敬 众生度尽 方正菩提 地狱未空 不去灭度 所以是出世法 从来无有隐瞒之日 苟有隐瞒之心 则天窥之 得辨之 鬼神害之 仁恶之以 以此千得现行实戒 则是居佛位之尊故有光 纵是居地狱之悲 亦无人能于胜之也 无有清曰 千者 尊崇他人以居己上 而己亦光显 卑亦自己已居人下 而人亦不可逾悦之 此君子之所以有忠也 相曰 地中有山 千 君子以头多亦寡 称物平师 山过乎高 故多者头之 得过乎悲 故寡者亦之 取得其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心得也 苏眉山曰 千之所以为千者 三也 七千也以劳 故闻其封被其责者 莫不相从于千 六二其零也 上六其配也 故皆合之而名于千 而六二又以阴处内卦之中 随为九三 其又不谦呼 故曰明千真吉 明以言其合于三 真以见其出于姓也 九三 老千君子 有中吉 相曰 老千君子 万名福也 苏眉山曰 老 公也 更知智在三 而三清已更下坤 其千智已 老而不乏 有功而不得 是得千之权者也 故团曰君子有中 而三一云 六四 无不利 为千 相曰 无不利为千 不为则也 虽居九三劳千之上 而柔顺的正 故无不利而为为千 夫以千为千 此真不为其则者也 六五 不复以其零 利用清法 无不利 相曰 利用清法真不服也 苏眉山曰 知者 屈知较也 千者 交知返也 皆非得知智也 故两知不相容 两千不相识 九三以劳千 而上下皆千 以应之 内则明千 外则为千 其胜者则千千 相追于无穷 相亦不已 则所谓 谋多亦寡称物平师者 将使谁为之 若服六五则不然 以为千乎 则所聚者刚也 以为交乎 则所处者中也 为不可得而为之千 不可得而为之交 故五千莫不畏之时也 求其所以能使此五千者而无所有 故曰不负以其灵 至于轻乏而不害未千 故曰利用轻乏 莫不畏之用者 故曰无不利 偶义曰 真不服正是头多明千 上流 明千 利用行师 真一国 相曰 明千 智未得也 可用行师 真一国也 苏梅山曰 明千一也 六二自得于心 而上六智未得者 以其所居非安于千者也 特以其配之劳千而强应焉 冒千而实不至 是 则所服者寡义 故虽有一国 而又叛之 夫时虽不足 而明在于千 则判者不利 判者不利 则真者利矣 佛法是此六摇者 一约二一 一约佛果八相 二约内外四众 一约佛果八相者 出六即是现将神入胎 即出身相 九正无身 副世更生 故为悲以字母 六二级是现出家 九度生死 自言为生死故出家 世为明千 九三级是现将魔尘道 九超魔界 正大菩提 而为众生现此劳事 使观者心服 六四即是现三七思维 九以见机 而不为涉化以则 六五即是现转大法轮 本无实法 皆是善巧权限 故为不负 能令十方诸佛同位正名 故为以灵 破众生三祸 令归顺于信聚三德 故为利用轻乏 上六即是现灭度 以众生激进 应火云王 为智慧德 即以灭度而做佛事 令诸众生为种善根者得种 以种者熟 以熟者托 为真一国也 二约内外四种者 初六是沙米小众 故为悲以字幕 六二是守法比丘众 故为明千真吉 九三是弘法比丘 载刃玄纲 故为劳千君子 六四是外护人忠忧婆赛等 故恒千让一切出家大小沉重 而为为千 乃不为责 六五是护法欲戒诸天 故能催邪已显正 而真不服 上六四色无色天 虽亦护正催邪 而禅定中无田会相 不能做大折服法门 故智慧德 昆下正上 欲 立见侯行师 曰世道 则盛德之君 以千灵明 而上下虚悦 曰佛化 则道法流行 而仁天虚寝 曰观心 则正无相法 受无相之法乐也 世道继欲 不可妄于闻世五倍 故一见侯已宣德化 行师已被不渝 道法即行 不可施于殉道警侧 故一见侯已主道化 行师已防弊端 自证法喜 不可不行化道 故一见侯已设受众生 行师已折服众生也 又会行如剑侯 行行如行师 又身善如剑侯 灭恶如行师 初得法喜乐者 皆应未知 断曰 欲 刚应而至行 顺移动 欲 欲顺移动 故天地 故天地如之 而 旷见侯行师乎 天地已顺动 故日月不过 而四时不推 圣人已顺动 则行法轻而明福 欲之十亿大以灾 顺移动 虽欲之德 十所以明保欲之道也 夫六十四卦皆时而 十必有益 益则必大 何度欲未然灾 欲则易于待乎 故特言之 佛法侍者 唯顺移动 故动而横顺 所谓称性所起之修 全修还在性也 十亿起不大灾 相曰 雷出的份 欲 先妄以作乐重得 因见之上帝 以配祖考 佛法侍者 作乐 如今所谓范被永歌自然夫奏也 崇德 以修言性也 因见上帝 即明本源自信为上帝 祖考 为过去诸佛也 初六 名誉 凶 相曰 初六名誉 至穷凶也 夫圣即必衰 快 乐即必苦 欲不可以不慎也 故六摇多赦警策之词 一即 团中见侯行尸之指而 初六上和九四而未欲 自无实得 至在世人而已 能福穷穷乎 能福穷乎 六耳 戒于时 不忠日 珍疾 相曰 不忠日珍疾 以忠正也 苏眉山曰 以阴居阴 而处二阴之间 慧之吉 敬之至也 以慧观明 以敬观懂 则凡及凶或福之至 如常短黑白沉于无前 是以动静如此之果也 戒于时 果于静也 不忠日 果于动也 是故孔子以为之吉也 六三 虚欲 慧 持有慧 相曰 项曰 虚欲有慧 未不当也 六三 亦无实得 上世四以为欲 即该悔之可也 若迟 则又悔已 夫世人者岂能久灾 九四 犹豫 大有得 悟疑 彭何三 相曰 由欲大有得 至大行也 未欲之主 故名由欲 夫出欲三欲六 皆由我而未欲矣 二五各守其真 甚物宜之 不宜 则无彭亦故解也 六五 真吉 恒不死 相曰 六五真吉 成刚也 恒不死 忠未亡也 二五皆得忠 故皆不逆于欲而未真也 但二远于四 又得其震 故动静不失其疑 五胜九四之刚 又不得震 安得不成吉乎 然由悦于忠丧其手而外求欲者也 上柳 名誉 臣有伦 五九 相曰 名誉在上 何可常也 欲至于名 时当习已 事至于臣 必应便已 因其便而通之 因其名而习之 数可以免救而 佛法士者 九四位代佛阳化之人 于皆法门弟子也 初六不忠不正 是大人伏弊 而妄修正之功 故凶 六二柔顺忠正 能于戒耳心中 彻悟是造理俱两重三千 其理决定不可辨异 顿悟顿观 不似终日之久 此善于修心 得其真正法门者也 故疾 六三义不忠正 但已尽于严施 故虽虚欲 而烧之改慧 但无决断勇猛之心 故借以慧持则必有慧 九四位卦之主 定慧和平 自立立他 法皆成久 故彭坚信而至大行 六五柔直不正 反居明师良友之上 可谓病入高芒 故名珍疾 但已居中 则一点信心犹在 善根不断 故恒不死 上六柔而得阵 处欲之中 未免省空取阵 但本有愿力 亦不必进入于涅槃 终能回小巷大 而有余无久 死水不藏龙 故曰何可长也 若曰未向忍者 初六是破戒僧 六二是菩萨圣僧 六三是凡夫僧 九四是少祖为人 六五是生年上座 上六是法性上座也 正下对上 随 缘亨 立真 五九 曰世道 则上下相悦 必相随顺 曰佛化 则仁天须悦 受化者多 曰观心 则既得法喜 便能随顺诸法实相 对未柔 今正反居对下 故明刚来下柔也 内动外跃 与时邪行 故为天下随时 犹如者所谓实习时中 异佛法中所谓实劫若道 其理自章 即感相合 名为一时 故随时之意称大 相曰 则中有雷 随 君子已相会入宴席 观心侍者 既何本源自信 上同往古诸佛 则必名呼三得密藏而入大涅盘也 出旧 官有余 征集 出门交友宫 相曰 官有余 从政集也 出门交友宫 不失也 官者 物之正主 九五为六二正主 则六二乃官物也 而阴柔不能远达 乃便其解以随出 出以守正 不受其随则即 盖交六二于门内 则得二而失五 不如交九五于门外 虽失二而有公 君子以为不失也 六二 戏小子 失丈夫 相曰 戏小子 伏兼羽也 戏出必失五 安有两权者哉 所以为二戒也 六三 戏丈夫 十小子 随又求得 力居真 相曰 戏丈夫 智舍下也 四位丈夫 初位小子 三敬于四 而远于初 然皆非正应也 但从上则顺 戏静则故 故周公借以居真 而孔子暂其至 九四 随又或 真凶 有福再道 以明何久 相曰 随又或 其义凶也 有福再道 明公也 六二欲网随九五 必立四而后至 四 四顾可以或之 或则得罪于五而凶矣 唯生性随之正道 则心机可明而无久 亦且痛出九之有功也 九五 浮于家 即 相曰 浮于家即 为正中也 六二英柔中正 五之家偶也 净于初而立于四 即甚可以 九五阳刚中正 身性而不宜之 得二之心 易得初于四之心而即矣 上六 居细之 乃从未知 王用亨于西山 相曰 居细之 上穷也 婴柔的正 居随之即 专性九五 而顾结不解者也 顾可亨于神明 然穷极而不足以有位矣 佛法侍者 三阳皆为物所随 顾明随姬之意 三阴皆随顺呼阳 顾明随师之道 初九刚正居下 十四不欲力身者 顾必有余乃及 出门乃未有功 九四刚而不正 又居上位 虽因弘法之任 有四家带名利之心 顾有祸而真凶 为虚笃性出世正道 则心事终可明白 九五刚见中正 自立立他 顾服于家而即 六二柔顺中正 而无惠力 未免弃大取笑 六三不中不正而有惠力 则能弃小从大 然虽云弃小从大 其可藐视小简而不居贞灾 上六阴柔的阵 亦无惠力 专修禅 以至于 乃必穷之道也 唯以此笃性之力 回向西方 则万修万人去而 训下更上 鼓 缘亨 力设大川 先甲三日 后甲三日 鼓着 契酒不用而重生 仁酒燕逆而极生 天下酒安无畏而必生之畏也 曰世道 则君臣月随 而无为必欲服之风 故臣必 曰佛法 则天人虚悦举世随化 必有邪因出家者 贪图力养 混入滋灵 故臣必 曰观星就禁随者 则是现并行而未故 曰观星出的小随顺者 即未断惑 或其顺道法碍 或于禅中发起素席而未故 然至即未乱皆 乱亦可以致致 故有缘亨之礼 但非发大勇猛如设大川 绝不足以旧避而起衰也 故须先甲三日以自心 后甲三日以叮咛 方可挽回击壁 而中宝其善徒而 断曰 古 刚上而柔下 遜而止 古 古缘亨 而天下至也 立设大川 往有誓也 先甲三日 后甲三日 中则有始天行也 更刚在上 止于上而无下记之光 遜柔在下 安于下而无上行之德 上下互相偷安 唯以目前无事未快 曾不知远幽之见酿也 唯之此击毙之见 则能设拯救之方 而天下可至 然其当袖手无畏而听其至哉 必须往有誓如舍大川 又必体天行之有中有始然后可而 释法佛法 垂画观心 无不皆然 相曰 山下有风 古 君子以正名玉德 正名如风 玉德如山 非玉德不足以正名 非正名不足以玉德 上求下化 卑至双运之位也 初六 干父之谷 有子 考无就立 中吉 相曰 干父之谷 一成考也 古非一日之谷 必立誓而后见 故朱瑶皆以父子言之 初六居谷之始 坏由未深 如有贤子 则考可免就也 然必替力乃的中吉 而干谷之道 但可以亦成考 不可成考之事 久而 干母之谷 不可真 相曰 干母之谷 的中道也 苏梅山曰 因姓安无事而恶有未 故母之谷干之由难 正知则伤爱不正则伤矣 非九二不能任也 二以阳居因 有刚之时 而无刚之姬 可以免矣 九三 干父之谷 小友会 无大就 相曰 干父之谷 中无就也 苏梅山曰 九三之得与二无异 特不之所以用之 二用之以阴 而三用之以阳 故小友会而无大就 六四 欲父之谷 网见令 相曰 欲父之谷 网未得也 因柔 因柔无得 故能义父之谷 欲 亦也 六五 干父之谷 用欲 相曰 干父用欲 成以德也 柔中得位 善于干谷 此以忠心之德而成先序者也 上九 不适王侯 高尚其事 相曰 不适王侯 智可则也 下五窑皆在室内 如同事有斗 故以父子明之 上窑独在室外 如相邻有斗 故以王侯言之 上至即是事之时事 可则即是连晚其诺高节 即所以挽回私事之谷者也 统论六窑 曰 世道 则初如贤事 二如闻臣 三如贤疆 四如遍壁境臣 五如贤王 六如以其之类 曰佛化 则下三遥如外户 上三遥如内户 出六柔居下位 劫谈师之利以 承顺三宝者也 九二纲中 以此心法门平和正法者也 九三过纲 兼微折之用 护持佛教者也 六四柔正 但能自首 不能殉倒于人 六五柔中 善能化倒一切 上九心偷驼远离行 四无异于化人 然佛法全赖此人以作榜样 故智可则也 曰观心 则初六本事定圣 为父之谷 但居扬为 责任有惠子 而五九 然必经历一番 方时惠与定等而终极 九二本事惠圣 为母之谷 但居因为 责任有定 然所以取定者 未欲助惠而已 其可终守此定栽 九三过纲不忠 惠返成故 故小有惠 然出世就必之要 终极惠力 故无大救 六四过于柔弱 不能发慧 以此而往 未免随未缠身上慢 所以可修 六五柔而得忠 定有其会 必能见到 上九会有其定 顿入无功用道 故为不示王侯而高尚其事之相 所谓佛祖为忠留不住者 故智可则 对下昆尚 灵 圆亨 力真 至于八月有凶 约世道 则干股之后 可以灵明 约佛法 则必端计格 化道复行 约观心 则去其禅病 净断诸祸 故圆亨也 释法 佛法 观心之法 始终虚立于真 若成事而不知返 直至八月 则盛极必衰 绝又凶矣 八月未顿 与灵相反 未不宜任其至于相反 而不早未防险也 断约 灵 刚静而长 说而顺 刚中而应 大亨已震 天之道也 至于八月有凶 消不久也 刚静而长 故名为灵 说而顺 刚中而应 故为大亨 以正与甘之缘亨利真同道 此乃信德之本然也 若一任其至于八月 而不早未防险 则必有凶 以有常有消 乃自然之事 唯以修和信者 乃能遇天道 而不被天道所消掌而 项曰 则上有地 灵 君子以教司无穷 荣宝名无疆 则 为四大海也 得以载物 海以载地 此无穷之荣宝也 佛法侍者 教司无穷有如则 故为三界大师 荣宝无疆有如地 故为四身慈父 出旧 贤灵 征集 项曰 贤灵征集 智行正也 曰世道 则干古贵刚勇 灵明贵人柔 曰佛法 则处必夷威辙 华岛以慈舍 曰观星 则去恶夷夷夷备 惠夷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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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夷 则夷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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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灵 为不荡也 既幽知 旧不长也 柔而至刚 为者取尽 以灵为甘 而不知其魔所利也 然既有柔德 又有慧性 必能反观幽改 则无就已 六四 至灵 无就 向曰 至灵无就 为当也 佛法侍者 以镇定而应出九之正会 故为至灵 六五 之灵 大君之仪 即 向曰 大君之仪 行中之位也 佛法侍者 有慧之定 而应九二有定之慧 此所谓 王三昧也 中道统一切法 名为大君之仪 上六 敦灵即 五九 向曰 敦灵之即 智在内也 柔顺的阵 居灵之中 如圣灵在天 莫幼子孙 成名者 以 佛法侍者 妙定 即身 自发 真会 乐之心外 无法 不于心外 别求 一法 故为 智在内 而智 无就 昆夏 殉上 观 观而 不见 有福 于 若 约 世道 则已得灵明 为名之所瞻仰 约佛法 则正化立物 举世之所归平 约观心 则尽修断祸 必假妙观也 但始无知精神一致 常如观而不见之时 则是法佛法 自立立他 皆有福而于然可遵养以 断曰 大观在上 顺而训 忠正已观天下 观 观而不见 有福于若 下观而化也 观天之神道而四十不推 圣人以神道设教 而天下福以 阳刚在上 是天下以忠正之德 顺而不逆 顺而不武 固如济之灌手未见物时 浮沉积于中 而行于外 不言而人自欲之也 圣而不可知之之为神 天和炎灾 四十行焉 不可测之 顾名神道 圣人设为刚常礼乐之教 明皆由之 而莫知其所以然 独非神道呼哉 神者 尘也 尘者 福也 福者 人之心也 人心本顺本训本中本正 以心应心 所以不假见物而自福以 佛法是 大观者 绝呆妙观也 再上者 高超九戒也 顺者 不与信相违也 顺者 便于九戒一切诸法也 忠者 不多生死涅槃二边也 正者 双兆二帝 五简缺也 以观天下者 十戒所朝宗也 是法则成名位下 佛法则九戒位下 观心则一切诸道法门等位下 天知神道即是信德 信德具有常乐我尽似德而不推 以神道设教 即为称信原教 故时界同归福也 项曰 风行地上 观 先望以神方观明设教 佛法侍者 古佛神四土之方 观时界之名 设八教之网以罗之 如风行地上 无不周遍也 初六 同观 小人无九 君子令 相曰 初六同观 小人道也 阴柔居下 不能远观 故如同佑之无知也 小人如同佑 小人如同佑 则不畏顾 君子如同佑 择无以治国平天下矣 六二 亏官 立女真 项曰 亏官女真 亦可丑也 柔顺中正已应久武 女之正未忽内 从内而观者也 事则丑矣 六三 官我身进退 项曰 官我身进退 未失道也 静以行道 退以修道 能观我身 则进退嫌不失道 六四 官国之光 利用兵于王 项曰 官国之光 上兵也 柔而得正 密尔圣君 无填兵师之任矣 九五 官我身 君子无久 项曰 官我身 官明也 修计已尽 万方有罪 罪在正宫 此君子之道也 上九 官其身 君子无久 项曰 官其身 智位平也 处师保之位 天下谁不观之 非君子 非君子能无 就乎 既为天下人 所观 则其为 关于天下之心 义字 不能烧谢 故 智位平 约佛法 是六 遥者 出世外道 为同观 有邪 会 故 二是凡夫 为窥 官 单位 禅 故 三是 兵于王 五是 原教之机 故 官我即是 官明 所谓 心佛众身 三无差别 上是 别 教之机 以中 道出 二 地外 真如 高居 果头 不达 平等 法性 故 智位平 又 约 观 心 是 六 遥者 出世 礼 即 如同 魔所 知 二是 名字 即 如女 无实惠 三是 观 行 即 但观 自新 四是 相 似 即 灵于 真位 五是 分 正 即 自立 立他 六是 就 禁 即 不去 涅槃 辩 观 法 戒 众身 视线 并行 即 因而行 周一 禅解 卷 第三 周一 禅解 卷 第四 北天 目道人 偶一 秩序者 上经之四 正下 离上 誓科 哼 利用欲 曰 誓道 则大观 在上 万国朝宗 有不顺者 誓而科之 顺法 有苗 与路防风 之类 誓也 曰 佛法 则 森伦 光显 之时 有 犯 戒 者 至之 曰 观 心 则 妙 观 现 前 随其所发 烦恼 液并磨 缠 曼 箭 等 静 即以妙 观 至之 皆所谓 哼而利用 欲也 断 曰 宜中 有物 曰 世科 世科 而哼 刚 柔 分 动 而鸣 雷电 何而章 柔 德 忠 而上行 虽不当位 利用 欲也 王道 以正法 养天下 佛法 以正教 养 僧 家 观 心 以妙 会 养 法 生 皆 疑之 相 也 完 明 梗 化 而须 智 比丘 破戒 而须 智 止 观 净 发 而须 观 皆 有物 之 相 也 刚柔 分 则定会平等 动而鸣 则振作而制造不昏 雷电和而章 则说莫护姿 雷如说法 电如入定放光也 二五皆柔 顾柔得中 即中道 妙定 也 上行者 正有 奋发 之相 离 有 立 天 之相 虽不 荡位者 六五 以 英 居 阳 如 未入 菩萨 正 位 之相 然 观 行 中 定 会 的 所 故 于 所 发 之 敬 善用 不思 一观 以 智 之 也 向曰 雷电是科 先妄以明法斥法 明法即所以斥法 如破镜即所以显得也 出九 聚效灭至 无九 向曰 聚效灭至 不行也 夫是科者 不论是法佛法 自是是他 皆须置之于早 不可酿至于身 又须得刚克柔克之夷 不可重轻失准 经出久在挂之下 其过未深 以阳居阳 又得其震 故但如聚效灭至 即能成恶不行而无九也 灭至 未孝眼其至 六二 是夫灭鼻 无九 向曰 是夫灭鼻 成刚也 阴柔中正 其过亦改 故如是夫 下沉出九之刚 故如灭鼻 灭鼻 未敷衍其鼻 六三 是腊肉 预毒 小令 无九 向曰 预毒 未不当也 在下之上 过见身矣 矣因居阳 又有协会 如毒 令可知也 然当是科之时 绝不置于户中 故得无九 九四 是前子 的经史 立坚真 即 向曰 立坚真即 未光也 田猎射寿 使风入骨而未拔出 今世甘子时 方乃得知 亦可未已 此欲积过已久也 然刚而不过 必能自克 故立于坚真则即 六五 是前肉 得黄金 真力 无九 向曰 真力无九 得当也 柔虽如肉 而过尘已久 如肉已浅已 赖有中德可贵 如得黄金 首次中德之真 精精涕力 数可负于无过而 上九 何笑灭而 凶 向曰 何笑灭而 聪不明也 过厄济淫 不可负酒 如何后加 掩灭其耳 盖尤聪听不明 不知悔过千善已至此也 观心侍者 初九境界一发 即以正会致之 如灭止而令其不行 六二净发未深 即以镇定致之 所事虽不坚硬 未免打失巴鼻 六三净发见圣 定会又不纯正 未免未尽扰乱 但不至于堕落 九四净发夹杂善恶 定会亦不纯正 纵得小小法力 未正申法 六五净发善境 所得法力亦大 然由未入正位 人须真力乃得无久 上九净发极深 四有定会 实则不忠不振 返去携事而作圣解 永度无闻之祸也 离下更上 奔 哼 小力有忧望 约世道 则所事迹科之后 眼无修文 约佛法 则智法二僧之后 增设规约 约观心 则进发观尘之后 定会庄严 凡此皆亨道也 然是法佛法 当此之时 皆不必大有作为 但须小加整斥而已 断约 奔 亨 柔来而闻刚 顾亨 分刚上而闻柔 顾小力有忧望 天文也 文明已知 人文也 关乎天文已查十遍 关乎人文已化成天下 奔则必亨 以其下挂本钱 而六二以柔来闻之 则是指有其闻 亦是会有其定 顾亨也 上挂本坤 而上九分刚已闻之 则是闻有其直 亦是定有其会 顾小力有忧望也 闻直互资 定会相继 信德固然 非属强设 名为天文 体其有定之会 记而常照 为文明 体其有会之定 照而常记 为止 事为已修和信 名为人文 信德则聚造实戒 故观之可查实变 修德则实戒 全归以兴 故观之可化成天下 项曰 山下有获 奔 君子以名树正 无感折欲 奔非折欲之实也 树正苟明 则可以是名无诵以 佛法侍者 山下有获 外子内明 故于三千信相之树正 依依明之 勒之一切法正一切法邪 终不妄于其中判断 一事亦非 而申取舍情见 如无感折欲也 出旧 奔其指 舍车而图 相约 舍车而图 一幅尘也 挂虽以刚柔相闻 得名为奔 而实非有事与缴事也 故六瑶皆取本色自奔 而终极于约奔 正由失所谓 素以为炫 盖天下之真色 顾莫有胜于白者 经出九报得隐居 晚时已荡肉 安部已当车 乃亦亦自奔者也 六二 奔其须 相约 奔其须 遇上心也 柔顺中正 须心以取义乎上下之嫌 乃亦师有自奔者也 九三 奔如如如 永真集 相约 永真之集 终末之灵也 刚正而居民体之上 足以润及于六二六四 而始之同位圣贤 乃亦师到自奔者也 六四 奔如婆如 白马汉如 匪寇昏狗 相约 六四 当位已也 匪寇昏狗 终无有也 柔而得正 知白奔知可贵 顾求贤无厌倦心 尽则轻乎九三 辅则应乎出九 养则宗乎上九 无亦非我名师良有 集六二六五 亦皆我同得相辅之棚 见贤思齐 见不贤而自省 安有寇哉 盖由居上挂之下 则是上而门下 不敢自信自专 乃亦虚心自奔者也 六五 奔于秋原 树伯尖尖 令 终极 相约 六五之极 游喜也 柔中而有阳刚之志 能知道德之乐 而不以事为自焦 是天位之尊与秋原等 如大羽之非饮食 二一福 卑公事 为数伯尖尖令习之相 实则无无见然而终极 盖以圣德自奔者也 上九 百奔 五九 相约 百奔五九 上德志也 以刚居更止之极 又在挂中 而居因为 则非过刚 年密高 得弥少 纯净无私 如武功之圣 德志善以自奔者也 佛法侍者 初九以施自奔 六二以戒自奔 九三以忍自奔 六四以静自奔 六五以定自奔 上九以惠自奔 又初九位礼奔 不以信德烂修得顾 六二为明自奔 从此发心向上顾 九三为观行奔 不可赞忘顾 六四为相似奔 不住法爱顾 六五为分正奔 于三地不漏尸骨 上九位就近奔 赋于本性 无欠侠骨 昆下更上 包 不利有忧往 团约 包 包也 柔辩刚也 不利有忧往 小人长也 顺而指之 官向也君子上 消息隐虚 天行也 约世道 则眼五修文之后 人情迟乐 国家元气必从此包 约佛法 则归约繁心之后 真修必从此包 约观心有二意 一约的鞭 则定慧庄严之后 皮肤脱尽 真实独存 明知为包 一约诗鞭 则世间相似定慧 能发世间变才文采 而于真修之要反受包 以 约的别是意图 精且约诗而论 则世出世法 亚皆不利有幽往 所谓不利有幽往者 非为座听其包 正是挽回之妙用也 往必受包 不枉 则顺而指之 所以挽回其消息 盈虚之术 而何于天行也 相约 山腹于地 包 上以后下安宅 山腹于地 所谓的呼丘鸣 而为天子也 百姓族均属与部族 故后下乃可安宅 此旧包之妙策也 观心侍者 向上侍 须从脚跟下汇取 正是此意 六摇曰是道 则朝也无非阴柔小人 唯一君子高居城外 约佛化 则在家出家 皆以名利相迷 唯一圣贤远在兰若 约观心 则修善断尽 唯一信善从来不断 初六 包床以族 灭真凶 相约 包床以族 以灭下也 床者所以欺身 包床则身魔所欺已 出在罪下 故如包族 于是法为恶明 于佛法为恶加兰明 于观心为包损戒族也 别约的者 是包去四恶去因 然设无四恶去 则大悲魔所愿尽 故戒以灭真凶 六二 包床以便 灭真凶 相约 包床以便 未有余也 于是法为恶成 于佛法为恶弹月 于观心为包损禅定 无定 则散乱不能便利 故未有余 别约的者 是包去人天散善 然设无人天散善 则无以设化众生 故意借以灭真凶 六三 包之无久 相约 包之无久 师上下也 于是法 为混击小人之君子 于佛法 为有正见之外护 于观心 为包损智慧 包慧则不着余慧 顾能应败至公 坐断两头而施上下 又别约的者 是包去色无色 借位禅暗定 顾得无久 六四 包床以夫 胸 胸 相约 包床以夫 窃禁灾业 下挂如床 上挂如身 经包及身夫 不可就已 于是法为二宰夫 于佛法为二比丘 于观心为包无一切因果 别约的者 是包去二胜入真法门 然设无真谛 则无以出生死而不染世间过患 故界以切尽于灾 所谓好理有差 天地玄格也 六五 惯于 以工人宠 无不利 项曰 以工人宠 终无有也 于是法 为柔君已在君位 又居扬而得忠 能师世上九高贤 挽回天下之乱 如文王之师履上 于佛法 为福德比丘做丛灵主 率众僧以师世圣贤 于观心 为及修恶以达信恶 信恶融通 认运设得佛的信善功德 故无不利 又别约得者 从空入甲 包二边以规中道 故须达中道统一切法 如冠于以工人宠 使法法皆沉默喝眼道 则无不利 上九 硕果不实 君子的鱼 君子的鱼 小人包炉 像曰 君子的鱼 名所宰也 小人包炉 终不可用也 于是法为世外高贤 如履上姬子之类 于佛法为出世高流 人间福田 于观心为信善终不可包 故如硕果不实 君子勿之已成道 小人是之而生烂胜之慢者也 别约得者 亦只信得从来不变不坏 能勿信得 则当下满足一切佛法 顾君子的鱼 执信费修 则堕落恶去 顾小人包炉 正下昆尚 腹 亨 出入无疾 蓬来无久 反复祈祷 七日来复 力有忧望 约世道 则摔包之后 必有民主忠心而为父 约佛化 则伦替之后 必有圣贤应献 重振作之而为父 约观心又恶意 一者乘上挂约诗言之 包而必父 如平淡之气 好物与人相近 又如吊达的无根性也 二者乘上挂约的言之 包是荡一切情直 父是立一切法体也 若依第三观 则从甲入空明包 从空入甲明父 若依心三观 则以修稳性明包 称性垂化明父 父则必亨 阳刚之德为主 故出入可以无极 以善化恶 故彭来可以无久 一父便当始至永父 故反复祈祷 至于七日之久 则有时有终 可以自立立他而有幽往也 断约 副亨 刚返 动而已顺行 事已出入无极 彭来无久 反复祈祷 七日来复 天行也 力有幽望 刚长也 负其见天的知心呼 观心侍者 佛性名为天地之心 虽产题中不能断 但被恶所付而不能自见而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以念菩提心 能动无边生死大海 父之所以的亨者 以刚得称性而发 遂有逆反生死之事故也 此菩提心一动 则是顺修 依此行去 则出入皆无极 彭来皆无就已 然必反复祈祷七日来 父者 体天行之见而为自强不习之功当如是也 冲此依念菩提之心 则便利有幽往 以刚虽至为 而增长之事已自不可欲也 故从此可以见无本具之佛性已 又出位从空出甲 入位从甲入空 即顺中到法性 则不住生死 不住涅槃 而能游戏于生死涅槃 故无即也 彭为九戒性相 开九戒之性相 贤臣佛戒性相 故无就也 相曰 雷在地中 父 先妄已至日闭关 商吕不行 后不审方 阳词胡曰 顺语时有一月朔寻寿 但于冬至日则不行而 观心侍者 父虽有刚常之事 而利有幽往 一二七八八一 二七八九 然必竟已养其机 故观心及佛之先妄 即大物藏性之至日 必观必六根 拖年内福 暂止六度万行商旅之事 但观现前一念之心 而未可便利应介入 等诸境以审观也 初咎 不愿父 无指挥 缘吉 相曰 不愿之父 以修身也 此如言子 曰佛法者 正会寥寥 顿见佛性 顿具诸行 所以缘吉 如缘教出诸 又约六度 吉事般若正道 六二 修复 吉 相曰 修复之吉 以下人也 此如曾子 曰佛法者 正定得终 林真净盛 如缘教实性 又约六度 吉事正定与会相连 六三 平复 立 无久 相曰 平复之力 亦无就也 此如子路 曰佛法者 有定有会 而不忠正 故须先空赐甲后中 名为平 父勤劳修正 而得无就 又约六度 吉事精进情策相续 六四 中行都父 相曰 中行都父 以从道也 此如瞿薄欲 曰佛法者 正定而语出印 如通教立根接入于缘 又约六度 吉事人如 由于初印 则申法二人 便成第一义人 六五 敦赴 吴辉 相曰 敦赴吴辉 终以自考也 此如周宣 汉文 宋人 曰佛法者 定会调云 一切得忠 但与阳太远 故必断获正真之后 四开显而会入原位 如藏通二圣 又约六度 吉事池解 虽远于初 但自考三叶无师 自然合理而得无悔 上六 弥腹 凶 有灾审 用行师 忠又大败 以其国君凶 至于十年不克征 相曰 弥腹之凶 反君道也 此如王安时方孝如等 身经反顾 名为弥腹 非昏迷不负之位 曰佛法者 不忠不正 世事兼小定小会 以为己责 应付沉迷 故不为凶 且有灾审 若以此设化教人 必大败法门 损如来之正法 至于十年而服克真 以其似佛法而实非佛法 反于原顿大臣之君道 如今是高潭源 顿向上者事也 又约六度 即是不失 而远于智慧 这相 这果报 其慢 其爱 亦能其见 故虽是善因 反昭恶果 良由不达佛法之君道 故而 正下前上 无妄 缘亨利真 其废正有神 不利有忧妄 约世道 则忠心之志 何于天道而无妄 约佛法 则忠心之化 同于正法而无妄 约观心 则负其本性 真穷或敬而无妄 皆缘亨而利于正者也 然是出世法 自立立他 皆虚身自省察 不可加一面之邪 不可有一言一行之神 躺内匪正而外有神 则绝不可行以 圣人持闷之介如此 断约 无妄 刚自外来 而为主于内 动而见 刚中而应 大亨已正 天之命也 其废正有神 不利有忧妄 无妄之妄 何之已 天命不佑 行已哉 正之初遥 全懒干得未体 顾约自外来 为主于内 也 信德虽人人本具 然在迷情 反畏分外 经从信起修 了知信德 是我顾有 顾名为主于内 夫记称信起修 必须事事随顺法性 躺三叶未纯 纵有妙物 不可自立立他 既不合于信德 则十方诸佛不互念之 安能有所行哉 项约 天下雷行 物与无妄 先妄以貌对时 欲万物 佛法侍者 狮子奋训 三世异物 明貌对时 翻翻种首托 使三草二目任运增长而归一时 名誉万物 出旧 无妄妄疾 项约 无妄之妄 得至也 断云无妄之妄 何之已 乃至匪正有神 出于无妄而妄于妄也 此云无妄妄疾 乃依此真诚无妄而妄应一切事也 所以得至而及 六二 不跟或 不资奢 则利有幽望 项约 不跟或 未妇也 天一岁约资 三岁约奢 是未有不跟而或 不资而奢者 夫不跟不资 此觉无妄于或奢者也 然能或能奢 此何以智之乎 孔子云 隐居以求其智 行义以达其道 又云 根也哪在其中矣 学也录在其中矣 六二以阴柔中正 上映九五阳刚中正之君 唯以求智达到卫星 而毫不以富贵利路未念 乃利有幽望而不辨其赛尔 六三 无妄之灾 或系之牛 行人之德 义人之灾 项约 行人的牛 义人灾也 不忠不振 居振之上 此之无妄之礼而成灾者也 夫行人的牛 何乃之礼而求偿于一人 岂非或极无辜者乎 无有清曰 无妄之善有三 刚也 当位也 无应也 刚者 实也 当位者 正也 无应者 无私类也 诸遥或有其三 或有其二 或有其一 初九三皆全 其最善也 九五九四有其二 九五刚而中正 九四刚而无应 是其次也 六二上九有其一 六二中正 上九刚十 是又其次也 唯六三于三者 嫌无焉 而义的未无妄 何也 下彼中正之六二 上彼刚十 无私之九四 譬如有人 再己虽无一善 而上有严师 下有良有 清静切磨 加持勋染 义不至于为恶 上六三之所以 义的未无妄也 陈明昭曰 是故有忠臣孝子 欲不得已知时事 竟貌不忠不孝之名 而万古不能自白者 因灾而习其欲 自成白之妄心 是未无妄之灾 如细牛于意 而行人得之 彼行人绝不可查考 而义人绝无以自白 唯有吞声忍气 赔偿其牛而已 忠臣孝子之盟愿者 亦父如是 九四 可真 无久 相曰 可真无久 故有之也 以阳居因 不好刚已自认 盖其德性然也 九五 无妄之急 物要有喜 相曰 无妄之要 不可视也 刚见忠正 此无妄之智者也 夫力生于无过之地者 未免责人太过 所谓只要反乘并已 故物要而有喜 盖以己律人 则天下俗能从之 尚九 无妄 行有神 无忧力 相曰 无妄之行 穷之灾也 以阳居因 虽非过刚 而居无妄之急 则是守长而不知便通者也 既无善权方便 其何以行之灾 佛法侍者 六摇皆悟无妄之理而未修正者也 出九正会直径 故现身刻果而得志 六二正定制习 故须于禅法不取不正 则可以借路还家 六三不忠不正 虽有小小定会能开示人 令其得道的果 如行人的牛 而自己反成简损 九至凡地 如一人之灾 九四会而有定 自立有余 乃是达其姓据定会 非是修而后有 九五刚建中正 自立以缘 为众生故 视线并行 其更需对治之要 即出心修观一副如是 一切境界无非信德 体障即德 无可对治也 上九不忠不正 是信德而不是修德 功行多审 合力之有 盖由一味高坛向上 以至于穷 故臣灾也 甘下更上 大处 力真 不加十吉 力设大川 处 蓄姬也 蓄姬其无妄之道 以养育天下者也 约世道 则忠心之主 赋予无妄之道 而后续国家元气 约佛化 则四一大事 负其正法之统 而身养法门龙相 约观心 则从迷的物 赋予无妄之性 而广基菩提滋良 皆所谓大处也 事出事法 红化尽修 皆必以正为力 以物我同养胃功 以力尽炼心胃药 故不加十吉 而力设大川也 团约 大处 刚见赌石灰光 日心奇德 刚上而上贤 能止见 大阵也 不加十吉 养贤也 力设大川 应乎天也 甘之刚见 更之赌石 皆有灰光之一焉 以此日心奇德 则蓄姬身后广大 故名大处 然所谓力真不加十吉 力设大川者 非是性外别力修德 乃称性所起之修 全修在性者也 事观甘德之刚 上行居挂之中 而六五能尊上之 且挂体外指内见 岂非本性大正之道乎 六五以柔中之德 上则养贤师 以封天下 下则养贤师 以楚国用 岂非不加十吉 之正道乎 且以柔中之德 应久二天德之刚 刚柔相继 何远不通 岂非力设大川之正道乎 相曰 天在山中 大处 君子以多时前沿 往行以处其德 一山之中 具有天之全体 以念心中 具设十世古经 揽五十八教 之前沿 该六度万德之往行 以成我自心之德 以此自处 即以此处天下以 无有清约 十 未济之于心 得待于前沿往行 由天之待于山也 以外之所闻所见 而涵养其中 至大之德 由山在外 而藏处至大之天 于中也 前沿往行 向山中宝藏之多 得向天之大 出旧 有利 利己 向曰 有利利己 不犯灾业 六窑皆具 刚见赌时 灰光之意 而自心心明者 也出九阳刚在下 正以隐居求智 故有替利之功 而先利自己 己利继承 任运可以利人 若己功下事未办 而先欲度人 则犯灾与 九二 于说父 向曰 于说父 中无有也 刚而得中 专修定会 四无异于得实行道者 然自利正事利他之本 故中无有 九三 两马竹 利坚贞 约贤于味 利有幽望 向曰 利有幽望 尚何至也 刚而得正 居前之上 不患不能度身也 患其欲速喜尽 失于防贤而 顾必利于坚贞 贤其于味 乃利幽望 亦以上有六四之良有 六五之贤君 上九之明师 与之何至 必能互相警力 顾可往也 六四 童牛之故 元吉 项曰 六四元吉 游喜也 柔而得正 下则印出九刚正之良有 清九三刚正之未有 上则进六五柔中之圣君 过端未行 而前销莫化 如同牛未剿 先师已故 更无抵触之患 以此自养 以此为天下事 大善而及 悦而且乐者已 六五 分始之崖 吉 项曰 六五之吉 有庆也 焚 戒也 戒则不报 而牙人间立也 柔得中卫 尊上贤而印下钱 信德既无偏颇 所养又富周族 自立成就 可以均灵天下 举天下之善恶重数 无步入无桃也 固如焚始之牙 上酒 上酒 和天之渠 亨 相曰 和天之渠 到大行也 以刚柔相继之德 当圣君师保之刃 隐居所求之至 至此大行无庸 盖不斥行于天渠也 正下更上 以 真吉 观仪 自求口实 约世道 则处得以养天下 约佛化 则处得以立群身 约观心 则菩提滋良济机 而常养圣胎也 自立立他 皆正则疾 皆须是从来圣贤之所为 仪者何如 皆须自视其所以为 口实者何如 团约 以 真吉 养正则疾也 观仪 观其所养也 自求口实 观其自养也 天地养万物 圣人养先以及万民 以知识大以灾 养正则疾 明养而非正 正而不养 皆非即道也 不观圣贤之所养 则无以取法思其 不观自养之口实 则无以匹修匹美 且如天地全体太极之德以自养 即能谱养万物 圣人养先辅成己得 即可以即万民 谁为养正之外别有利人之方 故正自养时 集权具为欲功能而称大也 项曰 山下有雷 以 君子以圣言语节饮食 言语饮食 皆动之相也 圣之节之 不失其职也 故知养正莫善于之职 出旧 舍尔灵归 观我朵夷 凶 相曰 观我朵夷 亦不足贵也 阳刚为自养养他之巨 知止为自养养他之真 出旧阳刚足以自养 如灵归福气 可不求食 而居动体 上映六四 观彼口食 反为朵夷 施其贵而胸矣 此如造尽之君子 于佛法中 则如肝慧外凡 不宜利物 六二 颠仪 福经 于邱仪 真凶 相曰 六二真凶 行尸类也 以上养下 乃力之肠 六二阴柔 反击出酒之养 福其精矣 又居动体 恐或不肯自安 将求一余六五之丘 五虽与二未应 然亦阴柔 不能自养 何能养人 真则图的凶而两 因无相继之功 故为师类 此如无用之雍臣 于佛法中 则如实证盲禅 进退失措 六三 福仪 真凶 十年勿用 无忧利 相曰 十年勿用 到大辈也 阴柔不能自养 又不忠正 以居动机 浮于一意 虽有上九正印 何能救之 终于无用而已 此如邪辟之宰官 于佛法中 则如六群乱众 大师鬼犯 六四 颠仪 吉 虎视丹丹 其欲竹竹 无九 相曰 颠仪之吉 上师光也 阴柔的震 而居止体 虽无养具 的养之真者也 下印出酒 赖其养以自养养人 此如修修有荣之大臣 吉之道也 出方观我而朵 以我随其事之丹丹 欲之竹竹 以礼而优待之 再出则不足贵 再我则养贤 以吉万民 可谓上师光矣 于佛法中 则如贤良淫世 善为外护 六五 福经 居真吉 不可设大川 相曰 居真之吉 顺以从上也 阴柔无养人之巨 空居君位 顾名福经 居止之中 顺从上酒 此意养仙以吉万民 未得其政者也 但可处长 不可处辩 以守成 不宜创业而 此如须己之贤君 于佛法中 则如柔和同行 互相免罪又加力 上酒 由宜 立即 立设大川 相曰 由宜立即 大友庆也 以阳刚居指及 挂之所以 未遗移者此也 此如望龙之师宝 可以整记天下者已 于佛法中 则如正道教授 载刃玄刚 训下对上 大过 动脑 立有忧望 亨 约世道 则贤君已道养天下 而至平日久 约佛化 则四一以道化群身 而佛法大行 约观心 则功夫甚进而将破无名也 夫至平即久 则乱皆必蒙 所依防为度见 化道即甚 则又漏一身 所依成规力举 功夫即尽 则无名将破 所依善巧用心也 断曰 大过 大者过也 动脑 本末若也 刚过而终 逊而说行 立有忧望 乃亨 大过之时大已哉 大者既过 所以必当私患预防 初上皆弱 所以刚中 不宜事事令挠 刚虽过而得中 又以迅顺而跃行之所以 有有挽回框祭之术 乃得亨也 永宝无余意 在此时 圣及呼衰 亦在此时 其关系 岂不大灾 相曰 则灭目 大过 君子 以独立不拒 顿世无闷 则本仰目 而反灭目 大过之相也 唯以独立不拒 顿世无闷之力持之 数学有本而养有素 可以抵住中流儿 初六 即用白毛 五九 相曰 即用白毛 揉在下也 释法佛法 当大过时 皆以刚柔相继为得 过刚过柔为师 经初六以柔居训体之下 而在阳位 无功名富贵以泪其心 唯雍得雍言下 学上达以为其悟者也 曰佛法者 定有其会 兼以戒得经言 故无久 久而 哭扬身体 老夫得其女妻 无不利 相曰 老夫女妻 过亦相遇也 刚而得忠 又居因为 阳的阴住 如枯阳身体 老夫女妻之相 盖过于下贤者也 曰佛法者 会与定据 如先见到 后修是禅 故无不利 九三 动脑 凶 相曰 动脑之凶 不可以有福也 过刚不忠 任其刚毕 以此自修 则得必败 以此致事 则乱必生 故动脑而凶 曰佛法者 纯用协会 故不可有福 九四 动脑 即 有他令 有他令 相曰 动脑之急 不挠乎下也 刚而不过 足以自立立人 但居悦体 恐其好大喜功而不安守 故借以有他责令 曰佛法者 亦是会与定据 但恐夹杂名利之心 则自立立他未必就近 故借以有宅则令 九五 哭阳生华 老父得其是夫 无就无欲 相曰 哭阳生华 何可酒也 老父是夫 亦可丑也 虽云阳刚中正 然在大过之时 则是是其聪明才智者也 想成平之乐 不知名是艰难 且不知下用贤臣 为与上六应柔无用之老臣相得 何能久灾 曰佛法者 会历太过 无禅定已持之 何能发生胜果 上六 过射灭顶 凶 无就 相曰 过射之凶 不可就也 居过己之地 唯有柔正之德 而无济难之才 顾不免于凶 而是非其就也 曰佛法者 镇定无悔 终未顶舵 砍下砍上 西砍 有福 为心亨 行有上 曰世道 则太平久而放一身 放一身而患难见智 曰佛法 则从化多而有漏起 有漏起而摩世必作 曰观星 则会立圣而速席动 速席动而进发必强 皆惜砍之相也 然是出世法 不患有重踏之显难 但幻无出显之良途 尘能如此挂之中 实有福 深信一切境界皆为心所现 则恨而行有上矣 又鹤险之不可记哉 断曰 西砍 众险也 水流而不淫 行险而不失其性 为心恨 乃亦刚中也 行有上 网友宫也 天险不可生也 得险山川丘陵也 王宫涉险已守其国 险之时用大以灾 善观星者 美极赛已成通 夫夕砍虽云众险 然流而不淫朝不失险 何非无人修道之要术 所贵深信为心之亨 犹如砍挂之纲中一般 则以此而往 必有功义 且险之名虽似不美 而险之意时未尝不美 天不可生 天非显乎 山川丘陵 得不显乎 陈池之显已守其国 王宫何尝不用显乎 唯在无人善用显 而不为显所用 则以此致事 以此出事以此关心 无不可以 相曰 水见智 习侃 君子已常得行 习教士 常得行 积学而不厌也 习教士 积会人不倦也 习侃之相 乃万古圣贤心法 习显之可谓哉 此正和台宗善时通赛 集赛成通之法 义是巧用性恶法门 初六 习侃 入于砍淡 凶 相曰 习侃入砍 师到凶也 在显之时 不论自立立他 为贵有福而定会相继 经初六以应居下 毫无福幸之德 乃密梅于恶习 而不能自出者也 九二 看又显 求晓得 向曰 求晓得 未出中业 刚中有福 但居下挂 则素席上身 未能顿达圣境 尽客晓得而已 六三 来之砍砍 险切证 入于砍淡 勿用 相曰 来之砍砍 中无功也 不忠不正 柔而至刚 自未出显 不知浅显之震来 此如携剑增上漫人 故中无功 六四 尊九贵二 用否 纳曰自有 中无九 相曰 尊九贵二 刚柔记也 柔而得正 与九五之中正刚得相语 所谓应定发会 正出显之妙道也 正观如酒 住道如贵 臣谱如否 方便道如有 从此可发真而无就矣 九五 砍不赢 指济平 五九 相曰 砍不赢 中卫大也 阳刚中正 已得出世真会现前 如砍之不赢 而风田浪静也 但出破无名 于或未尽 故中卫大 此免其诉去及甚而已 上柳 细用挥墨 至于从即 三岁不得 凶 相曰 上柳诗道 凶三岁也 应居险即 有定无会 如凡外吃定 即至飞响 中不托三界细腹 而见取即身 犹如至于从即 永不得免离也 离下离上 离 立真亨 处聘牛吉 火性无我 立腹草木而后可见 故名为离 约世道 则重险之时 必立正法以遇事 约佛法 则磨绕之时 必立正教以除邪 约观心 则尽发之时 必立正观以消音 故皆立真则哼也 聘牛柔顺而多立 又能生玉独子 玉正定能生妙会 断约 离 立也 日月立乎天 百古草木立乎土 众名以立乎阵 乃化成天下 柔立乎中阵 故亨 是以处聘牛吉也 如日月必立天 如百古草木必立土 无人众名智慧 亦必立乎信德之阵 则自立即成 便可以化天下以 夫智慧光明 必依禅定而发 禅定又依理性而成 经六五六二 立乎中阵之位 故有亨道 如聘牛能生智慧独子而及也 无有清曰 上挂位众名 下挂三摇皆立乎阵 向曰 明两座离 大人已记明照于四方 明而又明 相续不习 自记刻明其得 便足以照四方以 出旧 屡错然 敬之 无旧 向曰 屡错知敬 以辟旧也 用观之始 虽有正会 而行屡未存 故常若错然之相 为兢兢业业 不敢自安 则得日静而 喜日除 可辟旧以 其四旧之身而后除灾 六二 黄黎 原吉 相曹 曹曹 school 黄黎 黄黎原吉 得忠道也 忠正妙定 称姓所成 以此照一切法 使一切法皆成忠道 乃绝呆元隆之妙子也 九三 日则之离 不顾否儿歌 则大蝶之皆 凶 相曰 日则之离 何可久也 过用其会而无定以计之 有时欢喜太甚 则顾否儿歌 有时忧虑太切 则大蝶之皆 悲欢乱其中曲 甘惠不能自持 其退失也必以 九四 突如其来如 焚如 死如 弃如 相曰 突如其来如 无魔所容也 虽似有会有定 而时不忠不振 不能调试道品 故时或精进 则失于太素 而突如其来如 时或懈怠 则智诸网绝 而焚如死如气如也 夫敬锐者退必速 其来寄突 则绝魔所容也 又贺似于 又贺四于焚死气 而后知其非善终之道哉 六五 初替陀若 七皆若 即 相曰 六五之即 离王功业 得中之定 能发实惠 尽得故无疑疑 燃瑶顺其有病诛 文王望到未见 博欲寡过未能 孔子圣人其感 从来圣贤之学皆如事也 尚九 王用出征 有家折手 获费其仇 五九 相曰 王用出征 以正邦也 刚而不过 又居明吉 自立已成 化他有数 人自归木而折手 非有丑恶而须罚也 深圳则邦正 邦正 则六何归心 众义奉命以 世之为王用出征 其一份五扬威为出征灾 周一禅解卷第四 周一禅解卷第五 北天目道人偶异秩序者 下经之一 上经史乾坤而中砍离 乃天地日月之相 又寄照定慧之德也 是约信德之始终 下经史贤恒而中 记记未继 乃感应穷通之相 又积教相扣 三是义务之相也 是约修德之始终 又上经史于乾坤之信德 忠于坎离之修德 为自行因果俱足 下经史于贤恒之积教 忠于记记未继之无穷 为话他能所具足 此二篇之大之也 更下对上 贤 亨 力真 取女吉 更得甘之上摇而为少男 如初心有定之慧 慧不失定者也 对得昆之上摇而为少女 如初心有慧之定 定不失惠者也 互为能所 互为感应 顾名为贤 约世道 则上下之相交 约佛法 则众生诸佛之相扣 约观心 则静智之相发 夫又感应 必有所通 但感知与应皆必已正 如是之取女 必已其理 则正而己已 团曰 贤 感也 柔上而刚下 二气感应已相语 指而说 南下女 是以亨利争取女吉也 天地感而万物化身 圣人感人心 而天下和平 观其所感 而天地万物之情 可见以 闲何以为感灾 下挂昆体之柔 上于六而成对 上挂肝体之刚 下于三而成更 乃天地之二气感应已相语也 又更指而对说 以男而下女 似感应之正 所以即也 约佛法者 更未深 对未佛 众生感佛记专 则佛说法应之 约观心者 更未观 对未静 观至严静记专 则静地开发而得悦以 事出事法 皆以感而成事 故可以见天的万物之情 项曰 山上有则 贤 君子已须受人 慢如高山 法税不停 金山上有则 岂非以其须而能受灾 初六 贤其母 相约 贤其母 智在外也 贤虽感而遂通 须不为其既然不动之体 又须善时时未之仪 躺应感而摇其主宰 则反师能应之本仪 大概感应之道 互为能锁 然下三窑寄居指体 且在下位 顾皆不遗忘应于他 上三窑寄居月体 且在上位 顾皆宜善应于物 经初六已应居下 而为九四所感 为免脚指先动 夫用行舍藏缘无定局 施指则指 施行则行 行得其当则吉 不得其当则凶 故未可判定是非 即所谓智在外者一字不同 若智在天下 不顾身家 则吉 若智在利明 不顾心性 则可修以 六二 贤其肥 凶 狙疾 项曰 虽凶狙疾 顺不害也 因柔中正 而为九五所感 躺躁望欲净则凶 为安居自首则吉 盖安居自首 乃顺忽柔中之道而不害也 九三 先其股 知其随 往令 项曰 先其股 亦不处也 智在随人 所知下也 以刚正居指及 而为上六所感 为免及及以利身为物 不知欲利他者 先须自立陈旧 若一辈顺境所迁 则顿师身平所养 一刻休业 九四 真吉 会亡 冲冲往来 彭从而思 项曰 真吉毁亡 未敢害也 冲冲往来 未光大也 刚而不过 定会其平 得感应之正道 顾及而毁亡 见其己心他心 互含互舍 有冲冲往来之相 既以心为感应之本 则凡有血气莫不尊轻 有朋从而思之相 为其的感应之正 虽终日感而不为其 既然不动之体 故未敢害也 为其物一心之往来 虽之本自合思合律 而还需经意入神以致用 利用安身以崇德 穷神之化以身造于 不可知之欲 故未肯具已现前所正 未光大也 九五 贤其眉 无悔 相曰 贤其眉 至末也 阳刚中正而居悦体 如更其背不获其身 行其亭不见其人之相 乃运何于既然不动敢而遂通之妙 故得毫无过失可悔 而善始善终 正于究竟 名为至末 末 由忠也 上流 贤其辅夹蛇 相曰 贤其辅夹蛇 疼口说也 柔而得正位对之主 内依止得 外宣四变 为贤其辅夹蛇之相 说法无尽 惠人不倦 故曰藤口说也 然出之贤母 上之贤蛇 皆不言及凶者 已出心出步 有邪有正 是非一概 说法立身 亦有邪有正 则非意图故也 关于团词哼及立真之戒 则思过半矣 训下正上 恨 恨 无久 立真 立有忧望 夫感应之机 不可一喜有差 而感应之理 则更古不变者也 依常然之理而未感应 顾则山的名为贤 依斗鸡之妙而论常理 顾雷锋的名为恒 则山名贤 则常即无常 雷锋名恒 则无常即常 又贤是则山 则无常本常 恨是雷锋 则常本无常 二鸟双游之欲 于此亦可物已 礼计有常 常则必亨 亦必无久 但常非一定死值之常 须知有体有用 体则非常非无常 用则双照常与无常 物非常非无常之体 名为立真 岂能常能无常之用 名利有幽网也 断曰 恒 久也 刚上而柔下 雷锋相遇 迅而动 刚柔相应恒 恒恒无就力真 久于其道也 天地之道 恒久而不已也 利有幽网 终则有时也 日月的天而门久兆 四时变化而门久成 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 观其所恒 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已 恒何以明久 以其道之可久也 正体本昆 则刚上而主之 训体本前 则柔下而主之 此刚柔相继之常道也 雷以动之 风以鼓之 此造物生成之常道也 逊于其内 动于其外 此人是物理之常道也 刚柔相应 此安利对待之常道也 久于其道 即明为真 便可哼而无久 天地之道 亦若是而已 始继必忠 忠亦必始 始终相待 故非常 始终相续 故非断 非断非常 故常与无常 二亿俱成 天地则有 沉住坏空 日月则有昼夜出末 四时则有 成除代谢 圣道则有始终体用 皆常与无常 二亿双存 而体则非常 非无常 强明为恒者也 相曰 雷锋恒 君子以利不亦方 方者 制定而制变 制变而制定者也 东看则夕 南观成北 不亦变乎 南绝非北 东绝非西 不亦定乎 利不亦方 亦利于制变制定 制定制变之道而已 初六 郡恒 真凶 无忧力 相曰 郡恒之凶 始求生也 夫居贤者 每患无主境之操持 而居恒者 每患无变通之学问 经初六已应居下 知死守而不知变通 求之越深 越失亨真有网之力 顾兄 九二 毁王 相曰 九二毁王 能久中也 以刚居柔 且在中卫 不偏不已 无事无莫 乃久于中道 非故之不通之痕 顾毁王也 九三 不恒其得 或臣之修 真令 项曰 不恒其得 摩索荣也 过刚不忠 以应上六 未免已久而不肯久 正与初六相反 然过犹不及 且阳刚而返不衡 有可修以 张胜甫曰 三之不恒 借口袁荣便通 而失之者也 九四 田无情 项曰 久非其位 安得情也 四位正主 恒于动者也 动非可久之位 安能得情 盖境方能有祸而 六五 恒其得真 妇人即 夫子兄 项曰 妇人真即 从义而终也 夫子至义 从妇兄也 柔中而应久二之贤 四得恒之正者 然大君载化岛之权 乃绝无便通何辟之用 不己为妇道乎 上六 正恒 胸 项曰 正恒在上 大无功也 应居动己 至大而才小 为尊而得薄 且下应九三不恒之友 其何以寄天下哉 王安时方孝如四肢 更下前上 顿 恒 小利贞 夫世间之道 久则必辩而后通 静则必退而后久 此挂刚而能止 事不以静为静 而正已退为静者也 故亨 然说一退自 便有似于自立之小道义 若冲此小道 不己施利人达人之鸿归乎 故戒以小利贞 言虽是同小道 而终利于大人之真也 断约 顿 恨 顿而恨也 刚当位而应 与时行也 小利贞 静而长也 顿之时亦大已哉 耻祸上驱而后生 龙蛇一折而后震 君子之学 欲自立立他者 岂不以顿而得恨哉 且九五刚当其位 以应六二之贤 乃与时邪行之道 所以亨也 所言小利贞者 律其阴柔自首之志 渐渐静而长也 夫善顿者 则退正所以未静 不善顿者 则退静终于不静矣 所关故不大灾 项曰 天下有山 顿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言 外见内止 未常有益于远小人 而小人自不能寐也 以小人为用 故不恶 小不能善权 故而言 曰圣学者 天君为主 百孩听命 耳目口腹之欲不能为乱也 初六 顿尾力 勿用有忧往 项曰 顿尾之力 不枉何栽也 触顿之时 须随其得位已为进退 方布施亨真之道 今出六 因柔居下 财未俱悲 唯固守未夷 不可望往已取栽也 此如乐 正求目重 六 而 直之用黄牛之格 莫知甚说 项曰 直用黄牛 顾智也 柔顺中正 非荣明利路之所能迁 上映九五刚见中正之君以行其制 国有道 不辨赛焉 顾向已直用黄牛之格 此如一影 九三 细顿 有吉利处臣妾吉 项曰 细顿之力 有吉备也 处臣妾吉 不可大事也 刚而得正 可以有位 而居止吉 则未免未顿之一字所系 此觉人妄是之道 君子之吉也 然虽不能大有所为 亦须利免其精神以处臣妾责吉 所谓不能治国 亦且其家已为天下封可也 仗人献二子于子路 亦是此意 但无缘天下之大手段而 九四 郝顿 君子吉 小人否 项曰 君子郝顿 小人否也 以刚居柔 上辅九五 下映初六 成天子之德 辅天下之名 修修有荣 君子之吉道 非小人所能学也 此如为武功 否本应 九五 加顿 征集 项曰 加顿征集 以正至也 刚见中正 下映六二 阴柔中正之贤 当此顿时 虽有英明神无作略 不自漏其才华 顿之加美 真而且吉者也 此如汤王 上九 非顿 无不利 项曰 非顿无不利 磨索一夜 刚而不过 尊居师宝之位 望龙于天下 而不自乏其德 故为非顿而无不利 此如太公 甘下正上 大壮 力真 夫退养之功悦密 则精神道德义壮 然大者计壮 不换不能致用 特换是才德 而望动而 力真之解 身为持盈处满者设也 断曰 大壮 大者壮也 刚一动 故壮 大壮力真 大者正也 正大 而天地之情可见以 夫人一体之中 有大者 有小者 从其大体位大人 从其小体位小人 经验大壮 乃是大者壮也 刚则非情欲所能挠 动则非就习所能有 所以壮也 严厉真者 以大者本字正也 不正何以称大 故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以 曰佛法者 天地即表理智 亦表定会 相曰 雷在天上 大壮 君子以非礼服律 非礼服律 正佛法中所谓悲体戒雷正也 出旧 壮于止 真凶有福 相曰 壮于止 其福穷也 虽云大者必正 须知正者乃大 若是其大已为正 正便成邪 是其壮已为大 大壁不久 是其正已为壮 壮壁有衰 红犯所以有高明柔客之讯 正为此而 经初久过刚不忠 故枉则必凶 以其自信自示 乃必穷之道也 久而 真吉 相曰 久而真吉 以忠也 阳居因为 刚而不过 又得其忠 得终极的正义 九三 小人用壮 君子用网 真利 滴滴家事 杨处翻 雷起脚 相曰 小人用壮 君子网也 虽本君子 但好刚认壮 未免同于 任人家任 金阁倒白 任报虎平和之小人 士族取困而已 何能觉私事之藩灾 若真是君子 则是虽壮胜 而不自事 欠然四网也已 九四 真吉毁亡 翻绝不雷 壮于大于之父 相曰 翻绝不雷 上网也 阳居因为 以柔济刚 的大壮之真者 所以薛平祸乱而不损其神 以此运在天下 无往而不得也 六五 丧阳于义 无悔 相曰 丧阳于义 未不当也 柔而得忠 故绝无刚状喜处之态而无悔也 未不当 有所谓有天下而不语 上流 滴滴家事 阳处翻 不能退 不能退 不能碎 无忧力 奸则急 相曰 不能退 不能碎 不想也 难则急 就不长也 只为俱柔 但有状明 而无状意 故无忧力 然善用柔者 正不必目大壮之虚名 为坚守其柔克之道 则柔能胜刚 反得及已 此劝其不能碎 则须退也 昆下离上 静 康侯用西马藩树 昼日三阶 大壮而能争 则可敬于自立立他之寓意 当此平康之事 贤侯得宠于圣君 西马藩树 西之后也 昼日三阶 皆之秦也 观心侍者 妙观察至位康侯 增长称性功德位西马藩树 正见法生理体位 昼日三阶 断曰 静 静也 明出地上 顺而立呼大明 柔静而上行 是以康侯用西马藩树 昼日三阶 也 明若未出 不明平康之静时 不顺不立 不明静世之贤侯 不柔不静 不得西阶之藩树 盖六五之柔 即昆全体 昆宇何德 顾静而上行以利之也 观心侍者 根本实至光明 破无明柱的而出 顾云明出地上 定与汇聚 至观不耳 顾云顺而立呼大明 无明实性及佛性 无明转 即便未明 顾柔静而上行 是以功德智慧重重增胜也 项曰 明出地上 静 君子以自昭明德 本觉之姓名为明德 始觉之功名之为昭 心外无法名之为自 自昭明德 则心名指至善在其中以 初六 静如催如 珍疾 往福 欲无久 项曰 静如催如 独行正也 欲无久 未受命也 静之六摇 皆应自昭明德 以心名者也 而时未不同 所养异役 顾及凶悔令分焉 初六以应居扬 定有其会 且居顺体 顾可静而静如 然在挂下 又与时属未应 非我凉棚 则断不宜欲塑 故有阻而催如 夫静与催皆外 静而 何与于我 但当守正则急 宋令一时不足取信 为宽欲以待之 终无就已 言独行正者 自信自肯不求人之之以 言为受命者 由孟子所谓命也 有信燕君子 不谓命也之以 六二 静如愁如 征集 受资介福 于其王母 向曰 受资介福 以中正也 柔顺中正 自昭明德 长切望到未见之仇 正而且及者也 上于六五王母和德 惜以本分应得之福 顾明介福 宋令贵及仁臣 非奋外也 六三 众允 毁王 向曰 众允之 至上行也 以应居扬 定有其会 当境之时 而在顺体之上 出六所谓往福者 欲养至此 众皆允之 而毁王已 隐居以求其至 行义以达其道 顾曰至上行也 九四 静如实属 真利 项曰 实属真利 为不当也 君子之字昭明德也 外一会儿内一名 顾岸然而日章 以九居四 则外刚而内柔 外明而内会者也 如实属 能飞不能过屋 能怨不能穷目 能游不能镀骨 能血不能衍生 能走不能仙人 不亦为乎 不亦为乎 偶亦子曰 与其出入闽中 见有欲白兔者 人真以百金买之 为己 身欲甚多 其嫁渐减至亦前许 好事者杀而烹之 臭不可食 岁无人买 伯骨者云 似非白兔 乃时属尔 一 本以剑术 六因白兔之名 无得居高位 原者盖类此以 六五 会王 诗得物序 网集 无不利 向曰 诗得物序 网友庆也 以六居五 定有其会 又为黎明之主 得忠道而处天位 正所谓自心心明 摩索不用其己者也 虽辅成实属之九四 养成敬角之上九 而与昆顺何德 故往皆三应 同臣顺利大明之志 则己无不利 与世皆蒙其福庆也 又何施得之可续栽 上九 敬其脚 唯用法义 立即无酒 真令 向曰 唯用法义 道位光也 上九意外刚而内柔 外明而内会者也 而居敬己 则如受之脚矣 以脚触人则凶 唯用以自制 如法亦然 则立即而无酒 然不能自制于早 至此时而方自制 虽得其震 不义令语 四时五时而无闻焉 思义不足为也已 顾约道位光也 离下昆尚 明仪 立坚真 知敬而不知退 则必有伤 仪者 商业 明入地中 其光不耀 知坚真之为力 乃所谓用慧而明 何于文王姬子之得已 断约 明入地中 明仪 内文明而外柔顺 以蒙大难 文王已知 立坚真 惠其明也 内南而能正其志 积子已知 文明柔顺 虽通止以挂之德 亦在六二 内南正志 专止六五 兼真惠明 则闻王姬子所痛也 关心侍者 烦恼恶业 病患模式 上漫邪见 无非原顿只观所行妙境 向曰 明入地中 明仪 君子已立众 用慧而明 明武子之于不可及 兵法之以义待劳 以静志动 以暗四明 皆明以之用也 圣学则暗然而日章 出旧 明以于非 垂其意 君子于行 三日不时 有忧往 主人有言 向曰 君子于行 亦不时也 此如太公 伯仪之必 昼也 先垂其意 则不露其非之行 即行之速 则三日而不黄时 盖意当远顿 不欲主人之之而有言而 六二 明仪 仪于左骨 用正马撞击 向曰 六二之急 顺以则也 闻明中正之德 当此明夷之时 虽作古业已受伤 有往拯救 为马撞顾及尔 有礼祭求之后 人律三分天下之二 以服侍应 顺而不无 成万古人 成之则也 九三 明仪于难受 得其大手 不可及针 项曰 难受之志 乃大的也 以刚居刚 在离之上 夜尽将弹之时也 正与上六岸主未应 如五王伐咒 得其大二之手 然以惩罚君 事不可及 当持之以真儿 项云难受之志 由孟子所云有 一隐之志 则可无一隐之志 则转也 此意凛然 六四 入于左腹 或明夷之心 于出门庭 项曰 入于左腹 或心一也 以居昆体 入岸地以 柔而得阵 稍远于上 故有可或明夷之心 而出门庭 如为子暴 即弃以行顿 但出门庭 迅于荒野 非归周夜 六五 姬子之明夷 立真相曰 姬子之真 名不可惜也 迫近暗君 深以如意 外揉内纲 居的其中 用慧而明 明照万古 红饭九愁之 灯谁能习之 上六 不明慧 出灯于天 后入于地 项曰 出灯于天 照四国也 后入于地 施则也 以应居应 处夷之急 出称天子 后称独夫者也 盖下五窑皆明而是慧 故能用慧而明 死则不明而慧 故施则而中入得而 离下殉上 家人 立女真 欲救天下之伤 莫若返求于家庭 欲证家庭之化 莫若致言于女真 聘机之臣 为家之所 不可以不戒业 佛法侍者 观行被魔士所扰 当念为心 为心为佛法之家 人须以定资会 以福助治 以修显性 名利女真 断约 家人 女正位呼内 男正位呼外 男女正 天地之大义也 家人有颜君焉 父母之位也 父父子子 凶凶弟弟 夫夫夫妇 而家道正 正家 而天下定义 佛法侍者 禅定持心 则内明法体 智慧了尽 则外师化用 修德之定会凭正 本乎信德之计照不二也 再英明男女 再果明父母 济正果德 实戒归样 故明言君 信修不烂 明父父子子 真俗并照 明兄兄弟弟 福慧互资 明夫夫夫妇 仪世界清净故 十方世界皆惜清净 明正家而天下定也 向曰 风自火出 家人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痕 火因风骨 而金粉自火出 尤家以德化 而金德从家剥也 有物则非无实之言 有痕则非设事之行 所以能行于寡妻 所以能行于寡妻 至于兄弟 以欲于家邦儿 佛法亦然 律宜清净 则可以设善设身矣 出旧 贤有家 贤有家 相曰 贤有家 智慧便也 以刚正居有家之出 吉言有物行有痕以贤之 则可保其中不便宜 则可保其中不便宜 佛法侍者 吉是增上戒学 六二 无忧岁 在中愧 真吉 相曰 六二之吉 顺乙讯也 阴柔中正 而为内挂之主 顾美是不敢自砖自碎 为公其中愧之职而已 佛法侍者 吉是增上定学 九三 家人萧萧 会立吉 父子兮兮 中令 相曰 家人萧萧 为师也 父子兮兮 师家劫也 过刚不忠 似师于严厉者 然以至家正道贯之 则为师而仁疾 躺为其毁力 而从事于兮兮 使四相安 终以师家劫而取另矣 佛法侍者 吉是增上会学 六四 附加大吉 相曰 附加大吉 顺在位也 阴柔的正 为训之主 所谓身材有大道者也 佛法侍者 吉愿因善心发 富有万得 名为解脱 九五 王甲有加 物序集 相曰 王甲有加 交相爱也 甲 大也 书云不自满甲 诗云甲以义我 又曰甲哉黄考 皆取大义 九五阳刚中正 而居天位 以六何为一家者也 大道为公 何忧续哉 乐明之乐者 名义乐其乐 故交相爱 佛法侍者 正因理心发 信修交彻 献法深得 上九 有福微如 终极 相曰 微如之极 反身之位也 刚而不过 居训之上 挂之中 其德可信 故不猛而微如 所谓其一步推正式四国者也 佛法侍者 乐阴慧心发 称理尊重 明班若得 对下离上 魁 小侍及 夫善修身以其家者 则六何可谓一家 苟其之不得其道 则一家之中魁阁身焉 如火与则 同在天地之间 而上下情义 又如二女 同一父母所生 而至不同行 是其可以臣大是乎 孤任其火作火用 则作则用 中女是张 小女是李可儿 关心者 一父如是 出世禅定 世间禅定 一上一下 所去各自不同 圆容之结未开 尽可取消正也 断约 魁 火动而上 则动而下 二女同居 其至不同行 说而立忽明 柔静而上行 得忠而应乎刚 是以小是即 天地魁 而其是痛也 男女魁 而其至通也 万物魁 而其是泪也 魁之时用大以灾 火则应动 则上下是魁 静则未始上下也 二女应行 则其至不同 居则未始不同也 故约及凶悔令声呼动 虽然 是其能有静而无动 有居而无行哉 经此挂以对说而复力呼黎明 六五又以柔位离主 静而上行 且得忠位 下应九二之纲 是以小是可或即也 此意闻王曲救人情 被魁所居而言之而 若冲此魁之理性 以静魁之时用 则天地魁而其是同 男女魁而其至通 万物魁而其是泪 有何依法不设于魁 有何依法不从魁出灾 盖于痛其魁 则其极小 于魁得通 则其用大也 佛法侍者 记照一体 明天地魁而其是同 至观双形 明男女魁而至通 万行不处震住二行 二行不离兴聚 如万物不出阴阳二遥 二遥不离太极 明万物魁而是泪 向曰 上火下则 魁 君子以同而异 离得昆之中遥 则得昆之上遥 其性痛也 火则言上 则则润下 其相异也 观相愿望 则相异而性异四异 观性原真 则性同而相异本痛以 为君子之其以同而异 顾不以异而魅痛也 知异本痛 顾六而常吉 不生退驱 知同而异 顾吉而常柳 不生上漫 知异本痛 顾名气真元 知同而异 顾云心万行 知异本痛 顾上无佛道可成 下无众生可度 知同而异 顾恒庄严净土 教化诸众生 知异本同 顾生死及灭盘 二具不可得 知同而异 顾或游戏生死 或是献灭盘 出救 毁亡 丧马物竹 自负 见恶人 无救 项约 见恶人 以辟救也 刚正无印 居魁之初 信此以往 则无过而毁亡以 纵令丧马 不必逐之 马当自负 劝其物以得失乱无神也 纵欲恶人 不妨见之 可以无救 劝其物以善恶 二无心也 如孔子见 济庄子见 男子见 杨获等 皆所以辟救而 其真有所力之也 灾 盖凡得失之 念烧重 善恶之心太明 则同者必义 义者必不可同 唯律其刚正之天德 则得失明 善恶容 虽居魁士而毁亡以 九二 欲主于相 五九 相曰 欲主于相 魏师道也 刚而得忠 上映六五柔忠之主 而当此魁时 竟与六三相邻 五必以其欲三而舍己也 故须委屈明其心事 如欲主于相焉 夫君臣相遇 万古长道 其以于相而未知施哉 六三 见于也 其牛彻 其人天且意 无处有忠 相曰 见于也 未不当也 无处有忠 欲刚也 本与上酒未应 而当魁之时 不忠不振 现于九二九四两阳之间 其机有可疑者 夫二自欲主于相 四亿自欲原夫 何尝有一乌我 我无忠正之德 而自宜焉 顾望见其余弱与弱业 其牛弱彻 而不敢往从上酒 且自卫我之为人 必当被上酒之天 所以 不得通其真洁之情 如此 则无处已 但魁即必合 心机中必自明 赖玉上酒之纲 后说胡以呆之 顾有忠也 九四 魁姑 欲原夫 交服 礼 吾九 项曰 交服吾九 至行也 魁必有应 乃可相继 二语无应 三语上应 四读无应者也 顾名魁姑 燃出九刚阵在下 可以祭魁 当此之时 同德相信 互相砥礼 可以行其祭魁之志 而无就已 盖君子生之以同而异 顾应与杨异而相应亦可 杨与杨同而相服亦可而 六五 毁王 绝宗是夫 往何久 向曰 绝宗是夫 往有庆也 六五乃九二之主也 阴柔不振 反一二之欲于三焉 以其居忠 则猜忌未生 忠与二合 故得悔亡 圣人又恐其愁躇未绝也 顾名目张胆而告之曰 绝宗上九 以说胡以待六三 其相合如是夫以 尔往从九二于相 有何旧灾 孔子更为之谷五约 不为五九 且君臣相合 魁中的继而有庆也 上九 魁姑 见史富途 宰鬼一车 先章之胡 后说之胡 匪寇昏狗 网欲语则疾 项曰 欲语之疾 群疑王也 上九与六三相应 本非孤也 魁儿为何 则有四乎孤矣 三本不与二四相染 而其姬四乌 故见史富途也 二四各自有欲 本无心于染三 而虚妄生疑 故宰鬼一车也 先则圣疑 故张胡而欲设之 后宜稍缓 故说胡而往事之 诈见其果非语寇结为昏狗 于是誓然如云寄语而即矣 寄不疑三 亦不疑二语四 故群疑王 统论六瑶 为初九刚正最善计魁 于皆不得其正 故必相合乃有计也 佛法侍者 为根本正会 能达以同而异 故及异而恒同 否则必待定会相资 至关双运 乃能舍一身性入同身性而 更下坎上 简利西南 不利东北 利剑大人 真吉 大凡乖义不和 则所行必多祖南 燃正荡祖南时 其无枕南梁策哉 往西南 则说也 顺也 明也 枕南之要道也 往东北 则止也 现也 亦其简而已 为大人能祭简 为正道能出简 简故可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及 团约 简 南也 险在前也 见险而能至 知已哉 简利西南 往得中也 不利东北 祈祷穷也 利剑大人 网友公也 当未真吉 以正邦也 简之时用大乙哉 于这密于情欲之思 虽有不测之险灵其前 忙无见也 旷能止灾 能止 不为不陷于险 从此必求出险之良策以 安得非智 本以东北之坎更 网救西南之离队与坤 故刚柔相继而得其忠 若守此东北 则忠于险 忠于止而以 为九五阳刚中正 当大人之位 以正邦国之简 故往简之者 必有简之功 燃窑中读上六名利 简大人于不言者 简大人亦呆其时 实止则止 实行则行 简之时用 即全体大义之时用也 六十四卦皆而 每于人所乎者亦提醒之云而 相曰 山上有睡 简 君子亦反身修得 山本欲权 以寒而不宜犯 金水流于上 使人不能错足 此乃山有缺陷 非水之过也 君子之一切显难境界 唯无心自造自现 故不感愿天尤人 但凡身已修其得 如至山者 陪其缺陷 则水归剑赫 而不负横流已 初六 网剑来遇 相曰 网剑来遇 以待也 简易剑险能止谓之 故诸瑶皆借其往而许其来 来即反身修得之谓也 初六剑险即止 知机而不犯难 其反身修得功夫最早 故可得欲 夫其群寻未缩也灾 礼仪修得以待时而 六二 王臣俭俭 匪功之故 相曰 王臣俭俭 中无有业 阴柔中阵 反攻吾左 而上映九五阳刚中阵之君 方居显帝 安德不检其检已相从事 然诸瑶皆已能止谓之 而此独不然者 正所谓是君能置其身 功而妄思 故虽四冒险 中无有业 亦读曰 匪功正本反身来 平日能反身以体检 才能临时匪功以记检 九三 王剑来返 相曰 王剑来返 内喜之也 九三未更知主 刚而得正 见险能止者也 既知王则必检 故来而反身修得 则内二遥无不喜之 六四 王剑来连 相曰 王剑来连 当未时也 已入坎体 其检甚已 然设能来而反身修得 则有可连于更知三遥而获止也 因本不实 故来连于当未而时之九三也 九五 大剑棚来 相曰 大剑棚来 以中解也 居坎之中 剑之大者也 刚剑中正 六二应之 故得棚来共计大剑 然非彭之能来助我 实有我之中道足为枕检杰则 故上下诸遥皆取杰则于我而 世家出五着事 得无上菩提 为一切众生说难信法 其真能为圣南西有之事者乎 上六 网剑来朔吉 利剑大人 相曰 网剑来朔 志在内也 利剑大人 以从贵也 因柔居显吉 其客更有所望 亦为来而反身修得则朔吉而 朔者 实也 大也 吉之所以能实大者 以利剑九五大人 故也 君子求诸以 故智在内则吉 辅士长明莫如得 故利剑未从贵 此至天爵未贵 非图以人爵也 须拔陀罗最后见佛的度 其朔吉之未乎 砍下阵上 解力西南 摩索网 其来复吉 有幽网 宿吉 世间之局 未有九剑至而不试散者 方其欲解 则贵刚柔相继 故利西南 及其季解 则大局已定 更何所望 为来负于长道而已 设有所望 皆当审之于早 不审者往 凶且随之 宁得疾乎 此如良将用兵 至其归顺 良医用药 至其病除 观星修正 至其复兴 别无意法可取这也 断约 解 现一动 动而免忽显 解 解力西南 网得众也 其来复吉 乃得众也 有幽网宿吉 网有工业 天地解而雷雨作 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差 解之时大已灾 险在前则已至 险在下 则可动以免之 此皆时节因缘之道 不可得而强也 西南未坤 故网则得众 来复东北 不过于柔 故乃得其中 早见世机 故网可有工 如天地之雷雨作 亦因素得其时 故百果草木皆甲差而 观心侍者 兼修禅定 为利西南 万行显发 为网得众 不舍正观 名为来父 正于法身 为乃得忠 有幽网而立身 必须素能见机则即 说法不虚 为网有工 信修融合 为天地解 悲体戒雷阵 树干露法语 则是出事过 三草二木 各得以时生长熟托 非佛菩萨何能用此解之时哉 相曰 雷雨作 解 君子已设过幼罪 悟犯之过 则直设之 令其自心 轻重诸罪 亦宽幼之 令得莫减 佛法试者 即作法取相无生三种颤法 令人决移出罪 又观心试者 即是端作念实相 消灭重罪也 出六 无九 相曰 刚柔之计 亦无就也 解则阴阳何以 而以六居出 上映九四 适当其计 故亦无九 九二 田或三胡 得皇室 征集 相曰 九二征集 得中道也 以刚中而上映六五 本字无可胡仪 六三不中不正 亦欲成我 相如三胡 我田猎而获除之 得与六五柔中相合 此正而即者也 皇位中色 诗欲之道 得其中之之道 顾除一而应呼真意 六三 父切成 至寇至 真令 相曰 父切成 亦可丑也 自我志荣 又谁就也 阴柔不忠不正 自无应语 上司父四 下欲成而 不知其非道也 是故二以为胡而填之 四以为母而解之 五以为小人而退之 上以为笋而舍之 不亦志可修乎 九四 解而母 为当位也 三在四下 欲赴于四 故四以三为母 四为当位 不如九二纲中 故二自能田或三胡以从五 四必呆二之志 始姓母之以解也 二与四皆羊泪 顾名为棚 六五 君子为有解 即 有福于小人 相曰 君子有解 小人退也 五与二位正应 而三且思成而 则五不能无疑于二义 赖九二之君子 刚而得忠 绝能解去六三 尚从于我而及 但观六三之退 则信九二之有解以 尚六 公用涉损于高雍之上 或之 无不利 相曰 公用涉损 以解备也 损高非而善志 以欲赴且成之六三也 当解之时 人人乐为君子 独六三被李飞志 二虽田之 四虽解之 以皆各有正应 不同上六之在局外 又养与殷勤必相得 故或以为乎 或以为母 不如上六之绝无情戏 只以为损 且居挂中 则公侯之位也 柔而得正 则藏气于身 呆时而动者也 故或之而无不利 观星是六摇者 六三级所至之或 于五摇皆能至之法也 初以有会之定 上映九四有定之会 或不能累 故五九 九二以中道会 上映六五中道之定 而六三以世间小定小会 臣其位正 妾思乱之 故必烈退胡仪 乃得中之正道 六三一于是禅 滋于是智 其慢起见 妄逆佛祖 故为正道之所对之 九四有定之会 故能致或 以被六三见慢所付 且为达中道 故必呆九二中道之会 使能解此体内之或 六五以中道定 下映九二中道之会 会能断或 择定乃气里 上六以出世镇定 对智是禅是智邪慢邪见 故无不利 对下更上 损 有福 缘吉 无久 可真 利有忧望 何之用 二贵可用想 难记解已 相安于无事 必将包明以奉君 此世道之损也 或计之以 从此增道损身 此观心言损也 且以世道言之 凡位上者 必其劳而不怨 欲而不贪 真足以取信于名 则虽损之而 缘吉无久 凡位下者 必亦可真之事 意上 物共于 物献意 物开劳民伤财 种种必端 则利有忧望 盖下世上 尤人是天地鬼神祖宗也 想以其成 不以其物 虽二诡辩可用想 其亦多物未尽灾 关心者 信佛界及九界 故原及五九 知九界及佛界 故不动九界而力往佛界 不坏二弟而想于中道也 团约 顺顺下意上 其道上行 顺而有福 缘吉 无久 可真 利有忧望 何之用 二诡可用想 二诡应有识 损刚亦柔有识 损亦淫虚 与识邪行 下继未亦 上行为损 此圣贤关于天下万事不亦之道 而立此名也 上必有福 乃可损下而缘及五九 下必可真 乃力有忧望 以意上 虽二诡异可用想 盖不过各论其时 但贵与识邪行而已 项曰 山下有则 山下有则 损 君子已成分治愈 山下有则 则山必日损 君子已为无心之当损者莫若愤愈 故成分则如摧山 治愈则如田和 彼赴于平地而后已也 出旧 以事传往 无九 着损之 相曰 以事传往 上何至也 出与四位正应 以损我以亦四者也 四方应柔有吉 故以以我之事 而肃往亦之 则得无九 然以刚亦柔 但使斟酌得中可而 悟令过也 以刚正而应柔正 故往则何至 九二 力真 真凶 抚损一之 相曰 九二力真 中以为至也 九二刚中而不过刚 六五柔中而不过柔 各守其真可以 又何须更亡亦之 以尘过由不及之凶灾 浮损而亦 其亦乃大 故五有或亦以十彭之规者 六三 三人行则损一人 亦人行则得其有 相曰 亦人行 三则一也 六三与下二摇 皆损下亦亦上者也 除二人阳 三独辩而未因 三人行损一人矣 今以亦因上行而亦上九 再我故为国而亡家 而上九阳刚 凡能以浮损之亦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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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有喜而我无就已, 传指出九, 六五, 或一之时彭之归, 福克为, 元吉, 项曰, 六五元吉, 自上又也, 柔中虚己以应九二, 九二守真, 福以有行之物一之, 故能使天下归心, 往不来亦以众宝也, 盖人均能虚心用贤, 则何于上天, 而自上又之以, 上九, 福损一之, 五九, 真吉, 利有幽网, 得成无家, 项曰, 福损一之, 大德至也, 上九受六三之一吉以, 苟不有以报之, 三虽无怨, 人必不服, 安能无就, 安能真吉, 安能力有幽网, 然欲一三, 正不必损我也, 盖三之为臣, 故所谓国尔王家者, 但身见其依人独行之臣, 则大德其志, 而三以为的友谊, 是未服损一之, 正下训上, 一, 利有幽网, 利涉大川, 损而有福, 则与时邪行, 可以致意, 此世间迎虚消息之理也, 增道损身, 则日静于自利利他之欲, 此官星辰意也, 幽网已处长, 舍川已处变, 苟得其意之道, 则无不利矣, 断曰, 亦, 损上亦下, 明说无将, 自上下下, 其道大光, 利有幽网, 中正有庆, 利涉大川, 目道乃行, 一动而逊, 日静无将, 天师的身, 其意无方, 凡一之道与时邪行, 中正, 至9562言之, 正训皆属穆, 顾其道可射川, 天师, 顾坤得其初遥而为正, 的身, 顾甘得其初遥而为逊, 然不止于正训而已, 举凡坎离更对等, 无非天师的身之意, 顾其意无方, 而与时邪行也, 意及全体乾坤, 全体太极, 全体意道, 其余六十三卦无不皆然, 圣人孤举异于, 令人自得之耳, 佛法侍者, 顺佛界之上, 以亿久界之下, 顺己利人, 顾明说无将, 本高基下, 顾自上下下, 而其道大光, 天行, 圣行, 名为中正, 范行起于阴并二行, 名为目道乃行, 放光献锐以动之, 四辨说法以训之, 开元解以显性得名为天师, 立元行以成修得名为地身, 种而熟熟而脱, 翻翻四夕, 名为与时邪行, 项曰, 风雷以, 君子以见善则迁, 有过则改, 风以古之, 迁善之夙也, 雷以动之, 改过之永也, 陆雍成曰, 风之入也罪为, 顾骗善不宜, 欠过必踢, 雷之法也罪训, 顾谦无流流念, 改无停机, 出旧, 利用未大作, 元吉无旧, 项曰, 元吉元旧, 下步后世也, 拘役之初, 受上义最后者也, 以下未受此后义, 可安然魔所是乎, 然刚正而为正主, 必能大作以至元吉, 则无就义, 苏梅山曰, 义之出酒, 笋之上酒, 皆正受义者也, 彼自笋而专义我, 将以后则我也, 我必有以赛之, 顾笋上酒力有忧往, 义出酒力用大作, 然上之有味也其事义, 有功则其力备, 有罪则其则薄, 下之有味也其事难, 有功则力归于上, 有罪则先受其则, 顾元吉而后无就, 以所居者非后世之地也, 六儿, 或义之时彭之归, 福克为, 永真吉, 王用响于帝吉, 项曰, 或义之, 自外来也, 阴柔中正, 以受九五阳刚中正之意, 慧我以心, 而不慧我以物, 故能使天下归心, 往不来义我以众宝也, 为臣则永真吉, 不可因天佑人助而亦其心, 为王则用响于帝吉, 自心心明而其命为心, 项曰, 自外来者, 明其非心所其, 以本无济公牟利之私故也, 六三, 亦之用凶事, 五九, 有福中行, 告公用归, 项曰, 亦用凶事, 故有之也, 不忠不正, 居下之上, 而受上九之吉, 其己我也, 正所以亦我也, 知凶事之真能亦我, 则无就已, 为虽不忠, 而有福则为忠行, 可以告公用归, 公之上九, 归以通信, 信通则归人还公, 不取公之物亦我, 但取公之己亦亦我而, 恒人每亦凶事未非亦, 故圣人特名凶事之亦故有之, 能信凶之为亦, 则不凶以, 六四, 忠行, 告公从, 利用卫一千国, 项曰, 告公从, 以义至也, 六四与上二遥, 皆损上以义下者也, 五上仁阳, 四独辩而未因, 誓之以身殉名, 岂非千国之相, 岂非忠行之道乎, 初遥即受我义, 刚而得正, 有大功之心, 方将利用大作以报我, 我即以之为一可义, 由其志在义名, 顾名皆以功心从之, 九五, 有福慧心, 勿问缘吉, 有福慧我得, 项曰, 有福慧心, 勿问之以, 慧我得, 大德至也, 阳刚中正, 应于六二, 真实以义下慧心者也, 慧之以心, 则慧而不费, 天下贤辈其则, 其缘吉何必问哉, 故能感六二永真之吉, 大德其志, 而还报我以好得也, 上九, 莫义之, 获吉之, 立心悟痕, 凶, 项曰, 莫义之, 偏词也, 获吉之, 自外来也, 上九本义损义以义六三者也, 因六三不中不正, 故不与其义而返及之, 三顾得其凶事前垂之义, 然在上九, 其可恒以此立心哉, 以此立心, 则聚凡在下者, 皆亦莫义于我, 而获吉于我矣, 故戒以立心悟痕, 恒则避凶, 上九不中不正, 不仁而在高位缘, 但思义我, 不料己我, 思义而不得意, 故曰偏词, 不料己而得己, 故曰自外来也, 周一禅解卷第五, 周一禅解卷第六, 北天目道仁偶义秩序者, 下经之耳, 甘下对上, 绝, 杨于王庭, 符号有利, 告自义, 不利己荣, 利有忧望, 约世道, 则明说无将, 坐享风乐, 而所行必诀, 约佛法, 则顺己利他, 化功归己, 绝当尽断于祸, 正己果也, 夫世间, 启荣有阳而无阴, 有男而无女, 有君子而无小人, 然应居阳上, 女占男先, 小人距于君子之上, 则必将共诀去之, 必将至王庭以阳之, 必将相约相信而申明其罪以耗之, 凡此皆有利之道也, 无谓以反身修德而告自义, 不以以利真而极荣, 但使以德网化, 则无不利以, 佛法侍者, 体或法界, 即或臣至, 明告自义, 敌对相处, 明为极荣, 断约, 绝, 绝也, 刚绝柔也见而说, 绝而合, 杨于王庭, 柔成武刚也, 符号有利, 其为乃光也, 告自义, 不利己荣, 所上乃穷也, 利有忧望, 刚长乃中也, 见而说, 绝而合, 正名应以德网, 不应以利真也, 只为则光, 上利则穷利有忧望, 则以德网小人, 小人皆为君子, 而刚长乃中也, 相曰, 则上于天, 绝, 君子以师路极下, 居德则记, 路一师, 得宜居, 路不施则恩枯, 得不居则本丧, 又以此施路, 则积下而可以化人, 以此居德, 则自满而为人所记, 出旧, 状于前指, 往不胜未就, 相曰, 不胜而往, 就也, 重刚不忠, 不宜静, 而状于静步, 徒字折耳, 何能胜灾, 久而, 替号, 末夜有荣, 物序, 相曰, 有荣物序, 得忠道也, 刚而得忠, 知据知景, 居德济周, 则有荣可无换矣, 九三, 状于魁, 有凶, 君子觉觉, 独行欲语, 若如有韵, 无久, 相曰, 君子觉觉, 终无就也, 过刚不忠, 怒且信信然献于其面, 太刚必舍, 有凶道也, 君子于此, 何不自觉其觉, 舍上下四阳, 而独行其与上六应之正理, 则以德相化, 阴阳相合, 数欲语而若如, 虽比群阳不知我心, 不量我机, 或有韵者, 然化小人之道必应如此, 终无就也, 言诀诀者, 群阳以诀去小人未诀, 今无以诀不同比群阳未诀诀也, 九四, 屯无夫, 其行刺且, 千阳毁王, 闻言不信, 相曰, 其行刺且, 未不当也, 闻言不信, 聪不明也, 九四以下摇位屯下摇唇刚无柔, 如有骨无夫, 屯记无夫, 行必刺且不前, 若让比羊在前, 而随其后, 则羊仁属我所迁, 便可毁王, 但以刚不中正, 闻此善言, 绝不相信也, 羊, 指上六, 为对之主, 四以牵之, 不宜觉之, 亦不宜语之真前后也, 九五, 线路绝绝, 中行无久, 相曰, 中行无久, 中未光也, 上六柔翠如线, 而在五纲之上, 如线在路, 人人的践踏之, 接接, 彼独非昆德乎, 彼独非太极全体所成, 还聚太极全体者乎, 是一绝比群阳所绝而护养之, 乃为中行之道, 可无就而, 然在绝时, 中不免以君子小人而其心, 未肯望于大同, 故约中未光也, 圣人于父, 则尊尊以保护为阳, 于绝则尊尊以保护残阴, 阴阳岂可偏废灾, 上柳, 无好, 忠有凶, 项曰, 无好之凶, 忠不可常也, 下之五遥, 圣人所以劝戒群阳者致以, 以六居上, 虽得其震, 而阴柔才弱, 不能替好以字周背, 故中不可常不若反呼下以为够儿, 训下千上, 够女状, 勿用娶女, 约世道, 则绝之于意中者, 必将遇之于意外, 约佛法, 则绝断于或而上同诸佛者, 必巧用性恶而下遇众生, 又约究竟, 则绝是无见道, 构是解脱道, 约初心, 则绝是前会, 构是理水也, 以无耗之意因忽反于下而得其所安, 势必见状, 故九二一包而有之, 不宜使兵取之, 佛法侍者, 在佛为信恶法门, 在众生不了, 则为修恶, 九二行菩萨道, 自可视同修恶, 不令于人作恶, 又解脱道, 依得永得, 明女状, 摩索取者, 明物用取女, 理水一耳, 断曰, 构, 欲也, 柔欲刚也, 物用取女, 不可欲长也, 天地相遇, 品物贤张也, 刚欲中正, 天下大行也, 构之时亦大已灾, 不约刚欲柔而约柔欲刚者, 柔为正也, 佛法侍者, 刚是信德, 柔是修德以修显性明柔欲刚, 刚是妙观, 柔是妙止, 从止其观, 明柔欲刚, 刚是智慧, 柔是禅定, 因定发会, 明柔欲刚, 修本无家于性, 旨意不可偏甚, 定义不可偏多, 故曰不可语长也, 天地相遇, 天德的知初遥而未逊, 挠万物者莫及呼风, 其呼逊, 而万物皆其, 故曰品物贤章也, 九二之纲, 下欲初六, 上欲九五之中正, 在释法中, 则为大臣的君以辅明, 在佛法中, 则为智慧称性以臣服, 故曰天下大行也, 项曰, 天下有风, 苟, 后义施命告四方, 包乎上者反乎下, 明知曰妇, 信德也, 官慧也, 不可及致用也, 故如雷在地中而后不审方, 绝乎上者反乎下, 明知曰妇, 修德也, 指定也, 即刻以取笑也, 故如天下有风而后施告命, 够以见天的之心, 够以见十亿之大, 够及甘之大事, 够及坤作成物, 够及今生, 够及欲阵, 够及智巧, 够及胜利, 而够如以义因借小人士之, 不义漏乎, 出六, 细于精拟, 真吉, 有幽网见凶, 雷使福执竹, 项曰, 细于精拟, 柔道千也, 无君子莫智也人, 无也人莫养君子, 此事法之必应互相细数者也, 无性不能起修, 无修不能显性, 非智不禅, 非禅不智, 此佛法之必应互相细数者也, 亦因始生于下, 的九二经你以细之, 此真吉之道也, 不细则有幽网, 网则见凶, 如雷使必能执竹, 由不早未钓鱼故而, 柔道已与刚德相迁, 则互相与有诚意, 九二, 包幼于, 无久, 不利兵, 项曰, 包幼于, 亦不及兵也, 修显性, 则性有修, 定发会, 则会有定, 性修交成, 定会平等, 无旧之道也, 但可内自证之, 其可举四他人, 是法一耳, 无名无子, 其可令他人分至哉, 九三, 屯无夫, 其行赐且, 立, 无大就, 项曰, 其行赐且, 行为千也, 二进于初, 故包幼于, 三远于初, 故屯无夫, 无夫则行必赐且矣, 然虽利而无大就者, 已与初六同居训体, 但行为与柔道相牵合而, 九四, 包无于, 起凶, 项曰, 无于之凶, 远明也, 刚不中正, 执行而废修, 世会而弃定, 由世载浮, 居上而远明也, 方其高谈理性, 正称狂毁, 不知其为凶, 临命忠实, 地狱相限, 则会魔所及, 由包中无余, 起水而后知之, 九五, 以, 起几家四, 包瓜, 韩章, 有云自天, 项曰, 九五韩章, 中正也, 有云自天, 至不舍命也, 枸杞之软而长, 以此包瓜, 则其慢交细而不可解, 此九二与初六相遇之相也, 九五未够之主, 乃高居于上, 远不相及, 但以钢剑中正, 则信得九勋成种, 将欲发唤, 顾明寒章, 由其置不舍命, 不肯自暴自弃, 顾出六岁不相遇, 必有自天允罪以欲我这已, 发的本有, 名为自天, 无心弃合, 名为有允, 又九二如大臣, 能有出六之名, 与名固结, 九五如圣君, 能用九二之贤臣, 顾明寒章, 既有九二, 则并九二所欲出六之名而有之以, 名宇之, 及天宇之, 顾云有云自天, 上九, 够其角, 令, 无九, 相曰, 够其角, 上穷令也, 居够之中, 不予柔欲, 名够其角, 此如二圣偏真空会, 但免无鱼之凶, 不无交牙拜种之令也, 昆夏对上, 翠, 亨, 王甲有妙, 利见大人, 亨, 利真, 用大身即, 利有幽望, 相遇则相聚, 事出事之长也, 聚安有不亨者哉, 幽明之情粹, 顾有妙可假, 上下之情粹, 顾大人可见, 用大身以假有妙, 利幽望以见大人, 皆顺乎十亿之所当然, 所谓真也, 断约, 翠, 聚也, 顺义说, 刚中而应, 顾聚也, 王甲有妙, 智孝祥也, 利见大人亨, 聚以正也, 用大身即, 利有幽望, 顺天命也, 观其所聚, 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以, 同一致孝想而, 有诗云二贵可用, 有诗云遵久贵而, 金则云用大身即, 同一见大人而, 有诗云不利射穿, 有诗云往简来说, 金则云利有幽望, 夫其有思意于其兼哉, 以简则简, 以风则风, 可往则往, 可来则来, 皆所已顺天命而观物情而, 项曰, 则上于地, 翠, 君子已出戒气戒不渝, 扬辞胡曰, 则所以能诸水而高尚于地者, 以有房也, 名所以的安居而聚者, 不可无五贝也, 除智荣气, 戒备不渝, 皆大义之道也, 偶义子曰, 曰佛法, 则疲靡内境, 曰观心, 则密咒窒息, 初六, 有福不忠, 乃乱乃脆, 若好, 一握未孝, 物序, 网无久, 相曰, 乃乱乃脆, 其智乱也, 当脆之时, 未有不至于脆者也, 二阳未受脆之主, 而四阴脆之, 初语四味正应, 本可信也, 不忠不正, 故不能终其性, 而乃乱乃脆焉, 乃乱故若好, 乃脆故一握未孝, 言其好孝夹杂而未一握也, 然即是正应, 何所一序, 不若网从未无救而, 智乱故好孝夹杂, 名相应之理未常乱也, 六二, 隐吉无救福乃利用月, 相约, 隐吉无救, 中未遍也, 柔顺中正, 上应九五阳刚中正之君, 本无可疑者也, 乃出六与六三皆往翠于九四, 我居二者之间, 舍不自隐而出, 何以取信于九五乎, 苟隐出而得其信, 则不必用大声, 而用月亦利矣, 舍二婴儿独从所应, 故如用月, 其物甚薄, 但有二有忠德, 故不便所守以随两婴儿, 六三, 翠如皆如, 无忧力, 网无九, 小令, 相约, 网无九, 上训也, 尚无应语, 至欲翠而无从, 故皆如儿魔所力, 然当翠之时, 网从九四, 亦可无九, 但非正应故得小令, 而九四则遜以受之以, 九四, 大吉无九, 相约, 大吉无九, 未不当也, 当翠之时, 出六应之, 六三归之, 不己以臣拟君乎, 故必大吉乃的无九, 如依隐周公之中尽臣道可也, 九五, 翠有味, 无九, 匪福, 袁永真, 慧王, 相约, 翠有味, 智慧光也, 阳刚中正, 以天位而受翠者也, 然为二十应之, 上十复之, 而出于三以翠于九四以, 尽可无九, 若能望无畏已认九四, 听彼二应之匪福我, 而元翠于四者永真福改, 则九四即位无臣, 二应何亦非无名也, 故得悔亡, 设但是其位以为翠, 则智位光以, 上六, 积资惠惠, 五九, 相约, 积资惠惠, 未安上也, 以应居应, 而在上位, 心不自安, 顾积资惠惠, 以赴月于九五, 得无就也, 训下昆上, 身, 圆亨, 用剑大人物序, 难征集, 气聚而上身, 如木之身于地, 圆亨可知也, 训顺非果于有位者, 顾劝以用剑大人物序, 万物其呼逊, 而相剑呼离, 顾难争则即, 欲其向明以行智也, 团约, 柔以时生, 逊而顺, 刚中而应, 誓以大亨, 用剑大人物序, 有庆也, 难争及, 智行也, 迅木本柔, 顾必以时而生, 木之身顾必及土, 土亦以生木为公, 经九二纲中而应六五, 盖部为木之志, 义是土之志也, 项曰, 地中生木, 生, 君子以顺德, 姬小以高大, 道体本无大小, 而君子之姬得也, 顺而致之, 必有小义高大, 譬如何报之木始于为盲, 但不可, 骗心好歌, 乏, 亦不可助长而, 初六, 允申大吉, 项曰, 允申大吉, 上何至也, 未训之主, 上宇二扬何至, 故性能生而大吉也, 九二, 福乃利用月, 五九, 项曰, 九二之福, 游喜也, 生九二之求福于六五, 以各不得其政, 非如翠六二之福于九五也, 但翠之六二, 以两灵同之, 而不同之, 故中虽未辨, 而须隐及, 今生之九二, 以两灵一至, 而至相和, 故不为五九, 而且有喜, 九三, 生虚义, 项曰, 生虚义, 磨索乙也, 以兼刚之墓, 上身于柔顺之土, 何以祖哉, 六四, 王用亨于其山, 即, 五九, 项曰, 王用亨于其山, 顺世也, 训之身也为墓, 昆之身也为山, 而人之身也为亨于天地山穿鬼神, 其是不同, 其所以为顺义也, 方木之身于地, 人但以为木刻土耳, 不知木身即是地身, 以离地四为, 别无木四为故, 如太望之去冰耳亦于其, 人但以为王弃冰耳, 不知亦其即是亦兵, 以非舍兵人而别辅其人故, 六五, 真即身皆, 项曰, 真即身皆, 大德至也, 朝有君子, 则圣王之至德, 游得有乔木, 则成圆圆, 故地位有不以身穆为智者也, 九二纲中, 而五应之, 此名语以可生之道, 由圣王之设皆以生君子, 但恐其以英居阳, 不能见九二之福, 故特以真戒之, 欲其真于九二也, 上六, 明身, 立于不习之真, 项曰, 明身在上, 消不复也, 身至于明, 可以习以, 而有不习之真, 则以明而一身, 此所谓天觉也, 修其天觉, 则匹夫不畏平见, 而不复可消以, 砍下对上, 捆, 哼, 真大乱及无就, 有言不信, 生而不以避困, 此淫须消息之常也, 困心恒律, 时所以致亨, 然不以正道持之, 不以大人处之, 何能及无就灾, 涉无功行使得, 而但有空言, 绝不足以取信义, 断约, 困, 刚言也, 显义说, 困而不失其所亨, 其为君子乎, 真大乱及, 以刚中也, 有言不信, 上口乃穷也, 砍刚在下, 而未对柔所言, 刚记备眼, 水漏则哭, 困之相也, 触险而说, 肃患难行乎患难, 顿世无闷, 不改其乐, 非君子其熟能知, 九二九五, 皆以刚而得忠, 此大人之真, 及之道也, 苟不守此真, 而图上口, 士族已取穷而以, 相曰, 则无谁, 困, 君子已致命遂至, 水在则下, 则中无水, 枯搞穷困, 此已定之命也, 君子致之而以, 岂容作义而不顺受, 刚中故处显能说, 此在我之至也, 君子则心遂之, 岂应颠配而或稍微, 初六, 囤困于珠穆, 入于幽谷, 三岁不敌, 相曰, 入于幽谷, 幽不明也, 六摇接触困者也, 为刚中大人能不失其所亨, 初六居下, 囤之相也, 上映九四之珠穆, 震荡困时, 不能相避, 而英居显出, 则如入于幽谷, 三岁不能相见矣, 九二, 困于九十, 诸福方来, 利用亨四, 真凶, 五九, 相曰, 困于九十, 中又庆也, 当困之时, 能以刚中自养, 顾名困于九十, 九五阳刚中正之君, 必将以诸福息我, 使我同济时困, 我但当默然以诚应之, 如亨四然, 若聚枉则必有凶, 而志在旧时, 人无旧也, 中又庆即是真大忍即, 此如依饮旧汤, 福, 必兮也, 六三, 困于十, 聚于吉利, 入于其宫, 不见其妻, 凶, 相曰, 聚于吉利, 成刚也, 入于其宫, 不见其妻, 不祥也, 阴柔不忠不正, 居于二阳之间, 四如石, 二如吉利, 上六不与相应, 固入其宫而不见其妻, 犹无真详之德, 所以自取其凶, 九四, 来徐徐, 困于京车, 令, 有忠, 相曰, 来徐徐, 志在下也, 虽不荡位, 有欲也, 夫处困而亨, 非刚中者不能也, 九四正在困时, 犹不能忘情于初六, 而来徐徐, 既志在初六, 岂唯不与九二合得, 反困于九二之金车而令已, 然九二刚中, 必能与我同济时困, 不因我不当位而遂弃我, 故可有终, 九五, 一月, 困于赤福, 乃徐有说, 利用祭祀, 相曰, 一月, 智未得也, 乃徐有说, 以终止也, 利用祭祀, 受福也, 九五阳刚中正, 居于尊位, 是天下如意生者也, 上六困于阁磊, 如意我之笔, 出六困于诸木, 如月我之族, 我方赖九二同行即困, 犹如赤福, 而比方困于九十, 则是我困于赤福也, 然九二中之, 必须应我而有悦, 我当结成以感知, 如祭四然, 数可以受福以, 上六, 困于阁磊, 与涅溃, 约动毁有悔, 真吉, 相约, 困于阁磊, 未当也, 动毁有悔, 即行也, 处困之吉, 可以动而行矣, 阴柔才弱, 一律未当, 由千禅而不自安, 聚其动而有悔, 而美自退毁也, 故圣人只以真吉觉知, 训下砍上, 紧, 改意不改紧, 无丧无德, 往来紧紧, 弃智, 亦未欲紧, 雷其平, 凶, 夫紧者, 居其所而迁者也, 知紧之居所而迁, 则知困之穷而通矣, 故赐困而明矣, 亦可改, 矣不可改, 可改则有丧有德, 既不可改, 何丧何德, 使水者往, 为使者来, 人又往来, 井何往来, 下平将即与水约弃至, 得水收神为静约为玉井, 玉井则有功, 为玉雷其平则凶, 死皆仁之得丧, 非井之得丧也, 知井无得丧, 则知信得六而常吉, 知人有得丧, 则知修得吉而常柳, 故曰谨得之地也, 又曰谨以便意, 断曰, 迅乎水而上水, 井, 井仰而不穷也, 改意不改井, 乃亦刚中也, 气质亦为玉井, 为有功也, 雷其平, 事以凶也, 水轮寒地, 故凿地者无不得水, 欲如来藏性据一切应介入等, 故观应介入者无不得物藏性, 但贵以妙止观力深入而显发之, 藏性亦显, 自养养他更无穷敬也, 困之真打人及, 约以刚中, 经改意不改井, 一约乃以刚中, 困四专止修得, 其时发明全修在性, 经四专止性得, 其时要人全性起修, 故随名为有功而雷平则凶, 其重修得甚矣, 项曰, 墓上有睡, 井, 君子以劳民劝向, 负担水惠人, 则所急者寡, 早净任急, 则所润者多, 丹水者有作善, 早净者无作善也, 君子之位劳于民也则劝其交香味养焉, 故养而不穷矣, 初六, 井仪不实, 就井无情, 项曰, 井仪不实, 下也, 就井无情, 施舍也, 井之六遥, 三阴未尽, 三阳未全, 出居最下, 故项如泥, 不为人不实之, 情亦不顾之矣, 礼及佛也, 久而, 井谷舍父, 问必漏, 项曰, 井谷舍父, 无语也, 在下之中, 故为井谷, 有权可以舍父, 而尚无应语, 如问记必漏, 不能相及也, 于知智晓者名父, 盖指出六, 此事名字即佛, 保有闻勋, 未成法器, 九三, 锦械不实, 为我心策, 可用疾, 亡民, 并受其福, 项曰, 锦械不实, 行策也, 求亡民, 受福也, 以阳居阳, 其权解以, 由居下挂, 不为人识, 事可测也, 上六应之, 故可用疾, 盖王济明而用闲, 则闲者之福非只独寿而已, 此事观行疾佛, 原福五助故谨谢, 为正理水故不实, 以求诸佛加倍, 则可自立立他也, 六四, 锦咒无久, 项曰, 锦咒无久, 修锦也, 咒者, 以瓦石包弃其棒, 所以欲污而结权者也, 故曰修锦, 此事相似即佛, 从丝会入修会, 欲二边之屋, 而结忠道之权, 九五, 锦列韩全时, 项曰, 韩全之时, 中正也, 阳刚中正, 权之至杰而凌然者也, 功及于物, 故得时之, 此事分正即佛, 忠道理税, 自立立也, 上柳, 锦收物目, 有福元吉, 项曰, 元吉在上, 大臣也, 以应居上, 如锦之收, 收, 即锦拦, 长漏之而物目, 众皆吉之, 而所养无穷矣, 此事就尽即佛, 功得满足, 敬畏来寄恒润众生, 离下对上, 格, 以日乃福, 元亨力真, 毁亡, 夫一改而景不改者, 言其处也, 敬就, 则无情而泥, 可服格乎, 学者以变化气质未先, 由火之断金也, 方其虾也, 金碧苦之, 祭虾尘气, 而后信火之功也, 此格之道, 及乾坤之道, 大亨以震者也, 为信雇有灰, 以夫则毁亡以, 断约, 格, 谁或相习, 二女同居, 其智不相得, 约格, 以日乃福, 格而信之, 文明已说, 大亨以震, 格而当, 其毁乃亡, 天地格而四时辰, 汤无格命, 顺乎天而应乎人, 格之时大亿灾, 格而信之, 明为格则人不信也, 格而当, 乃使人信, 其毁乃亡, 明不当则毁不亡也, 虚如天地之格时, 汤无之格命, 方可取信于人而, 格何容易, 项曰, 则终有火, 格, 君子以智力名时, 时无时法, 依于色星分为甲力, 星无形象, 依色表剑, 色有共相即不共相, 共相之在上者为日月星, 素百加西亚人, 因日月星, 素百加西亚人, 周行于天, 据其所立之度, 以明春夏秋冬之时, 春则万物皆春, 乃至冬则万物皆冬, 顾知时为新鲜, 无在而魔所不在, 犹如火性无我, 亦无在而魔所不在, 虽则终亦自有之, 比大海中火光长起, 及其燕也, 出旧, 拱用黄牛之格, 项曰, 格用黄牛, 不可以有位也, 离位能格, 对位所格, 而出酒居下, 尚无应语, 此不可以有位者也, 但用黄牛之格以字巩固可儿, 六儿, 以日乃格之, 真吉无酒, 项曰, 以日格之, 行有家也, 阴柔中正, 为离之主, 得格物之全能者也, 格必以日乃福, 而上映九五, 是其佳配, 故真吉而无酒, 九三, 真凶真利, 格言三九, 有福, 项曰, 格言三九, 又贺之以, 过刚不忠, 而映上六, 上六阴柔的阵, 乃君子而如文报者也, 何荣更以刚造格之, 真则必凶, 虽得其真, 义人为力, 但可自格以相顺从, 其言至于三九, 数亿可以取信也, 九四, 毁王, 有福改命吉, 项曰, 改命之吉, 信至也, 对经之之, 本呆侠已成器, 而九四无应于下, 则无肯成我者, 毁可之也, 但刚而不过, 又附近于离体之上, 其至可信, 顾毁王而有福, 可以改其所并之定命, 而日静于自立立他之寓义, 九五, 大人虎辩, 为战有福, 项曰, 大人虎辩, 其文秉也, 以阳刚中正之大人, 又得六二阴柔中正之印以辅助之, 顾如虎之神辩, 并忽有文, 不代战而足以取信于天下也, 上柳, 君子抱便, 小人革面, 真凶, 居真吉, 项曰, 君子抱便, 其文位也, 小人革面, 顺义从君也, 抱一生而有文者也, 但呆时而变现而, 九三刚造小人, 既见其变, 一格言三就已相顺从, 然景格面, 为使格心, 君子正不必申求也, 若欲令心格而亡真之, 未免得凶, 为居真以莫化之则吉, 训下离上, 顶, 原吉亨, 格物者莫若顶, 死桃贤助圣烹佛炼祖之气也, 安德不原吉而亨栽, 断曰, 顶, 向也, 以目训火, 亨认也, 圣人亨已想上帝, 而大亨已养圣贤, 训而耳目聪明, 柔静而上行, 得忠而应呼刚, 是以缘亨, 出音为足, 二三四阳为父, 五音为耳, 上阳为炫, 非顶向乎, 以目训火而亨认, 非顶用乎, 物为顶之道小, 圣人亨已想上帝, 亦次顶而, 即大亨已养天下圣贤, 亦次顶而, 何必离世别求离灾, 且以挂得言之, 内则迅顺, 外则离而耳目聪明, 六五以柔为离之主, 静而上行, 得忠为而应九二之纲, 此其非圣贤佛祖自逃自助自蓬自恋之道, 其缘亨也已已, 项曰, 目上有火, 顶, 君子以正位宁命, 顶着, 国之重宝, 君位之所祭也, 得其道以正其位, 择命可宁, 得不称位, 择命去而顶随去矣, 约项明之, 得如木, 命如火, 有木则有火, 木镜则火王, 有得以正其位则命宁, 得王则命王, 故约为命不于长也, 出六, 顶颠指, 立出否, 得妾以其子, 无久, 项曰, 顶颠指, 未备也, 立出否, 以从贵也, 出位顶指, 应似顾颠, 然及其位碰雾而颠之, 就机否恶从此可出矣, 颠指如德妾, 出否如德子, 目以子贵, 应其子而知的妾之未备, 应出否而知颠指之有功也, 九二, 顶有时, 我愁有疾, 不我能疾, 疾, 项曰, 顶有时, 顺所知也, 我愁有疾, 终无有也, 二当顶腹之下分, 阳刚顾位有时, 上映黄尔精炫之六五, 能护守之, 初虽颠指而有疾, 终不害己我也, 然在尔, 则宜甚所知已, 九三, 定尔阁, 其行赛, 至高不识, 方语窥晖, 终极, 项曰, 定尔阁, 诗其一也, 三当顶腹之中分, 其识与美, 有至高可识矣, 尚无应语, 如顶方格尔而不可行者焉, 赖六五柔中之黄尔, 冠上九刚而不过之欲炫, 方将举二以及三, 如阴阳之和而得语, 则可以窥毁而终即矣, 怀道而不思致用, 故识其意, 有所云不识无意, 机之使即时行道也, 九四, 顶者足, 复公, 幽, 文家术, 其行我, 凶, 相曰, 复公素, 性如何也, 四当顶腹之上分, 其时记满, 而下映出六, 则不胜其重, 足云者已, 行貌能无难悍忽, 使也不自知其得薄, 知小利小, 望具尊位, 而谋大任重, 今一旦不胜其任, 此其所自信者未如何也, 六五, 顶皇耳精炫, 力真, 相曰, 顶皇耳, 终以为时也, 无畏顶耳, 而又终得, 故其色黄, 以虚寿时, 故畏精炫, 炫及纸上酒也, 以炫贯耳, 以耳俱顶, 净天下圣贤而养之, 岂非圣人大亨之正道乎, 然六五字本无时, 特下印九二之纲中以之为时, 即以此而养天下, 所谓为天下的人者而, 上酒, 顶玉炫, 大吉无不利, 项曰, 玉炫在上, 刚柔皆也, 尚未鼎炫, 自六五官之, 则如金之纲, 自其纲而不过之得言之, 则如玉之润矣, 金玉猛火则荣, 玉非火所能坏, 以此举定, 故大吉无不利也, 正下正上, 正, 哼, 正来细细, 笑颜哑哑, 正经百里, 不丧彼唱, 主重弃者莫若长子, 长子未有部分动已出者也, 故正则必哼, 然其哼也, 必有道已至之, 方其出动而来, 细细呼, 如银虎之舟环顾律, 人不失其何, 而笑颜哑哑, 夫为存于己者既言且何, 以此守重器而为己主, 纵欲正经百里之大便, 能不丧其彼唱以, 佛法侍者, 以念出动, 即以四性四韵而推减之, 名为细细, 知其无性无声, 名为笑颜哑哑, 烦恼夜镜种种模式横发, 名为正经百里, 不失定会方便, 名为不丧彼唱也, 断曰, 正, 哼, 正来细细, 恐制服也, 笑颜哑哑, 后有则也, 正经百里, 经远而聚而也, 初可以守宗妙设计, 以为记住也, 恐惧乃能制服, 服不可以信妖, 所谓身于忧患也, 哑哑亦非放异, 人不失其法则也, 为其养之有素如此, 故虽当今远距而知便, 人皆退弊, 而天能出此凝定之神已当之, 可以守宗妙设计而为记住也, 为记住, 即是不丧彼唱住脚, 相曰, 见雷阵, 君子以恐惧修审, 君子不忧不惧, 其似雷见正儿后恐惧修审灾, 恐惧修审, 正指平日不读不闻圣读功夫, 平日功夫能使善长恶消, 犹如见雷能使阳书因散也, 为其恐惧修审惯于平日, 故虽欲见雷, 亦父不忧不惧以, 问曰, 孔子迅雷锋烈必变, 复云合通, 答曰, 此事与天地合得, 辩则同辩, 亦非幽惧, 初九, 正来细细, 后笑颜雅雅, 即, 相曰, 正来细细, 孔志福也, 笑颜雅雅, 后有则也, 六遥皆明恐惧修审之道, 而得有优劣, 为有当否, 顾及凶分焉, 初九刚正, 为正之主, 主弃莫若长子, 即可知已, 六二, 正来细, 亦丧辈, 基于九龄, 物竹, 七日得, 相曰, 正来细, 成刚也, 六二成出九之刚, 盖炎淡切磋之味有也, 借此身自替力, 以正刷我阴柔懦弱之席, 举无平日所谓中正纯善多种宝贝尽丧不顾, 直击于甘见高明之九龄, 物更留意求逐, 然至于七日, 父其顾位, 则中正纯善之德仍在矣, 六三, 正苏苏, 正行无审, 相曰, 正苏苏, 为不当也, 三远于初, 初之所以经发我者, 苏苏而不切矣, 三当自以正行, 勿应远于未有, 而换其恐惧修审之功, 则无审也, 九四, 正遂逆, 相曰, 正遂逆, 为光也, 九四亿正主也, 以阳居阴, 复现四阴之间, 随似见智, 遂施其微而入尼, 其能如细细雅雅之有光灾, 六五, 正往来历, 亦无丧有事, 相曰, 正往来历, 为行也, 其事在终, 大无丧也, 正六二者为初九, 顾但云来历, 正六五者, 则初九与九四也, 初正寄往, 四正赴来, 五的借此以自替力, 令所行日静于高明, 故曰为行, 有所云邦有道为言为行也, 以六居五, 不过于柔, 又得忠道, 故其得甚多, 而毫无所丧, 但有恐惧修审之事而, 上六, 正所所, 是绝绝, 真凶, 正不于其功, 于其灵, 无久, 昏够有言, 相曰, 正所所, 中未得也, 虽凶无久, 为灵戒也, 出九之纲, 故不足以己我, 九四正亦岁逆, 身以所所无于微矣, 而阴柔若即, 方且是绝绝而黄或无措, 以此争亡, 则忠心无主, 神以先乱, 胸可知也, 然正既不及其身, 至及其灵, 即因正灵而恐惧修审, 亦可无久, 但或未至而先防, 乃明者保身之道, 躺欲昏够伤之, 必反以为欲而有言以, 君子可福自免忽, 更下更上, 更其悲, 不获其身, 行其停, 不见其人, 无久, 浮动与止, 虽是相对待法, 亦是相连属法, 又是无实性法, 究竟是无二体法也, 不动曰止, 不止曰动, 此曰相对待言也, 应动有止, 应止有动, 此曰相连属言也, 止其动则未进, 止其进则未动, 动其止则未动, 动其动则未止, 此曰无实性言也, 止即是动, 顾及记横感, 动即是止, 顾及感痕迹, 此曰无二体言也, 之动止无二体者, 是可语言之意, 夫人之一身, 五官备于面, 而五脏司之, 五脏居于腹, 而已被戏之, 然玄黄诸子沉于前, 则芬然情起, 若沉于背, 则浑然枉之, 顾世人皆以背为止也, 然背之止也, 纵令五官近物于情欲, 而人自济然, 歹情之动也, 纵父以背原谋所分别, 而必尽随网, 故以面从背, 则背指而面亦随指, 以背从面, 则面行而背亦随行, 就近面之与背, 原非二体, 不可两判, 经此挂上下皆更, 指而又指, 是更其背者也, 更背何以能无救灾, 是必不获其身, 行其亭不见其人, 思无就耳, 身本非时, 特以情欲故知, 望见有身, 经向近时观察, 其中间者属地, 润者属睡, 宣者属火, 动者属风, 眼耳逼舌亦齐用, 四只投足亦齐名, 三百六十古节, 八万四千豪巧, 毕竟已何谓生, 生计了不可得, 即使力赦万变, 又岂有人相可得哉, 顾行其亭而亦不见其人, 此则止不爱行, 即行横止, 顾无就也, 断曰, 更, 止也, 失止则止, 失行则行, 动静不失其时, 其道光明, 更其止, 止其所也, 上下敌应, 不相语也, 事已不获其身, 行其亭不见其人, 无就也, 止其行而未静, 止其止而未动, 动静以时, 无非妙止, 顾其道光明也, 止非面强之止, 所非处所之所, 特异法法本不相知, 法法本不相道, 由此挂之上下敌应而不相语, 事已密身了不可得, 虽行其亭, 而亦了无人相可见, 何于光明之道而无过也, 项曰, 奸山梗, 君子已私不出其位, 两山并至, 各安其位者也, 事故草木生之, 情受居之, 宝藏心焉, 畏畏无非法借故也, 君子于此非不思也, 知离此现前之位, 别无一法可得, 故思不出其位, 不出位而横思, 则非苦搞寂灭, 思而不出其位, 则非持逐纷云, 横思则能尽其位之用, 故一切悬甘转坤事也, 无不从此法界流, 不出则能称其位之量, 故一切为天欲物功能, 无不还归此法界, 初六, 更其指, 无就, 立永真, 相曰, 更其指, 未施正也, 居更之下, 其位未止, 止之于初, 不另觅于所欲网, 思故未施正而无就已, 然必立于永真, 施指则止, 施行则行, 乃或蹲更知己耳, 六耳, 更其肥, 不正其随, 其心不快, 相曰, 不正其随, 未退听也, 止也, 肥也, 故也, 皆随心而未行止者也, 然止无力, 不能自专, 又正行时止缘自止, 经六二其位未肥, 而以阴居阴, 当更之时, 立能专止而不随心动, 故曰不整其随, 此非动静不失其时之道, 盖由未肯迁退, 而听命于天君, 故令其心不快, 九三, 更其限, 列其淫, 立熏心, 相曰, 更其限, 唯熏心也, 三位在线, 而以刚居刚, 为更知主, 则妖坤应直, 不可屈身者也, 夫上下本自相连, 犹如迎然, 经分裂而不相细数, 其为力不易熏心以乎, 六四, 更其身, 五九, 相曰, 更其身, 止诸功也, 四位在于胸腹, 断云更其背, 而此之云更其身, 身指责背不带言矣, 夫千千万谋皆由身起, 精英柔的震, 能止诸功, 何就之有, 杨归山曰, 谣言身向言功者, 身为身, 屈为功, 屈身在我不在乌, 兼咬语相, 是屈身兼用矣, 六五, 更其福, 言有序, 毁王, 相曰, 更其福, 以终正也, 无畏在心, 心之身有辅以轩, 而以应居扬, 又复得忠, 能于言未出口前预定其横, 故言无妄发, 发必有序, 而口过忠可免以, 上九, 敦更, 即, 相曰, 敦更之即, 以后终也, 为更之主, 居挂之中, 可谓止于至善, 摩索不用其极者已, 性得本厚, 而修得能称性负之, 故曰以后终也, 正为长男, 故举甘之全体代用而细于其出, 更为少男, 故举甘之全体代用而敦于其上, 亦时亦中, 知己仁守之功悲, 非动非境之体负乙, 更下训上, 简, 女归及, 立真, 夫敦更既非面强, 则止而不失其行之时矣, 行之以训, 故明曰见, 君子将至身矣有位, 必如女之归夫, 始终以礼而非苟合, 乃得吉儿, 苟不利争, 则造尽故族取入, 虽见尽一起能证人哉, 佛法侍者, 礼则顿悟, 成物并消, 如正戏而更敦, 是非顿除, 因此地静, 如女归而见静, 又此地禅门名之为女, 即是禅而达实相名之为归, 以缘解辩修是禅名之为真, 断曰, 见之静也, 女归及也, 静得为, 往右宫也, 静以正, 可以正邦也, 其位, 刚得中也, 止而逊, 动不穷也, 静有顿见, 精明以见而静, 故如女归则吉也, 得位则往右宫, 躺静不得位, 则不可往明以, 以正则可正邦, 躺静不以正, 则不能正邦明以, 然此挂何以为静的位, 则有九五纲的中而, 何以为网有功, 则有指而逊故动不穷而, 指者动之缘, 涉无止体, 则移动即穷, 如勾快音与赞音, 可力呆其何也, 向曰, 山上有墓, 剑, 君子以居贤得善俗, 墓在山上, 以剑而长, 观者不觉, 君子居得亦富如是, 山有桥墓, 则山亦高, 俗有居贤得知君子, 则俗亦善, 初六, 红剑鱼鱼, 小字立, 有言, 无就, 向曰, 小字之立, 亦无就也, 红绝山曰, 剑何以向红也, 红, 水鸟, 目落南降, 兵叛北卒, 出则有识, 居则有序, 苏眉山曰, 红, 养鸟儿水居, 在水则已得路未安, 在路则已得水未乐者也, 出六阴遥, 如红在水, 尚无应语, 故未见于水牙, 于人则未小字, 正宜甘甘涕力, 且宜有言以求人之切磋琢吗? 如红在干, 而哀明密办, 乃无就也, 无应本已有就, 以当见出, 而能自立, 则其亦可无就矣, 六二, 红见于盘, 饮食看看, 即, 相曰, 饮食看看, 不肃宝也, 二亦在水, 而应久五, 则如箭于磐石, 饮浊皆和乐矣, 养道已呆时, 岂无事而食灾, 九三, 红箭于路, 夫针不负, 夫针不愈, 胸, 利欲寇, 项曰, 夫针不负, 离群丑也, 夫针不愈, 施其道也, 利用欲寇, 顺香宝也, 九三扬瑶, 如红在路, 尚无应语, 则无水矣, 红不乱配, 而六四亿无应语, 与三相邻, 设三针而从四, 则为离红群而可仇, 设四辅而救三, 则为施其道而虽运亦不敢欲, 胸可知矣, 夫妃配而思相未配, 以礼言之则寇也, 三若守正而欲知, 则在我既无离群之仇, 在四亿无师道之凶, 乃可顺香宝而, 六四, 红见于目, 获得其绝, 五九, 相约, 获得其绝, 顺以训也, 四亿再睡, 而成九三之纲, 不足安生, 如见于目, 非红之所能欺, 以红之指连, 不能握目顾也, 获得其恒而且大有如绝者, 竖姬可以无救, 意指上负九五言之, 盖以应居应则顺, 未训之主则训, 故可记其无救而, 九五, 红见于灵, 负三岁不运, 终末之圣, 即, 相约, 终末之圣即, 的所愿也, 五本再路, 而居尊位, 则如高灵以, 下应六二之父, 方引师看看以字养, 非九三之所能污, 故三岁不运终末之圣而即也, 圣王得明是之臣, 满其梦补求贤本愿, 不亦快呼, 上九, 红见于路, 其语可用未移, 即, 相约, 其语可用未移即, 不可乱也, 上亦在路者也, 但九三位目落南祥之路, 入于人中, 故凶, 上九位兵判北归之路, 超于天外, 故及, 所谓红飞明明, 义者和睦, 但可远望其语, 用未高人达士之以则尔, 又凡红飞之时, 成配者以赐在后, 孤儿无履者, 独在于前, 经上九超然物外, 下无应语, 如世间亦夫, 智不可乱, 故己也, 以语未宜, 则其为用也大矣, 故约圣人百事之师, 对下阵上, 归媚, 真凶, 无忧力, 夫剑而静者, 未有不归其所者也, 以少女而归长男, 过已相遇, 亦记得其所归, 然亦归则当终身守之, 若更他妄则凶, 又设以少女用事善权, 则磨所力, 佛法侍者, 修赐地禅, 盖设世间是定而归佛法正会者也, 躺之用此是定而设化仪, 则必度于爱见之网而凶, 若单者此定, 则于偏权取尽而磨所力也, 断曰, 归媚, 天地之大义也, 天地不交, 而万物不新, 归媚, 人之忠实也, 说已动, 所归媚也, 真凶, 未不当也, 无忧力, 柔成刚也, 如人有正配而不欲, 则必取少女以欲子, 此亦天地之大义, 以立国君用名士为宰府, 不妨用小财小得为百官, 关心用妙定和妙会, 不妨用此地诸禅住神通, 设使天地不交, 则万物不新, 故归媚者, 乃人道之以忠而成使者也, 夫如是, 则归媚何过, 独恨其以说而动, 则名为祭祀, 实在情欲, 如国君名为群僚, 实在便必, 关心名为助道, 实在未禅, 故所归者名为媚也, 女社夫而她是, 臣社君而她枉, 定社会而独行, 则必得凶, 以挂中阴瑶之位皆不当故, 女是爱而私辰, 臣是宠而窃柄, 定九席而担者, 则无忧力, 以挂中六三之柔, 臣九二出九之刚, 六五上六之柔, 臣九四之刚故, 相约, 则上有雷, 归媚, 君子以咏中之弊, 方雷之动, 必敢于则, 而雷则一席, 则恒如故, 此其可谓夫妇恒久之道, 一起君臣相遇之道, 一起定会君平之道乎, 君子之于事也, 为侠问其所事, 先律永其所忠, 苟亦永中未律, 则之归媚之必以, 习有贤达, 年高无子, 事不取切, 其妻已为妨己之度也, 完转劝曰, 君物济我, 以至无后, 贤达曰, 无其不知青有贤得哉无年老矣, 社取又切, 未必得子, 无眉之后, 彼当如何, 事已是福为耳, 其妻有未深信, 乃密房亦少爱, 后嫁买之, 至酒余房, 又其夫与之同隐, 抽身出房, 反锁其门, 贤达亦然从窗月初, 欲其其曰, 无其已衰退之身无比童女, 令彼后办事进退失措也, 信素还比父母, 勿追其嫁, 于是妻及轻有无不探服, 为己, 其乎受胎, 连玉三子, 后皆显达, 一, 此所谓永中之必, 以得动天折乎, 圣人于团传中, 随顺恒情, 则以天地大义许之, 于大象中, 劝修应得, 则以永中之必行之, 知此义者, 亦可治国, 亦可观心乙, 出咎, 归魅以帝, 博能吕, 真集, 相曰, 归魅以帝, 以恒也, 博能吕即, 相辰也, 此卦以下对魏魅, 以正魏所归者也, 对三瑶中, 六三魏魅, 而出九九二从嫁者魏帝, 正三瑶中, 九四魏所归主, 而六五如帝以之主婚, 上六如宗庙之寿祭, 经出九以刚正之德, 上从六三之魅, 归于九四, 而魏其帝, 六三如伯, 呆出能吕, 故得真集, 帝之魏德, 贵在能恒, 相辰于三, 则三集而出一集以, 九二, 妙能是, 利幽人之真, 相曰, 利幽人之真, 魏辩长也, 以刚中之德, 亦从六三而魏帝, 六三如秒, 呆二能是, 夫不自有其名, 而使人或其事, 非幽人之真其俗能之, 然亦指示地德之常耳, 六三, 归魅已须, 反归以帝, 相曰, 归魅已须, 为当也, 为对之主, 恐其说之意动也, 故戒之曰, 须呆六五之命, 物令人轻我, 而反重我之地已归也, 由魏未当, 故戒之, 九四, 归魅千其, 持归有时, 相曰, 千其之志, 有待而行也, 三即虚五命而后归我, 则我之归魅不迁其乎, 然虽持归, 会须有时, 如大顺不得复命, 则呆帝遥之命而行也, 六五, 帝已归魅, 其君之魅, 不如其地之魅梁, 岳己望, 即, 相曰, 帝已归魅, 不如其地之魅梁也, 其魅在终, 以贵行也, 五魅帝已, 六三魅魅, 以称女君, 出九九二魅帝, 以魅而论, 则三不如出之羽而, 以女而论, 则如月己望而圆满意, 夫以帝女之贵, 而能行驾于下, 不骄不抗, 岂非吉之道乎, 上六, 女臣匡无时, 是窥阳无血, 无忧力, 相曰, 上六无时, 臣虚匡也, 正位对所臣之匡, 对位正所窥之阳, 三臣于六, 匡则无时, 六窥于三, 杨则无血, 顾无忧力, 盖身不积德, 死后无灵, 不能使子孙繁衍, 至于不或以而归昧, 此非女士之过, 皆上六无时之过也, 君子永中之弊, 早见及于此矣, 周一禅解卷第六, 周一禅解卷第七, 北天目道仁偶异秩序者, 下经之三, 离下镇上, 风, 亨, 王甲之, 悟忧, 一日中, 家有妻妾则风, 国有多土则风, 关心有事缠住道则风, 风则必亨, 然非王不足以至风, 风则可忧, 而物图忧, 但宜如日之明照万会可也, 断曰, 风, 大也, 明已动, 故风, 王甲之, 上大也, 悟忧一日中, 一照天下也, 日中则则, 月银则时, 天地盈虚, 与时消息, 而旷于人乎, 旷于鬼神乎, 明而不动, 动不以明, 皆非王者之道, 皆不可以至风, 故为妄乃能上大而, 所谓物忧一日中者, 亦非旨之令其不则, 正宜用其名以照天下, 则不为风所避也, 至于这时盈虚, 虽天地不能为时, 徒忧何意, 相曰, 雷电皆至, 风, 君子以折玉至行, 折玉如电之照, 至行如雷之威, 天之雷电, 偶宜至焉, 常至则物必坏, 君子之用行欲, 不得已而, 轻用则明必伤, 天之雷电必在盛下, 君子之用行欲, 必于风乐康复之时, 出旧, 欲其配主, 虽寻无久, 网友上, 相曰, 虽寻无久, 过寻灾业, 他挂六摇, 每亿阴阳相应味得, 所谓审前钢客高明柔客也, 为礼六摇, 则阳与阳相得, 阴与阴相得, 所谓强服有钢客谢有柔客也, 出九钢阵, 欲九四为其配主, 互相砥砺, 顾虽寻无久, 而网友上, 若不肃网, 至于过寻, 不免日中则则而有灾矣, 六二, 风其部, 日中见斗, 网的一集, 有福发若, 即, 项曰, 有福发若, 信义发至也, 六二为离之主, 致名者也, 上于六五柔中和德, 可以互相滋意, 而六五为九四所格, 如礼其部而日中见斗者焉, 夫六五谢有, 可以诚感, 而不可以急应, 顾往则反的一集, 唯有福发若则急, 盖姓以除疑, 发以彻不也, 不本无时, 应以故有, 至发则以除, 以除, 则不彻而见九二之日矣, 五本贤君, 故其至可发, 九三, 风其配, 日中见末, 折其右躬, 五九, 项曰, 风其配, 不可大视也, 折其右躬, 中不可用也, 以刚正而居离体, 可以照天下者也, 应于上六, 阴阳交而配然大雨, 故于日中淡见水莫纷飞, 失望甲上大之事, 中不可以有位矣, 明末若左, 动末若右, 上六居正之急, 妄动自伤, 故在九三如折幼宫, 四上之久, 非三就也, 九四, 风其部, 日中见斗, 欲其遗嘱, 即, 项曰, 风其部, 位不当也, 日中见斗, 幽不明也, 欲其遗嘱, 即行也, 以阳刚为阵之主, 星云必曰, 故为风不见斗, 信欲出九刚阵, 如日方生而往友上, 力能等我而为遗嘱, 相遇催散阴霾, 行照天下, 不失风亨之意, 顾及也, 六二之风不见斗, 乃至六五被九四所毕, 经九四则自封其部, 至始日中见斗, 故以为不当幽不明则之, 六五, 来章, 有庆欲, 即, 相曰, 六五之即, 有庆也, 柔中居尊, 而六二以信发之, 虽全赖比黎明之德, 一时有我能来之也, 君臣何德, 天下虚蒙其庆矣, 上柳, 风其屋, 不其家, 窥其户, 门阿贝其无人, 三岁不敌, 凶, 相曰, 风其屋, 天际响也, 窥其户, 门阿贝其无人, 自藏也, 以阴居阴, 处阵之即, 礼之上, 拒绝黎明, 唯恐荣光之祸召及我也, 故封其屋, 则唐高树任, 非言邪诀, 若欲详于天际者, 不其家, 则多赦复辟, 身自藏隐, 纵亏护儿, 门阿贝, 若无忍者, 此乃从暗至暗, 虽至三岁有不相敌, 凶河如哉, 三岁延其神九, 亦以格于九三, 共三遥故, 更下离上, 绿, 小亨, 绿真吉, 日中则则, 月银则石, 故赐风之后明绿也, 风已上大, 绿亦小亨, 真其有大小灾, 再大则大, 再小则小, 耍不诗其真而已, 不诗其真, 则无枉而不及以, 断曰, 吕, 小亨, 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 指而立乎明, 是以小亨吕真吉也, 吕之石亦大以栽, 在外顾名为吕, 处吕莫上于柔, 用柔莫贵于德中, 德中则能顺刚, 而天下无难处之境矣, 只顾能随遇而安, 立明顾能见机而坐, 此吕之真, 吉甘之真, 吉坤之真, 吉大义之真也, 从来大胜大贤, 自天子至于庶人, 吾不全以乾坤大义之真而处履, 吾不及于履时而聚见乾坤大义之真者, 聚可以造次而呼其时亦之大哉, 佛法侍者, 下三土无非履伯迁三土中作大佛侍, 故时亦大, 若以济光法身世之, 人名小亨, 项曰, 山上有火, 律, 君子以名圣用行而不流欲, 山如亭舍, 火如过客, 君子之审方寻寿也, 法离之名, 法更之审, 故行可用而欲不可留, 盖舍使流欲不绝, 则不为失离之名, 一切施更之甚矣, 关心侍者, 念起即绝, 绝即推破, 不剁调毁也, 初六, 律所所, 私其所取栽, 项曰, 律所所, 至穷栽也, 阴柔在下, 不忠不振, 律而所所者也, 所所有云谢谢, 犹无高明远大之志, 所以自取其栽, 六二, 律即赐, 怀其资, 的同仆真, 项曰, 的同仆真, 终无有也, 当律之时, 各已在上相近之遥位赐位处位朝, 而阴宜一阳, 阳一复阴, 经六二阴柔中正, 顺乎九三之刚, 顾为即赐, 以阴居阴, 而再更体, 为怀其资, 下有所所之初六, 而无二心与我, 为得同仆真, 夫及赐怀自由属外缘, 得同仆真则有内得, 有得如是, 可谓屡真即以, 终无有, 九三, 屡焚其赐, 丧其同仆, 真历, 项曰, 屡焚其赐, 亦以商矣, 亦律于下, 其亦丧也, 三以四位其赐, 而以阳玉阳, 又属离体, 故焚其赐而亦可商矣, 又复过刚不忠, 处此屡时, 由不知所以善于其下, 致使同仆离心远去, 死其人之罪也哉, 九四, 屡于处, 得其赐福, 我心不快, 项曰, 屡于处, 为得为也, 得其赐福, 心为快也, 君子行义, 志缘不再赐福, 九四禁负六五, 辽可处已, 以阳居因, 因畏赐福, 由云赐粮, 可以致用, 顾明赐福, 然五方在履, 不能及待用我以行其赐, 顾虽或于处, 而由畏得为也, 继畏得为, 顾虽得其赐福, 而于行道之心人未快也, 六五, 设至义始亡, 终以御命, 项曰, 终以御命, 上歹也, 此证所谓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者也, 虚心以昭天下之嫌以济无虑, 如设至者, 虽或亡其衣食, 终必得至, 故人欲知, 天命之矣, 盖矣仁和天, 天必幼之, 名为尚歹, 尚酒, 鸟焚其朝, 旅人先笑后浩跳, 丧牛于义, 凶, 相曰, 义吕在上, 其义焚也, 丧牛于义, 终莫之闻也, 处旅莫尚于柔, 经义刚不中正, 而在离籍, 更无父护之者, 如鸟焚其朝义, 先则以处高位乐顾笑, 后则以焚潮无归顾浩跳, 离本有聘牛之德, 乃义人刚傲慢, 不绝丧之, 凶河如灾, 燃潮之坟, 由其已屡在上, 乃是高亢家人, 故意能招之, 其可归咎于命述, 牛之丧, 由其不知内审, 交经自逝, 故或身于所乎, 而终莫之闻, 其可愿由于他人, 训下训上, 训, 小亨, 利有幽望, 利见大人, 善处履者, 无辱而不自得, 不训则无以自容以, 训以亦应入于二阳之下, 应有能而顺乎阳以致用, 故小亨而利有幽望利见大人也, 观心侍者, 增上定学, 以顺于时会以见理, 团约, 重训以生命, 刚训呼忠正而致行, 柔皆顺呼刚, 誓以小亨, 利有幽望, 利见大人, 君子之在履也, 得呼丘明而为天子, 明有能而顺呼君, 君则殷勤正重, 身无命以辅随之, 盖由刚训呼忠正之德, 故其至得行, 故柔皆顺之也, 刚不忠正, 则不足以辅柔, 柔不顺刚, 则亦不得小亨以, 利有幽望, 利见大人, 正所以臣其小亨, 不枉不见, 何以得亨也哉, 项曰, 随风训, 君子以生命行事, 风必相随即至, 乃可以故万物, 君子必生命其命, 笃行其事, 乃可以敢万民, 故曰君子之得风, 初六, 进退, 利五人之真, 项曰, 进退, 至宜也, 利五人之真, 至至也, 初六, 训之主也, 训主于辱, 而阴柔美奂多疑, 故或进而且退, 夫天下事本无可疑, 特其至至宜而, 觉知以五人之真, 则智智而天下事不难置疑, 此所云五人之真, 及团所云有忧往而见大人者也, 九二, 训在床下, 用始乌分弱, 即, 五九, 项曰, 分弱之极, 得中也, 九五阳刚中正, 为训之主, 如坐床上, 则九二训得之臣, 故一在床下矣, 然矣中得出六之顺, 未免有见妾之嫌, 故必用始乌既无所行, 用污以达无成捆, 分弱不敢烧书, 乃得中而即无就也, 九三, 平训, 令, 项曰, 平训之令, 至穷也, 以刚居刚, 非能训者, 勉强学训, 识或识之, 盖至穷则不止于质疑, 以可治而穷则另矣, 六四, 毁王, 填或三品, 项曰, 填或三品, 有工业, 阴柔的阵, 未训之主, 圣乎九五阳刚中正之君, 此修修有荣之大臣, 天下贤才皆乐为用者也, 故如田或三品而有工, 三品者, 出九五军位, 于三阳接受其罗网矣, 九五, 真吉毁王, 无不利, 无出有终, 先跟三日, 后跟三日, 即, 项曰, 九五之吉, 为正中也, 虽有其德, 苟无其味, 则不敢变更, 虽有其味, 苟无其德, 则不能变更, 九五盖得位相乘者也, 顾得其训之真, 而一吉, 一毁王, 一无不利, 然是既变更, 则是无出, 变更得正, 所以有终, 又必叮咛于位更三日之先, 且欲奎度于既更三日之后, 则即也, 盘根已知, 上九, 训在床下, 丧其之福, 真凶, 项曰, 训在床下, 上穷也, 丧其之福, 正乎凶也, 以阳刚居挂上, 举凡九五九二之能训者, 皆在我床下矣, 而我方上穷而不知, 故出六六四之之之福, 皆为二五所用, 而不为我用, 其凶也, 是其正也, 何所逃乎, 佛法是六摇者, 出世世间世禅, 有进有退, 二世空会, 以史乌以通识相, 三世前会, 不能固守, 四世出世间禅, 多诸功德, 五世中道正会, 皆别入园, 顾无出有终, 上世协会, 灭绝功德, 对下对上, 对, 亨, 立真, 入则自得, 自得则说, 自得则仁义得之, 仁得之则仁义说之以, 说安得不亨哉, 然说之不以正, 君子不说, 顾立真焉, 疏云, 无辅明以从己之欲, 往为道以千百姓之欲, 断约, 对, 说也, 刚中而柔外, 说以立真, 是以顺呼天而应呼人, 说以先明, 明望其劳, 说以犯难, 明望其死, 说之大, 明劝以灾, 刚中则无情欲偏移之私, 柔外则无暴力粗浮之气, 此说之至正, 天地同此一得者也, 以此得而先明, 明自忘劳, 以此得而泛难, 明自忘死, 即此事说之大, 明自劝而虚化于善, 非以我劝明也, 项曰, 利则对, 君子以朋友讲习, 则相利则不枯竭, 学友彭则不孤陋, 以文会有, 讲也, 以有夫人, 习也, 讲而不习则往, 习而不讲则待, 讲则有言不悖于无言, 习则无言正气于有言, 又讲则即无言未有言, 习则即有言成无言义, 出旧, 何对, 即, 相曰, 何对之即, 行为一也, 刚正无应, 何而不同, 的对之真者也, 无私故为有疑, 九二, 辅对, 即, 会王, 相曰, 辅对之即, 性智也, 刚中则成内心外, 自性其智, 义足以取性于天下义, 六三, 来对, 凶, 相曰, 来对之凶, 为不当也, 六三为对之主, 何以凶哉, 甘得昆之上摇而为对, 以阳为体, 以因为用者也, 若内无其体, 途欲外习其用以来取悦于人, 则乱亦必以, 君子所以恶夫安者, 九四, 商对为您, 借己有喜, 相曰, 九四之喜, 有庆也, 对不可以不利真也, 三支来对, 何足练习, 乃不忍绝而伤之, 心必为您, 为戒然自断, 肃及物持, 则有喜以, 大臣不为谄媚所获, 天下且受其庆, 不止一生有喜而已, 九五, 服于包, 有力, 项曰, 服于包, 为正荡也, 阳刚中正, 臣内行外之智者也, 故不为可服于君子, 亦可服于包正之小人, 势必改恶从善, 反邪归正, 而又利焉, 盖既有其德, 又有其味, 故化道如此之甚而, 上六, 应对, 相曰, 上六应对, 为光也, 上六意味对主, 然既无其体, 为思以悦引人, 则心事亦暧昧矣, 三欲来似, 上欲引武, 其情太同, 而三不当为故凶, 上游的正故不言凶, 砍下殉上, 缓, 哼, 王甲有妙, 力设大川, 力争, 月儿后散之, 为公其月于天下, 而不独乐其乐, 故亨也, 既能与名同乐, 则尚可以月祖考, 故王甲有妙, 远可以月四宜, 故力设大川, 而月不可以不正也, 故戒之以利争, 断约, 缓, 亨, 刚来而不穷, 柔得为呼外而上同, 王甲有妙, 王乃在中也, 力设大川, 沉暮有公也, 九二刚来而不穷, 六四柔得为呼外而上顺于九五, 此能扩充对卦刚中柔外之德, 而换其月于天下者也, 安得不亨, 又九五居上卦之中, 此王甲有妙以月祖考之相, 陈迅墓而涉砍水, 此远月四宜决定有公之相, 而真在其中以, 相曰, 风行水上, 缓, 先旺已想于地立庙, 风行水上, 不劳力而波涛普遍, 先旺想地已是天, 立庙已是仙, 敬其一念成效, 集足已感通天下, 恩波亦无不便已, 故曰明乎交涉之礼, 帝常之义, 治国其如是诸掌乎, 初六, 用证, 马撞吉, 项曰, 初六之吉, 顺也, 初居砍下, 受四之风而用证, 证则出水而登陆矣, 砍于马为美吉, 经初六顺于九二, 故为马撞而及, 九二, 幻奔其物, 毁王, 项曰, 幻奔其物, 得愿也, 此阵断传所谓刚来而不穷者也, 当幻时而来奔聚于物, 浊然安处中流, 得其自悦悦他之愿, 故毁王, 六三, 幻契公, 无悔, 项曰, 幻契公, 智在外也, 应居砍体之上, 六四上同上九之风而幻之, 举体散作波涛以润于物, 智在外而不在公, 故无悔也, 六四, 幻契群, 缘吉, 幻有秋, 匪夷所思, 项曰, 幻齐群无极, 光大也, 此阵断所谓柔的为呼外而上同者也, 阴柔的阵, 未训之主, 上同九五, 下无应语, 竟幻齐群已和于大公, 此则天下一家, 万物一体, 万物一体, 名虽未患, 而时乃有秋矣, 圣人无极, 摩索不极, 光明正大之道, 其平常思律所能极栽, 九五, 幻汉齐大号, 幻王居, 五九, 项曰, 王居五九, 正未也, 发大号以与明同月, 如汉之发于中而加于四体, 盖四之幻群, 由五位王而居于正位, 四乃的上痛之, 是顾大号如汉换于外, 王居正未常在中, 顾无就也, 上九, 换其血去剃出, 无就, 项曰, 换其血, 愿害也, 写者, 砍之相, 剃者, 愿也, 人有大患, 为其有身, 长情之之, 宝卫己公, 正立官之, 乃浓血剧, 独害本儿, 上九用六四之风, 以患六三之功, 六三可谓忘身为国, 故智在外而无悔, 然非上九为其远害, 则六三何能心利乎, 何六谣言之, 九二如贤良明目, 陈流宣化, 六四如明是大臣, 至公无私, 九五如至世圣王, 与明同乐, 上九如保父司徒, 教明出害, 出因此而出险, 既把苦必逮乐, 故疾, 三因此而忘我, 既远害必心利, 故无悔也, 对下砍上, 结, 亨, 苦结不可真, 水以风而患, 以则而结, 结则不愧不和, 而可以长润, 故亨, 夫过于患必结, 故受之以结, 然过于结则苦, 又其可常守乎, 断约, 结, 亨, 刚柔分而刚得中, 苦结不可真, 其道穷也, 说以形险, 当位以结, 中正以通, 天地结而四十成, 结以制度, 不伤财, 不害民, 得中则不苦, 苦则穷, 穷则不可以储藏, 不苦则说, 说则并可以行险, 为结而当位, 思为中正, 为中正故通而不穷, 天有四十, 亡有制度, 皆所谓中正以通者也, 相曰, 则上有税, 结, 君子以制数度亦得行, 若免留, 若宗庙, 若悦舞, 若皆碧, 若诗归, 若绝路等, 皆有其数以为度, 至使各得其节, 则无过与不及, 而不奢不减, 若建君, 若士卿, 若皆兵, 若居桑等, 皆跟忽得以成行, 亦使各当其节, 则无过与不及, 而可寄可传, 如则节水, 称其大小浅深, 要使不愧不合而已, 出旧, 不出户亭, 无旧, 相曰, 不出户亭, 知通赛也, 节之意义多矣, 或时节, 或财节, 或品节, 或明节, 或俊节, 或福节, 或节制, 或节纹, 或节线, 或节操, 精切以时节言之, 刚正而居下位, 九二赛于其前, 顾顺时而止, 不出户亭, 既知才节, 则品节明节皆善矣, 复矣节至言之, 上映六四, 水击尚浅, 顾一赛使不留也, 九二, 不出门亭, 凶, 相曰, 不出门亭凶, 诗时即也, 若以时节言之, 既在可谓之位, 又有刚中之德, 六三以辟其门, 而乃尚无应语, 顾首小节, 岂非大师, 复以节制言之, 上对九五, 水击渐深, 便宜通之始流, 胡须阻塞以至红犯, 岂非诗时之极, 六三, 不节弱, 则节弱, 五九, 项曰, 不节之节, 又谁就也, 若以时节言之, 应不中正, 居下之上, 又未月主, 故使则自情示意而不知节弱, 后则忧幻见智而徒有节弱, 自取其就, 无可以就谁也, 复以节制言之, 上对上六, 水亦泛滥, 而则口不能节之, 徒有皆弱而已, 将谁就乎, 六四, 安节, 亨, 项曰, 安节之亨, 臣上道也, 若以时节言之, 柔而得正, 居大臣位以臣圣君, 故为安节, 所谓太平宰相也, 复以节制言之, 下应出九, 赛而不留, 任九五上六之波及于五, 而我独享其安, 故亨, 九五, 甘节即, 网友上, 项曰, 甘节之即, 居为中也, 阳刚中正, 居于尊位, 所谓当位以节者也, 无过不及, 故甘而及, 行之无必, 故往友上, 自居为中, 故非施时, 即之久二所能阻碍, 上六, 苦劫真凶, 慧王, 项曰, 苦劫真凶, 其道穷也, 若以时节言之, 纯因而居劫之即, 故守不通, 故其道即穷, 虽正义凶, 彼直为正, 实非正也, 为悔而改之则不穷, 不穷则凶可亡以, 父以节至言之, 水亦留下为其节操, 六三对口上缺, 不能节至, 故上六尽其留下之节而不稍留, 遂至枯节而为苦节, 故曰其道穷也, 对下训上, 中福, 屯于吉, 力设大川, 力真, 四时有节, 故万物信之, 而各或生成, 数度德行有节, 故天下信之, 而成其感应, 福者, 感应器何之位, 忠者, 感应器何之缘也, 由忠而感, 故由忠而应, 如屯于之败风, 比其有安排不至思意策夺也哉, 忠福而能若屯于败风, 则己已, 然欲致此道, 则力设大川, 而又力真, 盖不设川, 不足以敬天下之质变, 不力真, 不足以操天下之质恒, 不设川, 则不能以敬恋心而致用, 不力真, 则不能以礼荣事而立本也, 断曰, 忠福, 柔在内而刚得忠, 说而逊, 福乃化邦也, 屯于吉, 性吉屯于也, 立设大川, 沉目周虚也, 忠福以立真, 乃应呼天也, 何权挂而观之, 二柔在内, 则虚心善顺, 毫无暴力之思, 分上下而观之, 两刚得忠, 则笃实真诚, 毫无情欲之杂, 对悦则感人以和, 逊顺则入人必洽, 故邦不齐化而自化也, 性吉屯于, 油盐性若屯于, 盖人心巧智多而机械熟, 师无心之感应, 不及屯于之败疯者多以, 故必性若屯于, 而后可称中福也, 迅未目, 为周, 浮于则上, 内须而目间, 故能无物不载, 无远不达, 人之柔在内如须周, 刚得中如间目, 思可立万变而无败也, 夫中福及天下之至真, 为立真乃成中福, 此其勉强造作所成, 乃应乎天然之性得耳, 事官聚风将作, 屯于月波, 鱼和心鱼赶风, 风和心鱼印鱼, 盖其机则至虚, 其理则至实已, 无人现在一念心性亦付如是, 不在内, 不在外, 不在中间, 不在过去, 不在现在, 不在未来, 密之勒不可得, 可谓至虚, 天非此无以为父, 得非此无以为在, 日月非此无以为名, 鬼神非此无以为灵, 万物非此无以身欲, 圣贤非此无以为道, 体悟而不可疑, 可谓至实, 夫十方三世之情止本虚, 而心体真实, 绝不可谓之虚, 天地万物之理体本实, 而相同幻梦, 绝不可谓之实是故柔与刚非二物, 内与中非二处也, 知乎此者, 方可明真, 方可舍穿, 方性及吞于而及已, 相约, 则上有风, 忠服, 君子以抑郁缓死, 则感而封印, 风施而则受, 随感随应, 随施随受, 死忠服之至也, 君子之名之为恶也, 盖有出于不得以折焉, 如得其情, 则哀经而勿喜, 故于欲则易之, 公仪为重, 罪仪为轻也, 于死则缓之, 与其杀不孤, 宁施不惊也, 如此, 则杀一人而天下福, 虽死不愿杀者已, 出九, 于疾, 有他不厌, 相曰, 出九余疾, 智未遍也, 君子戒圣忽其所不独, 恐惧忽其所不闻, 皆是向一念为身前下手, 即本体即功夫, 即功夫即本体, 故能顿世不见之而不惠, 而天地未焉, 万物欲焉, 所谓暗然而日章者也, 才起一念, 则明为他, 则致辩而不厌以, 小仁而无忌惮, 行险教, 行处家性, 皆从此一念够出, 可不愚之愚出也哉, 忠服以天地万物为公, 若专应六四, 便明有他, 九二, 明赫在阴, 其子何之, 无有好觉, 无语而迷之, 相曰, 其子何之, 忠心愿也, 刚得忠而拘二阴之下, 此证黯然日章者也, 赫明子和, 感应并出于天然, 其有安排勉强, 故曰忠心愿也, 自无专止, 但取同德相符之人, 六三, 得敌, 或谷或霸, 或气或歌, 相曰, 或谷或霸, 为不当也, 若以挂体何观, 则三与四皆所谓柔在内者也, 经以诸遥各论, 则六三应不中正, 为对之主, 本应上九而比方登天独明, 不来相顾, 静得六四, 敌体同类, 故有失心其所得, 则或谷, 有失愿其所应, 则或霸, 有失摇意上九, 则或气, 有失且于六四, 则或歌, 皆由无得, 不能当未顾也, 六四, 月积望, 马匹王, 五九, 相曰, 马匹王, 绝类上也, 柔而得正, 应得之圣者也, 故如月积望焉, 六三望欲的我未匹, 我必亡其匹, 绝其类, 乃上何于天地万物未公之中福而无就也, 九五, 有福鸾如, 无就, 相曰, 有福鸾如, 为正当也, 阳刚中正, 居于尊位, 得位相称, 天下信之, 鸾如而不可以夺者也, 然亦只尽中福之道而已, 岂有佳哉, 顾诞约五九, 亦由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之之之于, 上九, 汉应登于天, 真凶, 相曰, 汉应登于天, 何可长也, 刚不中正, 居训之上, 挂之中, 自信其好名好高情见, 而不知柔内得中之道者也, 如雄鸡舍其聘而登名于乌, 以为不祥, 旷御登天, 天不可登, 人必以为怪而杀之以, 何可长也, 更下阵上, 小过, 亨, 力真, 可小事, 不可大事, 非鸟仪之音, 不宜上依下, 大吉, 君子之智数度亦得行也, 使其劫如天地四时, 则屯于异性之以, 夫其有过也哉, 自其不能应呼天者, 以有他而不厌, 故过或生焉, 然过从求性而生, 过则小矣, 过生, 而圣贤未知补偏就必, 如行过乎功, 丧过乎哀, 用过乎俭之类, 未免矫枉过正, 此意所谓小过也, 夫求性而成小过, 其过可改也, 故亨, 矫枉而未小过, 其过可取也, 故亨, 然必要于的正而以, 争则小过变成无过, 不争则小过将成大过, 事故当小过时, 但可谓小事以其赴予无过之地, 不可更为大事以至酿成不测之鱼, 譬如飞鸟已过, 以我以阴, 不宜上而以下, 上则阴阳而我不得闻, 下则阴阳而我得闻之, 得闻鸟应, 以欲得闻我过而速改焉, 则负于无过之地, 过小, 而己乃大矣, 断约, 小过, 小者过而亨也, 过以力争, 与实行也, 柔得忠, 事以小事及也, 刚施谓而不忠, 事以不可大事也, 有非鸟之相焉, 非鸟宜之鹰, 不宜上以下大吉, 上逆而下顺也, 小者及小事, 小事有过, 故人不失其亨, 设大者过, 则必利有幽往乃亨以, 唯与实行, 故虽过不失其真, 断旦言真, 传特点出实行二字, 正显时当有过, 则过乃所以未真, 躺不与实行, 虽强欲藏身于无过之地, 亦不明为真也, 且仍有刚柔而得, 认大事则宜用刚, 处小事则宜用柔, 经此挂柔的其中, 得忠则能与实行, 故小事及, 刚施谓而不忠, 不忠则不能与实行, 故不可以大事, 且挂体中二阳阳如鸟之碑, 外各二阴如书二亿, 有似非鸟之相, 鸟若上飞, 则凤逆而阴雅, 鸟若下飞, 则凤顺而阴阳也, 前起心曰, 大过, 大者过也, 约刚过而终, 小过, 小者过也, 约柔得忠, 其所谓过, 皆有余之位, 大臣其大, 如独立顿事等事, 小臣其小, 如过功过哀过俭等事, 初不是过刚过柔, 更不是过忠, 故大过之后, 受之以砍离之忠, 小过之后, 受之以继继位继之忠, 君子以天下与世论, 虚是大过, 以家与生论, 虚是小过, 大过以刚大有余未用, 刚中之能事, 小过以柔小有余未用, 柔中之能事, 刚中又训对二柔之用, 柔中又正更二刚之用, 都不是过忠之过, 又匪专以砍位刚中, 离位柔中, 故随小大而皆亨, 项曰, 山上有雷, 小过, 君子已行过乎功, 丧过乎哀, 用过乎俭, 无草如曰, 公已就傲, 哀已就义, 简已就奢, 就其过义补其不足, 去于平而已, 所谓时中也, 向事曰, 曰行曰丧曰用, 皆见于动, 以向正也, 曰公曰哀曰简, 皆当止之节, 以向更也, 初六, 飞鸟以胸, 向曰, 飞鸟以胸, 不可如何也, 应不中正, 上映九四, 一下而返上者也, 凶绝不可就矣, 六二, 过其足, 欲其比, 不及其君, 欲其臣, 五九, 向曰, 不及其君, 臣不可过也, 舍欲上境, 则必过九四之祖, 欲六五之笔, 然两因不相应, 而六二因柔中正, 居于子体, 故不复上及六五之君, 但欲其九四之臣, 以知九四虽臣, 而时有得, 绝不可过顾也, 二与四同宫而意味, 故有相遇之礼, 太公必咒而遇闻王, 四摇四之, 九三, 伏过房之, 从或枪之, 凶, 向曰, 从或枪之, 凶如何也, 重刚不忠, 而硬上柳, 如鸟身不能为主, 反随意而高飞, 既浮肯过房贤之, 必有从而枪之者以, 其凶何如, 九四, 五九, 伏过欲之, 往立, 必借勿勇, 永真, 向曰, 伏过欲之, 未不当也, 往立必借, 终不可偿也, 九三姓齐刚正, 自以为无救者也, 乃福房而至枪, 九四居位不当, 自知其有救者也, 乃周公许其无救, 何哉, 盖人为自见有不足处, 方能过于省察, 遥顺其有病珠, 文王望到未见, 孔子五十学义, 薄欲寡过未能, 皆此一耳, 四语出应, 顾服过而欲之, 但始初来听命于四, 则四为主而无救, 涉使四王听命于出, 则出反为主, 喜上而不喜下, 出得凶, 而肆意胜利矣, 顾必戒而勿用, 须是勇守其不一上一下之真, 乃可长也, 六五, 密云不语, 自我稀骄, 公义取笔在穴, 项曰, 密云不语, 以上也, 阴柔不正, 下无应语, 虽为天下共主, 高则不下于名, 如云自息交, 虽密不语折焉, 乃是九四之功, 坐收下为群衔, 如一笔在血而不费力, 盖由六五之以上, 唯于不一上一下之真故也, 此如咒不能用太公反时文王取之, 上六, 服御过之, 飞鸟离之, 凶, 是未灾神, 项曰, 服御过之, 四抗也, 下应九三, 而阴居动体挂疾, 方语出六股汗奋飞, 顾服御九三, 而静过之, 一切飞鸟皆稀离之, 以群独上生死与落而后矣, 其凶也, 盖天及之, 顾曰灾神, 其灾也, 十字取之, 顾曰以抗, 节奏亡国, 一景师其不一上一下之真所致而已, 岂有他灾, 设肯行过乎功, 丧过乎哀, 用过乎减, 何以致此, 离下砍上, 记忌, 哼小, 力真, 初级中乱, 君子之余是也, 公以记傲, 哀以记忆, 简以记奢, 凡事事的其中, 则无不计者矣, 无不计故亨, 不为再大, 而亦极小, 盖摩所不亨者也, 然安不妄为, 存不妄亡, 智不妄乱, 乃万古之正理, 是关周不负于龙门, 而负于沟渠, 马不绝于阳长, 而绝于平地, 其未勾取平地返险于龙门阳长灾, 或美生于不测, 换莫甚于无被故也, 故必力真以持之, 不然, 方其初的寄计, 皆以为己, 终必以此治乱, 不可就已, 如水的火迹而可饮可用, 燃射不畏之防弦, 则火炎而水枯, 水绝而火灭, 不反至于两伤乎, 断曰, 记记哼, 小者哼也, 力真, 刚柔震而未当也, 出吉, 柔得中也, 中止则乱, 祈祷穹也, 小者尚亨, 则大者不带言以, 六十四卦, 为此卦刚柔皆当其位, 故真, 六二柔的其中, 为离之主, 以此祭水, 水方成用, 故初吉, 燃射以为祭无不祭, 便可终止, 则必至水绝火灭火炎水枯之乱, 或任其火尽水节, 故曰其道穷也, 项曰, 水在火上, 记记, 君子以私患而预防之, 方其记记, 四位有患, 患必随之, 故君子深思而预防, 集团所谓力争者也, 说统云, 体火上之水以至火而防其矣, 体水下之火以祭水而防其裂, 出旧, 叶齐伦, 如其位, 无旧, 项曰, 叶齐伦, 亦无旧也, 六摇皆私患预防之止也, 记记则出以记忆, 轮游业而若欲行, 伪游如而若欲度, 无事不忘有事, 防之于出, 则不置于中乱, 故意无旧, 六耳, 赋丧其福, 物竹, 七日得, 项曰, 七日得, 以中道也, 九五阳刚中正而居君位, 二以阴柔中正应之, 必有小人欲为离间而窃其福者, 二得中道, 故安然不寻逐之, 为物竹乃七日自得, 逐则失中道而福得已, 物竹二字, 即思患预防之妙, 九三, 高宗法鬼方, 三年克之, 小人勿用, 项曰, 三年克之, 被也, 以众刚居明吉, 高宗法鬼方之项也, 然且三年克之, 困被圣以, 旷刚明未必如高宗者乎, 旷可用小人以穷兵独五阳明贼国乎, 奈何不思患而预防之也, 六四, 须又依如, 中日解, 项曰, 中日解, 有所已也, 美伯曰虚, 必须曰如, 须必转而未如, 可无介乎, 攀雪松云, 四居三之后, 黎明静而砍越方身时也, 再三已称日则之离, 再四何渴望终日之解, 偶易曰, 以及是思幻预防之思, 九五, 东陵杀牛, 不如西陵之月记, 实受祈福, 项曰, 东陵杀牛, 不如西陵之时也, 实受祈福, 吉大来也, 离东坎西, 下挂境黎明之用以至计, 犹如杀牛, 九五以坎中刚正之时得而享受之, 曾不费力, 犹如月记, 盖虽有其德, 苟无其时, 不能至此, 虽有其时, 苟无时得, 亦不能至此也, 而思幻预防之指, 则在已成不以物中见之, 上柳, 如其手, 力, 相曰, 如其手力, 何可久也, 以阴柔居显之极, 在祭之中, 所谓终止则乱, 不能思幻预防者也, 如肚水而如其手, 不亦为乎, 砍下离上, 为祭, 哼, 小胡气祭, 如其为, 无忧力, 既有祭祭, 必有为祭, 以物本不可穷尽故也, 既有为祭, 必当祭祭, 以先知祭祭, 原从为祭而祭故也, 是以有亨道焉, 然为祭而欲求祭, 须老臣, 须绝断, 须首尾一致, 躺如小胡之气祭而如其为, 则磨所利以, 断曰约, 卫记亨, 柔得忠也, 小胡气祭, 卫初忠也, 如其为无忧力, 不蓄忠也, 虽不荡位, 刚柔应也, 六五之柔得忠, 所谓老臣绝断, 而能首尾一致者也 未出忠 言上未出显忠 此时正赖老臣决断之才识 首尾一致之精神 而可不续忠如小糊糊 然虽不荡位 而刚柔相应 则是未继所可以可亨之由 相曰 火在水上 未继 君子已胜便物居方 物之性不可不便 方之宜不可不居 故君子必胜之也 如火性言上 水性润下 此物之不可不便者也 言上而又居于上 不以抗乎 事宜居下已寄水 润下而又居于下 将安抵乎 事宜居上已寄火 此方之不可不居者也 如水能治火 亦能灭火 火能寄水 亦能劫水 又水火皆能养人 亦皆能杀人 以利一切诸物无不皆然 辩知可福祥明 辩知可福祥明 辩知可福祯酌也 初六 如其位 令 相曰 如其位 亦不知己也 因柔居下 无济是财 将终于不济而可修以 启之时事以及 故意为立者灾 九二 夜其轮 征集 相曰 九二征集 终以行正也 刚而不过 依次夜轮而行 得即时之正道者也 尤其在中 故能行正 可见终于正不适二理 六三 为继真凶 立设大川 相曰 为继真凶 为不当也 应不中正 才得剧烈 故往必得凶 然时则将出显矣 若能成周以设大川 不图自视其力 则显可计也 九四 征集毁王 正用法鬼方 三年有赏于大国 相曰 征集毁王 致行也 刚而不过 如日方生 得即时之德之才之位者也 故征集而毁王 予以正其大名之用 法比幽暗鬼方 三年功成 必有赏于大国以 即时本应居所求之志 经得行之 六五 真几无悔 君子之光 有福吉 相曰 君子之光 其辉吉也 柔中理主以居天位 本得其正 本无有悔 此君子之光也 此君子之光也 又须己以福久而 而其辉交映 天下养之 即可之以 上酒 有福于饮酒 有福于其手 有福失事 相曰 饮酒如首 亦不知解也 六五之有福吉 天下以计计以 顾上酒 顾上酒守其辰 而有福于饮酒 乃与名同乐 无酒之道也 然君子之于天下也 安不妄为 存不妄亡 智不妄乱 苟一任想太平乐 而无敬业 涕力之心 如饮酒 而如其手 无幸其必失 今日此乐 亦必不知解雇 解者 如天地之四十 必不可过 亦未知及 出六柔仪太过 顾云亦不知及 上酒刚性太过 顾云亦不知结 知及知结 则未记者得记 以记者可偿宝乙 周亦禅解卷第七 周亦禅解卷第八 北天目道人 偶亦秩序者 细词上传 福西社六十四卦 令人观其象而已 下伤各于卦瑶之下 细词焉已断吉凶 如所谓连山归藏者是也 周之文王 则细词于美卦之下 明知约团 歹呼周公 赴细词于美瑶之下 明知约相 孔子继位 担传向传以示之 经幼统论 福西所以设卦 文周所以细词 其指趣 纲令 体度 凡力 彻呼信修之源 通呼天人之慧 几乎巨细之事 惯呼日用之为 顾名为细词之传 而自分上下焉 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之义里 天地万物所从建立也 卦瑶阴阳之义书 法天地万物而为之者也 义之简能之义学 玩卦瑶阴阳而成之者也 由义里方有天地万物 此义在下闻名之 经先明由天地万物而为义书 由义书而成义学 由义学而弃义理 天尊的悲 乾坤定义 悲高义成 贵贱卫义 动静有长 刚柔断义 方义类聚 物义群分 及凶身矣 在天成像 在地成形 变化剑矣 事故刚柔相模 八卦相当 古之以雷霆 润之以风雨 日月运行 亦含亦数 此先明由天地万物而为亦书也 亦知乾坤 吉相天地 亦知贵贱 吉法高碑 亦知刚柔 吉法动静 亦知吉凶 吉法方物 亦知变化 吉法形象 事故亦知有刚柔相模 八卦相当 而变化无穷 由天地知有雷霆风雨 日月寒暑 而万物皆备 盖无有意文一字是圣人所度赚也 甘道成男 坤道成女 甘知大使 坤作成物 潜以一知 坤以简能 一则一知 简则一从 一知则有轻 一从则有功 有轻则可求 有功则可大 可求则贤人之德 可大则贤人之业 亦见而天下之理得已 天下之理得 而成为乎其中矣 此名由一书而成一学 由一学而弃一理也 万物虽多 不外天地 亦挂虽多 不出乾坤 圣人体肝道而为智慧 智慧如男 体坤道而为禅定 禅定如女 智如今生史条理 定如欲正中条理 智则执心正念真如 故意之而无委屈之相 定则持心常在意缘 故见能而无作错知其 正念真如 故无无隐忽而而意之 持心意缘 故无辱不自得而意从 意之 故了知身佛体同而有亲 意从 故觉能愿使要忠而有功 有亲 不为可大而又可久 集定之会也 得业俱备 以修显性 故得理而成为以 意理本在天地之先 意贯彻于天地万物之始终 今言天下之理者 以既一理而有天地 则此理及浑然在天下也 意以孔子既是为世间圣人 故且就六合内言之 圣人设挂观相 细词焉而名及凶 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事故及凶者 失德之相也 毁令者 忧愚之相也 变化者 进退之相也 刚柔得 昼夜之相也 六摇之动 三极之道也 事故君子所居而安者 亦之序也 所乐而玩者 妖之此也 事故君子居则观其相而玩其词 动则观其辩而玩其战 事以自天佑之 极无不利 为其一理全献呼天地之间 而人莫能之也 故福西社卦以全显之 闻周佑观其相 细辞焉而名及凶 以昭告之 顺理者及 逆理者凶也 夫意理本具刚柔之用 而刚柔各有善恶之能 刚能畅使 而过刚则者 柔能沉顺 而过柔则谜 然刚柔又本户具刚柔之理 故物理者能达其相推而生变化 事故及凶者 及失礼的礼之相也 毁令者 乃忧于未然律于事先之相也 知及凶之相 则必为之进退 而物守其穷 故变化者 明示人以进退之相也 知毁令之方 则必通呼昼夜而善达其用 故刚柔者明示人以昼夜之相也 然则六摇之动 亦为全显三级之道而已 三级之道 及先天一礼 非净非退 而能净能退 非昼非夜 而能昼能夜 天得之以利即于上 得得之以利即于下 人得之以利即于中 故名三级之道 乃及一而三 及三而一之即礼也 夫一礼既在天而天 在地而地 在人而人 是故随所居处 无非一之次序 知须随位而安 至赐所安之位 虽仅六十四卦中之一位 便是全体三级 全体一礼 不须更向外求 而就此一位中 具足无量无边变化 统设三百八十四种谣词 无有不敬 是可乐而晚也 平日善能乐玩 故随动皆与礼合 纵欲便故 神恒不乱 自能救己远凶 此乃自心合于天理 故为礼之所有 起教 行处家信 于数数哉 断者 言忽向者也 咬者 言忽辩者也 吉凶者 言忽其师的也 悔令者 言忽其小私也 无救者 善不过也 事故列贵贱者存忽畏 其小大者存忽挂 辩吉凶者存忽词 忧悔令者存忽解 正无救者存忽悔 事故挂有小大 此有显义 此也者 各指其所知 臣上居则观其相 而言相者莫若团也 动则观其辩 而言辩者莫若遥也 彼团遥所言及凶者 乃是人以施德之志 使人去德而必施也 所言悔令者 乃是人以小私 使物成大师也 所言无救者 乃是人以善补其果 使还归于的也 事故为以列其贵贱 使人居上不交 为下不备也 卦以其其小大 使人善能用因用阳 不被阴阳所用也 此以便其吉凶 使人之吉之可去凶之可避也 此其辨别之端甚为 非观向完战者不能忧之 此其挽回之力虚猛 非观便完战者不能证之 事故挂有小大 此有显意 盖明明指人以所趋之理 所趋之理及及道也 自非全体合理 绝不能有及无凶 亦于天地准 故能米伦天地之道 仰义观于天文 辅义查于地理 事故知幽明之故 原始反中 故知死生之说 精气未误 由魂未辨 事故知鬼神之情状 与天地相似 故不为 知周乎万物 而道计天下 故不过 旁行而不留 乐天之命故不忧 安土敦乎人故能爱 犯为天地之化而不过 屈臣万物而不宜 通乎昼夜之道而知 故神无方而亦无体 夫官向丸辞官便完战者 正以此能指示就近所趋之理故也 以此所以能指示己理者 以圣人作义 本字与天地准 故能米和经伦天地之道也 圣人之作义也 圣人之作义也 仰观天文 辅查地理 知天文地理之可见者 皆是形下之气 其是圣明 而天文地理所以然之故 皆不出于自心一念之望动望境 动静无性 即是形上之道 其理甚幽 此幽名是理 不二而而 二而不而 为生关系查乃之之也 缘其所自使 则六十四始于八 八始于四 四始于二 二始于一 亦何始乎 一记无始 则二乃至六十四皆无始也 无始之始 甲名为生 反其所已终 则六十四始始始始始始八 八终是四 四终是二 二终是一 一终是无 无何终乎 无记无终 则一乃至六十四亿无终也 无终之终 甲名为死 由米此终始死生无性之理 故妄于天地兼揽精气已为物 由魂灵已轮回六道而未变 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也 圣人既如此仰观俯察 乃至鬼神之情状皆被知已 然后作义 所以义则与天地相似 故不为也 一义起知 知乃周乎万物 而道记天下 故不过也一义起行 行乃旁行而不留 乐天之命 故不优业 知行俱足 则安土敦人 广度寒时 故能爱也 是以恒则范为天地之化而不过 屈成万物而不宜 数则通乎昼夜之道而知 恒便数穷 安幼方所 既无方所 宁有体相栽 神指圣人 意志理性 非无体之义力 不足以发无方之神之 非无方之神之 不足以正无体之义力 旁行者 普现色身三昧 现行六道也 不留者 不随六道 或业所迁也 乐天者 横观第一 一天也 执命者 善达十界 缘起也 安土者 三图八南 皆长 寄光也 敦人者 于一切处修大慈大悲三昧也 咒者涅槃 涅者生死 乐之涅槃生死无二至故 三世一照 名为通乎咒夜之道而知 亦阴亦阳之味道 寄知者善也 承知者信也 忍者见之味之人 知者见之味之之 百姓日用而不知 故君子之道先矣 显诸人 藏诸用 古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 圣德大业至已哉 富有之味大业 日新之味圣德 深深之味义 丞相之味前 孝法之味坤 集数之来之味战 通辨之味是 阴阳不测之味神 夫亦虽无体 磨索不体 非离阴阳形体而别有道也 亦阴亦阳 则便是全体大道乙 然非善称礼以起修者 不能既阴阳以立即 而既比成为于忠者 全是本性功能 乃是之重力行者 往往昧其本性 是人者见之味之人也 是之重慧解者 往往不尚修持 是之者见之味之之也 百姓又日用而不自知 故君子全性 其修全修险性 之道先矣 然人者虽但见人 而人何尝不从之以显 知者虽但见之 而用何尝不随人以藏 人体制为而恒显 知用制漏而恒藏 此即亦阴阳之道 法尔古五万物而不与圣人 同优者也 不与圣人同优 且只一之理体而言 其实圣人之优异 不在理体外也 且圣人全体异理 则优异非优异 包含天地万物是理 故为富有 变化不可穷尽 故为日新 夜夜之中据圣德 得得之中据大业 故为深深 凡得业之成乎法相者皆明为前 不止六阳一挂位前 凡效法而成其得业者皆明为坤 不止六阴一挂位坤 即阴阳之术 而之术本无术 从无术中建立诸术 便能之来 即位之战 非似叠失而后未战 即之来者 树必有穷 穷则必变 变则通 通则久 即是学义之事 非似已乱而后置已为而求安之位是 终日在阴阳术中 而能制造阴阳 不被阴阳所测 不被阴阳所测 故为之神 自父有志为神无惧 赞义里之无体 集数三惧 赞圣神之无方也 夫意 广义大乙 以言乎远则不欲 以言乎尔则静而正 以言乎天地之间则被以 夫前 其境也专 其洞也直 誓以大深焉 夫坤 其境也息 其洞也辟 誓以广深焉 广大配天地 变通配四十 阴阳之意配日月 意见之善配至德 上云深深之位义 至本性义里言也 依义里作义书 故义书则同理性之广大义 言远不欲 虽六合之外 可以义里而通之也 耳静而正 曾不离我现前依念心性也 天地之间则被 所谓彻乎远而 该乎是理 统乎凡胜者也 义书不出乾坤 乾坤各有动静 动静无非法界 故得大深广深而配于天地 既有动静 便有变通以配四十 随其动静 便为阴阳以配日月 甘亦昆俭以配至德 是知天人性修禁 观因果无不具在义书中以 此曰 义其至义乎 夫意 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 知崇礼悲 崇孝天 悲法地 天地设位 而义行乎其中以 诚信存存 道义之门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责 而拟诸其形容 向其勿宜 是故畏之相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 而观其会通 以行其典礼 细辞焉以断其吉凶 是故畏之谣 言天下之质责 而不可悟也 言天下之质动 而不可乱也 拟之而厚言 异之而厚动 拟意以成其变化 夫圣人 依异礼而作义书 义书之配 天道人士也如此 故孔子作传至此 不觉身为之探赏约 异其至义乎 夫意 乃圣人 所以崇德而广业也 之则高高山鼎立 故崇 礼则深深海底行 故悲 崇即孝天 悲即法地 盖自天地设位已来 而义礼已行于其中矣 但随顺其本臣之性 而不使一面之祸亡 则道易皆从此出 更非信外有少法可得也 是故意向也者 不过是圣人 见天下之责 而拟其形容 向其物以者而 亦摇也者 不过是圣人 见天下之动 而观其会通 以行其典礼 系辞焉以断其极凶者而 夫天下之物虽智则 总不过阴阳所成 则经虽言天下之智则 而安可恶 若恶其则 则是恶阴阳 恶阴阳 则是恶太极 恶太极 则是恶无自心本具之意理 异理不可恶 太极不可恶 阴阳不可恶 则天下之智则 亦安可恶乎 夫天下之事虽智动 总不出阴阳之动尽所为 则经虽言天下之智动 而何常乱 若为其乱 则是阴阳有乱 太极有乱 无心之异理有乱以 义理不乱 太极不乱 阴阳不乱 则天下之智动 亦何可乱乎 是以君子当智 则智动中 能善用其拟义 拟义以成变化 遂能操智 则智动之权 盖必先有忠福之德 存于义 而后可以同仁 福德济身 虽先或好跳 后必欢笑 旷本无奎格者乎 然欲臣福德 贵在错的之一者 譬如即用白毛 则始无不善 又贵在就尽之不便 譬如劳迁君子 则终无不及 躺劳而不迁 为免为抗龙之会 躺即非白毛 为免有不秘之师 而所谓不出护停者 乃真实圣独功夫 非养为君子 因为小人者 所能窃取也 明赫在阴 其子何之 我又好觉 无语而弥之 子曰 君子居其事 出其言善 则千里之外应之 况其耳者乎 居其事 出其言不善 则千里之外为之 况其耳者乎 言出乎声 家乎名 行发乎耳 见乎愿 言行 君子之书姬 书姬之发 荣辱之主也 言行 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 可不胜乎 同仁先豪跳而后笑 子曰 君子之道 或出或处 或莫或语 二人同心 其力断金 同心之言 其袖如蓝 经虽至间 同心者上能断之 此所谓金刚心也 出六 即用白毛 五九 子曰 苟错诸的 而可已 即之用毛 何旧之幼 甚之之也 夫毛之为物薄 而用可虫也 甚思数也以往 其摩所失以 苟 尘也 尘能从地稳放 即蝉门所谓脚跟稳当者也 白毛洁净而柔软 正是第一寂灭之人 劳千君子有终极 子曰 劳而不乏 有功而不得 后知智也 予以其功下人者也 得严慎 理言功 千业者 智功以存其位者也 圣思数也以往 即使而见忠也 亦应该果海亦 智功以存其位 令忠以全时也 亦果彻因缘亦 抗龙有灰 子曰 贵而无畏 高而无名 贤人在下位而无福 是以动而有慧也 不出户亭无救 子曰 乱之所生也 则言语以为皆 君不密则失臣 臣不密则失身 己是不密则害臣 是以君子圣密而不出也 子曰 作义者 其之道乎 一曰 父切臣 致寇致 父也者 小人之事也 臣也者 君子之气也 小人而臣君子之气 道思夺之以 上漫下报 道思乏之以 漫藏会道 也容会赢 一曰 父且 臣致寇致 道之招也 事者心事 弃者 相貌 佛法 佛法 所谓怀抱于结实 不应这 夹杀者也 招自妙圣 可见 至魔之 由皆 由主人 天一的 二 天三 第四 天五的 六 天七 第八 天九 的十 天数 五 德数 五 五位相得而各有何 天数二十有五 德数三十 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 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此名何图之数 即天地之数 即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者也 太极无极 只因无始不绝望动强明为一 一级属天 对动弥静 静即是二 二级属地 二与一为三 三人属天 二与二为四 四人属地 四与一为五 五人属天 四与二为六 六人属地 六与一为七 七人属天 六与二为八 八人属地 八与一为九 九人属天 八与二为十 十人属地 十则数中 而不可附加 故何图只有十数 然此十数总不出于天地 除天地外别无有数 除数之外亦别无天地可见以 总而寄之 天数凡五 所谓一三五七九也 得数一五 所谓二四六八十也 一得五而成六 六岁与一和而居下 二得五而成七 七岁与二和而居上 三得五而成八 八岁与三和而居左 四得五而成九 九岁与四和而居右 寄言六七八九 必各得五而成 则五便在其中 寄言一二三四 则便积而成十 十岁与五和而居中 积而数之 天数一三五七九 共乘二十有五 得数二四六八十 共乘三十 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 而变化皆以此成 鬼神皆以此心意 有阴阳乃有变化 有变化乃有鬼神 变化者 谁或目净凸 生成万物也 鬼神者 能生所生 能成所成 各有精灵已为之主宰也 变化即一正幻象 鬼神 集气是尖主 集众生是尖主而 大眼之数五十 其用四十有九 分而为二以向两 挂一以向三 叠之以四以向四十 归其余力以向润 五岁在润 故在力而后挂 眼 成也 大眼 未成此天五 地五之数 而眼至于万有 一千五百二十也 和图中天地之数 共计五十有五 经以天五 地五 原非两五 是其定数 以对于十 以是中数 一得之以为六 二得之以为七 三得之以为八 四得之为九 复合一二三四以乘于十 故出中公五数 以表数即非数 而为取于五十以为大眼之数 以表从体其用 即叠失十 又于五十数中 存其一而不用 以表用中之体 意表无用之用 与本体太及时非有二 服从体其用 即不变随缘一也 用中之体 即随缘不变一也 将此四十九策 随手分而为二 安于左右 向无心之动静 即成天地两仪 四以左手取左侧之之 而以右手取右侧之一 卦于左手之大指尖 向人的天地合一之道 而为三才 四四以叠之 向天地见四十心心不习 四归其所其之策 立于左手无名指尖 以向每年必有润日 又以右手取右侧之之 而以左手四四叠之 归其所其之策 立于左手中指之间 是名在立 以向五岁必有两个润月 是位在润 以上分而 挂一 叠四 归其共四迎而为一变 取其所挂所立之策 致之 然后再取左右叠过之策 而重合之 重负分而 挂一 叠四 归其 故云在立而后挂也 是为二变 又取所挂所立之策 致之 然后更取左右叠过之策 而重合之 重负分而 挂一 叠四 归其 是为三变 致比三变所挂所立之策 但取所叠之策 数之 四九三十六则为零 四八三十二则为 四七二十八则为一 四六二十四则为X 于是陈瑶 零为杨洞 动则变阴 为阴静 亦为阳静 静皆不变 X为阴动 动则变阳 顾下闻云 四迎成义 三变成窑 十八变成六窑 则为挂也 四诗草之术 即叠诗之法 乃全是表里 全数表法 是百姓以语之语能之事 正所谓神道社教 化度无将者以 为之大臣 不亦一呼 若不以为新时观荣之 屈我西闻周孔四大圣人多以 甘之策 二百一十有六 坤之策 百四十有四 凡三百有六十 荡期之日 二篇之策 万有一千五百二十 当万物之数也 九七皆前 而谣言其变 故战时用九不用七 一谣三十六策 则甘挂六摇 共计二百一十六策也 八六皆坤 而战时用六不用八 一摇二十四策 则坤挂六摇 共计一百四十四策也 合成三百六十策 可当其岁之日 然一岁约立春 至第二年春 则三百六十五日有期 约十二月 则三百五十四日 而今云三百六十 是取其中 亦取大概言之 不必居居也 又和上下二篇六十四卦之策 而总计之 杨摇百九十二 共六千九百一十二策 阴摇百九十二 共四千六百八策 故可当万物之术 夫其岁之日 万物之术 总为大眼之术所表 大眼不离何图 何图不离无人一念妄动 则时劫万物 又岂离无人一念妄动 所患现哉 是故四银而成义 时有八变而成卦 一变必从四银而成 以表一念一法之中 必有身注意灭四项 三变成谣 以表谣谣各具三才之道 六谣以表三才各有阴阳 十八变以表三才各各互具 而无差别 八卦而小成 三谣以可表三才 九变以可表互具 故名小成 隐而生之 触类而长之 天下之能是必已 八可为六十四 不过隐而生之也 三百八十四摇 以定天下之吉凶 是在触类而长之也 至于触类而长 则一一挂 一一摇 皆可断天下事 而才成辅相之能 是无不敬以 显道神得行 事故可与仇作 可与又神以 子曰 知变化之道者 其知神之所为乎 有一必有二 有二必有四 有四必有八 有八必有六十四 有六十四必有三百八十四 然三百八十四摇 知识六十四卦 六十四卦 知识八卦 八卦知识四项 四项知识两一 两一知识太极 太极本不可得 太极不可得 则三百八十四皆不可得 故极数可以显道也 阴可变阳 阳可变阴 亦可变阴 亦可谓多 多可唯一 故体此极数之道者 可以神其得行也 既极数而悟道 悟道而神明其得 则世间至则自动 皆可愁作 而鬼神所不能畏之事 圣人亦能幼之以 先天而天福为 此之畏也 人但知蝶是未变化之数而 若知变化之道 则无方之神 无体之义 皆现于灵之计 诏中以 故树传至词 特字加子曰二字 以显资皆永叹之思 而史记自称太史公曰 乃本于词 亦有圣人之道四焉 以言则上其词 以动则上其辩 以志气则上其相 以补士则上其斩 前文云 君子观相完词 观便完战 经言此四即 亦所有圣人之道也 夫完词则能言 观便则能动 观相则可以致气 完战则可以补士绝疑 言也 动也 致气也 补士也 圣人修身致人之事 其有外于此四者哉 是以君子将有谓也 将有行也 问焉而以言 其寿命也如相 无有远近忧生 遂之来悟 非天下之至今 其疏能语于此 君子 学圣人者也 学圣人者必学义 善学义者 举凡有谓有行 必完词而完战 果能完词完战 则亦之至今 遂为我之至今已 参无以便 错综其数 通其便 遂成天地之文 及其数 遂定天下之相 非天下之至便 其疏能语于此 参者 彼此参合之位 武者 行武定列之位也 虽彼此参合 而不坏行武之定列 虽行武定列 而不坏彼此之参合 顾名参无以便 顾名参无以便 由彼此参合 则其数相措 由行武定列 则其数可踪 顾云错踪其数 举凡何图录落书之成像 谍师求卦之法事 无不皆然 非准偏承其数 非准偏执一种也 阴阳各有动静 故臣天地之文 六十四卦各具六十四卦 固定天下之相 臣能观相以通便 观便以极数 则亦之之便 遂为我知智便已 亦 无私也 无畏也 既然不动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非天下之智神 其属能予于此 夫亦虽至今智便 其有思虑作为于其兼哉 为其既然不动 所以感而遂通 臣能于观相玩此观便完战之中 而弃何其无私无畏之妙 则亦之智神 遂为我知智神已 夫亦 圣人之所以即生而言及也 为神也 故能通天下之智 为己也 故能成天下之物 为神也 故不及而肃 不行而至 子曰亦有圣人之道四焉者 此之为也 由此观之 则亦之为书 乃圣人所以即生而言及者也 苟及其身 则至今者在我 而能通天下之智 苟言其己 则至便者在我 而能成天下之物 苟从即生言及处物其无私无畏 既然不二之体 则至神者在我 故能不及而肃不行而至已 为圣人之道不全即全于一书中可乎 今有独一而不知圣人之道者 何亦舍唇浓而未遭破也 此曰 夫意 何谓者也 夫意 开悟成物 冒天下之道 如私而以这也 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智 以定天下之夜 以断天下之疑 是故失之得缘而神 挂之得方以之 六窑之意义一共 圣人以此喜心 退藏于密 及凶与名同患 神以之来 知以藏网 其熟能予于此灾 古之聪明睿之 神无而不杀者夫 此欲名义书之妙 而先是义礼之大也 夫所谓义 果何亦灾 盖世开一切物 成一切物 包尽天下之道者也 是故圣人依亦礼而成一书 以通天下之智 使人及悟而悟礼 以定天下之夜 使人素位而悟本 以断天下之疑 使人不弃其而缴 行处加信 是故失之德 及其变化而不可测也 挂之德 有其定理而不可媚也 遥之义 尽其变通而未尝隐也 夫施缘而神 挂方已知 遥义以共皆所谓 既然不动感而遂通者也 圣人及以此喜心退藏于密 所谓自明成位之教 能尽其信 则能尽人之信 顾及凶与民同患 神已知来 知已藏网 不似问于师归而后知及凶也 此为谷之聪明锐之 断祸而无或可断者 刀能语于此而 是以明于天之道 而察于明之故 是新神物 以前明用 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得夫 夫神已知来 知已藏网 则又赫似师归之神物 而后断明知及凶灾 但圣人能知 众人不能 不及师归以事 则明不信也 是以明于戒物显离 乃天之道 应战决疑 乃明知习 故戒此师归以开明用之前 而圣人亦是现斋戒 然后补试者 正欲以此被神明其得也 是故和护卫之坤 辟护卫之前 亦和一辟为之辩 往来不穷为之通 见乃为之相 行乃为之气 至而用之为之法 利用出入 明贤用之为之神 是故意有太极 是生两仪 两仪生四相 四相生八卦 八卦定吉凶 吉凶生大也 事故法相莫大呼天地 辩通莫大呼四十 现象这名 莫大呼日月 崇高莫大呼富贵 被物致用 历臣器已为天下利 莫大呼圣人 探则所影 勾身致远 以定天下之吉凶 成天下之伟伟者 莫大呼师归 事故天生神物 圣人则之 天地变化 圣人孝之 天垂相 见吉凶 圣人相之 何出图 落出书 圣人则之 亦有四相 所以是也 细词焉 所以告也 定之以吉凶 所以断也 一曰 自天佑之 吉无不利 子曰 佑者 助也 天之所助者顺也 人之所助者性也 屡性似乎顺 佑以上贤也 是以自天佑之 吉无不利也 是故得记神明 方知义里魔所不在 且如何护即位之坤 辟护即位之前 亦和一辟即是便 往来不穷即是通 见即是相 行即是弃 随所致用即是法 随其名用出入即是神 则乾坤乃至神明 何尝不及在日用动静兼灾 凡此皆亦理之故然 而一书所应作也 是故意者 无助之理也 从无助本 立一切法 所以亦即为一切是理本源 有太极之一焉 既云太极 则绝非凝然 依法 必有动静相对之机 而两仪伸焉 既曰两仪 则动非偏动 得间动静 静非偏静 亦间动静 而四相伸焉 既曰四相 则相相各有两仪之全体全用 而八卦伸焉 既曰八卦 则备有动静 阴阳刚柔善恶之志 而己凶定焉 既有己凶 则才成辅相之道方位有用 而大业伸焉 毅理本字如此 一书所以亦然也 是故事间是事物物 皆法相也 皆辩通也 乃至皆深皆远 皆则皆隐也 而法相之大者莫若天地 便通之大者莫若四十 现象者明之大者莫若日月 崇高之大者莫若天位之富贵 被物质用力天下者莫若天德之圣人 探则所影 勾身至远 定即凶 令人之躯 成为为 使人尽得业者 莫若失归之神物 事故天生神物 圣人即从而择之 天地变化 圣人即从而笑之 天垂相 献及凶 圣人即从而拟相之 何出图 落出书 圣人即法而为八卦九仇 然则亦知有四项 所以是人动静进退之道也 亦有细词 所以招告以人和天之学也 亦有吉凶定判 所以名断合理之当位 而被理之不可谓也 故大有上九之词曰 自天佑之 即无不利 无身之其故也 夫天无私情 所住者不过顺理而已 仁义无私好 所住者不过信自心本具之意理而已 臣能真操实履 信自心本具之意理 私顺乎上天所住 则便真能崇尚圣贤之书以 安得不为天所有 而既无不利哉 子曰 书不敬言 言不敬意 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 子曰 圣人立相以敬意 设挂以敬情为 细词焉以敬其言 辩而通之以敬力 古之武之以敬神 乾坤其意之运也 乾坤成烈 而易立乎其中以 乾坤辉 则无以见义 义不可见 则乾坤或几乎习以 是故行而上者未知道 行而下者未知气 化而财之未知辩 推而行之未知通 举而错知天下之名 未知事也 是故夫相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道 圣人有以见天的之责 而拟诸其形容 向其勿移 是故未知相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 而观其会通 以行其典礼 细词焉以断其吉凶 是故未知谣 及天下之责者存呼挂 古天下之动者存呼辞 化而财之存呼辩 推而行之存呼通 神而明之 存呼其人 莫而成之 不言而信 存呼德行 上文发明一礼一书 即圣人作亦无人学亦之指 亦迹相矣 然苟非其人 苟无其德 则随与生解 亦何以生之亦 礼义书之妙至乎 故更舍未问答 而解归其人 其德行也 夫书何能敬言 言亦何能敬意 然则圣人之亦 其中不可见乎 聚之圣亦不敬于言 而亦未尝不欲于言 圣言不敬于书 而亦未尝不悲于书 且如亦书之中 亦记立相以敬意 圣意虽多 而动静二基足以该之 故乾坤二相即可以敬圣人之义也 又妇涉挂以敬情为 动静虽只有二 而其中变态 或情或微 不依而足 故六十四卦乃能敬万物之情为也 又妇系辞焉以敬其言 盖举天下事物依一言之 则劳而难辩 经戒六十四卦而系以辞 则简而可周也 虽六十四卦已足收天下事物之大权 而不知是事物物中又各互聚一切事物也 故辩而通知 每挂皆可为六十四 而天下之力思敬意 虽有三百八十四摇动静尘设 若不于终善用谷武 使无人随处的见义里 则亦不足以敬神 而圣人又处处指点以尽神义 虽复处处指点 然收笔三百八十四摇大纲 总不出乾坤二法 故乾坤及义之运藏也 夫本因义里而有乾坤 既有乾坤 义及利乎其中 社会此乾坤二法 则义里义不可见 社不见义里本体 则乾坤一何而有 不己至于习灭灾 此神言意外无乾坤 乾坤之外亦无异也 盖义及无人不思义之心体 甘吉照 坤吉记 甘吉慧 坤吉定 甘吉观 坤吉止 若非止观定慧 不见心体 若不见心体 安有止观定慧 是故吉行而非行者 向上依着吉味之道 无行而成行者 向下施舍吉味之气 道可成气 气可表道 吉味之变 从道垂气 从气入道 吉味之通 自记悟道与弃之以如 以此化天下之名 吉味之事业以 是故夫相也者 不过是圣人见天下之责 而你诸其形容 向其物以者也 夫摇也者 不过是圣人见天下之动 而观其会通 以行其典礼 系辞焉以断其 及凶者也 是以卦可及天下之责 此可古天下之动 便可净化财之功 通可及推行之妙 此中非疏之所能尽言 亦非言之所能尽一也 神而明之 必存乎其人 而墨而成之 不言而信 又必存乎德行而 德行者 体乾坤之道而修定会 由定会而彻见自心之意里 这也 周一禅解卷第八 周一禅解卷第九 北天目道人偶异秩序者 细词下传 八卦陈列 像在其中矣 婴而重之 摇在其中矣 刚柔相推 便在其中矣 细词焉而命之 动在其中矣 及凶悔令者 身呼动者也 刚柔者 立本者也 辩通者 驱使者也 及凶者 真圣者也 天地之道 真观者也 日月之道 真明者也 天下之动 真夫意者也 夫前 确然是人意义 夫坤 颠然是人简义 遥曳者 孝此者也 相也者 相此者也 遥相动乎内 及凶见乎外 公业见乎辩 圣人之情见乎辞 天地之大德约身 圣人之大宝约位 何以守卫约人 何以拒人约财 理财 理财词尽 尽名为非约以 此职名圣人作义 包天地万物之礼 而为内圣外王之学也 盖自八卦陈列 而天地万物之相 已皆在其中以 因而众之 而天地万物之交易 皆在其中以 刚柔必互聚刚柔 而天地事物之便又皆在其中以 细辞焉而命之 而无人会敌从逆之洞又皆在其中以 夫及凶悔令 皆由一念之洞而生者也 一念之洞 必有刚柔以利其本 一刚一柔 必有辩通以趋于实 得其辩通之正者则胜 不得辩通之正者则负 顾及之与凶 唯以真圣者也 此意中世人以圣贤学问 全体皆法天地事理 非有一毫勉强 事顾天地之道 一见一顺 各有淫虚消长之不同 皆以辩通之正世人者也 日月之道 一昼一夜 亦有中则淫缺之不定 皆以辩通之正未明者也 天下之洞 万别千差 由未至责 实不可乱 乃归及于辩通之一正者也 夫干之辩现于六十四卦 虽有一百九十二谣 无不却然是人以异异 夫鲲之辩现于六十四卦 虽意一百九十二谣 无不颓然是人以简异 此意简之理 正所谓千变万化而真夫意者也 谣及孝此意简 相及相此意简 苟无心之遥相移动呼内 则事物之吉凶吉现呼外 吉可辩凶 凶可辩吉 得此善辩之方 乃见财成辅相公业 而圣人所以叫人之真情 则全见呼挂摇之词 所应生完戏观者也 是故生生之畏义 而天地之大德 不过此无尽之身理而 圣人体天立即 其所以既名无强者则在位而 何以守卫 则必全体天地之德 纯一不以之人而 人则悟我一体 数必加之以赴 故曰才 父必加之以教 故曰义 此内圣外王之学 义取法于天地事物者也 古者包西事之王天下也 养则观相于天 辅则观法于地 观鸟兽之文 与得之仪 尽取诸身 远取诸物 于事使作八卦 以通神明之德 以类万物之情 本法天地生物以作八卦 既作八卦 遂能通神明之德于一念 类万物之情于一生 作结神而未往 安人邪陷陷古 以殿以鱼 盖取诸离 驱鸟兽于蛇于山泽 使名的驾色者 乃生明物各一力其所者也 故取诸离 包西是梅 神农是作 着目为四 揉目为雷 雷诺之力 以教天下 盖取诸义 与鸟之害祭除 天愁之力方起 日中为世 至天下之名 聚天下之祸 交易而退 各得其所 盖取诸是科 农是祭备 商骨随心 神农是梅 皇帝遥顺是作 通其辩 使名不倦 神而化之 使名夷之 义穷则辩 辩则通 通则久 是以自天佑之极无不利 皇帝遥顺锤一上而天下智 盖取诸乾坤 通辨神话 全体乾坤之德 所谓自强不息后得载悟者也 枯木为周 善木为吉 周吉之力 以迹不通 至远以利天下 盖取诸换 扶牛成马 隐重至远 以利天下 盖取诸随 众门吉托 以呆报客 盖取诸欲 坤如众门 正如吉托 报客 温灵郭市 以为出智之客 圣通 盖使动者得随地而安也 断木为储 掘木为救 救处之力 万名以计 盖取诸小过 贤木为狐 善木为使 狐使之力 以为天下 盖取诸魁 由上鸣固下跃 所谓若大汉之妄语者是也 上骨血居而也处 后世圣人意之以公事 上洞下雨 以呆风雨 盖取诸大壮 正木之下 别有天烟 公事之相也 骨之藏者 后一之以心 藏之中也 不疯不恕 丧其无数 后世圣人意之以观果 盖取诸大过 以逊木入于择穴之中 上古结神而至 后世圣人意之以书气 百官已至 万名以察 盖取诸觉 以书气带语言 遂令之与天同久 世故义者 相也 相也者 相也 团者 财也 遥也者 孝天下之动者也 世故及凶身而悔令者也 由此观之 所谓义者 不过世人已相而 而相也者 则是事物之客销者也 所谓 团者 则是事物之财之也 所谓 咬者 则是孝天下之动者也 世故的有及凶悔令之身者也 夫动则必有及凶悔令之身者 君子可不思索已胜其动乎 阳挂多阴 阴挂多阳 其故何也 阳挂其 阴挂欧 其得行何也 阳一君而二名 君子之道也 阴二君而一名 小人之道也 欲胜其动 当便君明之分于身心 孟子所谓 从其大体位大人 从其小体位小人也 关于阳挂多阴 阴挂多阳 可以误以 其者 天君独饼干刚之位 偶者 意念家带情欲之位 阳义为君 而两阴之二位明以从之 所谓至一则动气 故事君子之道 因二位君 而两阳之一反位明以从之 所谓弃一则动之 故事小人之道 一曰 冲冲往来 蓬从而思 子曰 天下和思和律 天下同归而殊途 一智而百律 天下和思和律 日往则月来 月往则日来 日月向推而明深焉 寒往则蜀来 蜀往则寒来 寒蜀推而碎成焉 往这屈也 来者信也 屈信香感而立深焉 耻祸之躯 以求信也 龙蛇之辙 以存身也 经易入神 以致用也 利用安身 以重得也 过此以往 为之祸之也 穷神之化 得之圣也 复心之观则思 而不知思本无可思也 能思无思之妙 则无思无律而殊途同归 能达无思之思 则虽一致而具足百律 思而无思 所谓退藏于密 屈之至也 无思而思 所谓感而遂通 信之至也 屈乃所以未信 信乃所以未屈 官师所谓往复无忌动静一元 照公所谓其入离其出为 皆此理而 法界离为之道 其思一之可及 故曰为之祸之 苟正此思及无思无思而思之妙 则可以穷神之化矣 殊途同归 一致百律 皆所谓一君二名之道也 一曰 困于时 聚于吉利 入于其宫 不见其妻 凶 子曰 非所困而困焉 明必辱 非所聚而聚焉 身必为 既辱且为 死其将至 其其可得见焉 妄记心外有法 而欲求其故 所谓困于时也 不知万法违心 不知万法违心 而只有差别 所谓聚于吉利也 无惠故名辱 无定故身为 丧法身惠命 故死其将至 永无法洗 不见其妻 此二君一名之道也 一曰 公用涉损于高雍之上 获之 无不利 子曰 损者 情也 公使者 弃也 涉之者 人也 君子藏气于身 呆时而动 何不利之有 动而不阔 事已出而有祸 与臣气而动者也 情欲祸 气欲界定 人欲智慧 解之上流 独得其正 而居正体 如人有慧 故能以界定断祸也 宗门云 一吐横身当古道 苍蝇才见便深情 亦是此意 子曰 小人不耻不仁 不畏不义 不见力不劝 不畏不成 小臣而大戒 此小人之福也 一曰 俱孝灭止无久 此之谓也 善不羁 不足以成名 恶不羁 不足以灭身 小人以小善为无异而服畏也 以小恶为无伤而服去也 故恶饥而不可言 罪大而不可解 一曰何笑灭而凶 夫界定之气必欲其成 账界账定之恶必移及去 勿轻小罪以为无央 臣之于小则无久 酿之于中则必凶 修心者所依实实自省自改也 子曰 为者 安其为者也 亡者 保其存者也 乱者 有其智者也 是故君子安而不妄为 存而不妄亡 智而不妄乱 是以身安而家国可保也 一曰 其王其王 戏于包丧 自有因过而谨悟已尽得者 自有无过而脱代已退道者 故君子虽未必有过 由宜干干涕力 如否之久无可也 安其卫尽 安其卫是得 保其存是之 有其致是力 自曰 得宝而为尊 知小而谋大 利小而认重 先不及已 一曰 顶者足 赴公诉 其行我 凶 言不胜其任也 欲居尊位 莫若陪德 欲做大谋 莫若拓之 欲认重事 莫若冲力 得势法身 知势般若 力势解脱 三者缺一 绝不可以自立立他 子曰 知记其神乎 君子上交不产 下交不读 其知几乎 己者动之为 己知先见者也 君子见己而坐不似中日 一曰 戒于时 不中日 珍疾 戒如时焉 明用终日 断可时矣 君子之为之章 知柔之刚 万夫之妄 此所谓得后而为自尊者也 使法界不出一心 明知为己 知此妙己 则上何时方诸佛本妙决心 与佛如来同一辞力 故上交不产 下何时方六道一切众生 与诸众生同一悲养 故下交不读 称性所其始觉 必能合乎本诀 必能合乎本诀 故未及之先见 此曰 严世之子 其代数几乎 有不善未尝不知 知之未尝复行也 一曰 不远复 无指挥 缘疾 此所谓之大而谋自远者也 欲证之机之神 须修不远之父 天地应运 万物化纯 男女构精 万物化身 一曰 三人行 则损一人 一人行 则得其有 言至义也 此所谓力大而任可从者也 既有不远之父 须有至义之功 难会女定 不使偏枯 乃可以成万得已 此曰 君子安其身而后动 亦其心而后语 定其交而后求 君子修辞三者故权也 唯一动 责名不语也 据一语 责名不应也 无交而求 责名不语也 莫之语 责商之者致以 一曰 莫义之 或疾之 立心误痕 凶 为人可以安身 为之可以义语 为力可以定交 人是断德 知是智德 立是立他恩德 有此三者 不求义而自义 经为以动则得薄 巨义语则知晓 无交而求则利晓 不义商乎 此曰 乾坤其义之门耶 乾 阳物也 坤 阴物也 阴阳和德 而刚柔有体 以体天地之转 以通神明之德 其称明也 杂而不悦 于姬其类 其衰事之意耶 夫意 张网而查来 而为显产忧 开而当明辩悟 正言断词 则备以 其称明也小 其曲类也大 其指缘 其词文 其言屈而终 其誓四而隐 因二以记明行 以明师得之报 有义礼即有乾坤 有乾坤即通义礼 如臣必有门 门必通臣 盖竿是阳物 在天曰阳 在地曰刚 在人曰之 昆是阴物 在天曰阴 在地曰柔 在人曰人 而阴不屠阴 阴必聚阳 阳不屠阳 阳必聚阴 故阴阳何德 而刚柔有体 即天道而为地道 即地道而为人道 即人道而体天地之传 通神明之德 亦礼既然 亦书亦耳 所以六十四卦之名 杂而不悦 杂 为大小善恶邪阵 及凶之不同 不悦 为总不外于阴阳 而物之德 然始上古之事 有善无恶 有正无邪 则此书亦可无作 今为以衰世 既有善恶邪阵之书 欲及此善恶邪阵 人归于非善非恶之至善 非邪非正之至正 所以方作义耳 是以义之为书 能章网因 能查来果 能以显示会归为理 能使幽机产成名相 故以此开示天下万事 名无不当 物无不便 言无不正 此无不断也 仪挂志有一名故小 一名巨函众亦故大 包境内圣外王之学 故止远 此不凡而亦以达故闻 言偏而亦无不缘 故屈而终 是定而凡情难测 故似而隐 应觉已以明师得之报 遂令明知痴痴 亦可避失而屈的也 亦之心也 其余中古乎 作义者 其佑幽幻乎 言其有余明痛患之身心也 事故履 得之积也 谦 得之锐也 复 得之本也 恒 得之故也 顺 得之修也 亦 亦 得之欲也 困 得之遍也 静 得之地也 迅 得之智也 心辞而立见 顾未得基 内智而外顺 顾未得丙 天君为主 顾世得本 动而深入 顾得可顾 譬如未山 顾未得修 顾武正座 顾未得欲 鸡而能流 顾未得便 入而能出 顾未得地 辨入一切 顾未得之 灵素未而行之未屡 运高于悲之未迁 未人有乙之未腹 动而有偿之未恒 去恶尽尽之未损 积善圆满之未意 利尽恋心之未困 有缘不穷之未谨 无辱不得之未训 其实六十四卦 无非与民同患 内圣外王之学 且就九卦指点者 以其由未明显故也 履合而至 千尊而光 富小而便于物 横杂而不厌 损先难而后益 异常欲而不舍 困穷而通 仅居其所而迁 顺称而隐 何及对此 智及前见 尊及山高 光及昆顺 小及一阳而为众应之主 入于群洞 顾杂而不厌 顾杂而不厌 辟如卫山 方复一窥 顾先难而后益 古武振作 则自然常欲 穷及士之直水 通及砍之流水 游及故流 有所谓隐居求至而行义达到也 颈不动而则急于物 迅能辨入一切事理深奥之欲 顾称而隐 律以何行 迁以智力 负以自知 横以义德 顺以缘害 义以心力 困以寡愿 谨以辩义 迅以行权 此证明久挂之用如此 以此而为内圣外王之学 所以能归非善非恶之至善 非邪非正之至正 而圣人与明痛患之线 所亦尽漏于此意 灵案此久挂 意即是已于九法 筑成不思义官之指 盖意即不思义尽之于官也 作义者有于明痛患之心 更涉九法以皆三根 屡是真正发菩提心 上求下话 千是善巧安心止官 地中有山 止中有官也 腹是破法辩 一阳动于无音之下也 横是时通塞 能动能入也 损是道品掉事 能除祸也 意是对质注开 尘是理二善也 困是之刺畏 如水有流止 不可执性费修也 谨是能安忍 为不动而润物也 训是离法爱 为深入于正性也 意知为书也不可远 为道也屡谦 变动不拘 周流六须 上下无常 刚柔相逸 不可谓点耀 唯便所示 其出入已度 外内使之巨 又名于忧患于故 无又失保 如灵父母 出律其词 而魁其方 既有点长 苟非其人 道不虚行 一书虽具成天地事物之理 而其时切尽于日用之间 故不未远 虽尽在日用之间 而初无死法 故未道屡谦 随无人一味一世中 具有始法界之变化 故变动不拘 周流六须 借借互惧 法法互荣 故上下无常 刚柔相逸 所以法法不容执着 而为便所示 为其一界出身十界 十界去入一界 虽至辨而各有其度 故身民外内之机 使之敬业于一面之为 又名是忧患之道 即所以当忧当患之故 能令独世书者 虽无师宝 而如灵父母 可谓爱之身教之至矣 是以善独义者 初但寻其挂窑之词 而深度其所示之法 虽云不可谓点药 使有一定不义之点长也 然狗非其人 安能独义及物义礼 全以义礼而为功行 实践自立立他之妙行哉 一之为书也 原始要中 以为之也 六窑相杂 为其食物也 其出难之 其上一之 本末也 出此拟之 促成之中 若复杂物赚得 便是与非 则非其中遥不备 一 亦要存亡及凶 则居可知已 知者观其断词 则思过半矣 二与四同功而意味 其善不同 二多欲 四多聚 敬也 柔之为道 不利远者 其要无久 其用柔中也 三与五同功而意味 三多凶 五多功 贵贱之等也 其柔为 其刚甚邪 夫离却始终之之 则无实物 离却始误 亦无始终 故学义者 须得其大体 尽其曲折 乃可谓居观向洞观便也 然虽发心 必尽二不别 而出则难之 上则亦之 以二心中先心难顾 即发心以 终当刻果 亦本一味法如事故 事已出此拟之 促以此而成终 故未学者又不可图事出心以也 若福便设于万事万物之杂图 而转成其德行 即身便修行之是非 则非其中之四遥不备 夫事物虽有万书 是非虽似分柔 其真难便也哉 一 亦要归于操存舍王敌及密凶之理 则所以自居者断可知已 知这关于团 此 提纲窃令已定大局 则虽实物相杂 而是非可辨 思过半矣 何谓是之与非 且如二与四同是应也 而欲聚不同 则远近之分也 三与五同是养也 而胸功不同 则贵见之分也 柔宜近不宜远 四之未进君 故虽多聚 而其要无久 二之未远君 但用柔中 故多欲也 刚一贵不一见 五之未贵 尚未必须刚得乃克圣也 此约时未如此 若约修正者 知会已高远 行屡一切时稳当 故知内圣外王之学 皆于一挂六摇中 被知 一知为书也 广大西北 有天道焉 有人道焉 有地道焉 兼三才而两只 故六 六这非他也 三才之道也 道有变动 故曰摇 摇有等故曰物 物相杂 故曰文 文不当故及凶身焉 上明指与实物 且曰人道言之 而十三才之道 无不被焉 且如三化便是三才 而三才绝非偏枯 单独之理 当之一一才中 还具两才是理 故相之以六化 而六者非他 乃表一一化中 又各还具三才之道 不但出二为帝 三四为人 五上为天而已 是故三才各有变动 之道明之曰摇 摇有初中中间之等 故明曰物 物又互相夹杂 不依故明曰文 文有当与不当 故及凶从此而生 而所以趋及避凶才 臣辅相于天地者 则其全独归于 学义之君子 以义之心也 其当因之末世 周之圣得邪 当闻王宇宙之世邪 事故其辞为 为者使平 义者使清 其道甚大 百物不费 具义忠实 其要无久 此之为义之道也 此证明学义之君子 于末世中而成圣德 自祭晚兄未及 又能忠心意道 以昭示于天下万事也 夫前 天下之志见也 得行恒意以之险 夫坤 天下之志顺也 得行恒俭以之足 能说诸心 能言诸侯之律 定天下之吉凶 成天下之伟伟者 世故变化云味 吉世有详 向世之气 战世之来 天地设位 圣人成能 神谋鬼谋 百姓于能 八卦以相告 摇摇 摇摆以情言 刚柔杂居 而吉凶可见以 变动以利言 吉凶以情谦 事故爱物相攻而吉凶身 远近相取而悔令身 情味相感而利害身 凡义之情 静而不相得 则凶 祸害之 悔切令 将叛者其慈禅 忠心仪者其慈之 吉人之慈寡 造人之慈多 乌善之人其慈由 施其守者其慈躯 夫意道虽甚大 而乾坤足以敬之 甘义而知显 坤俭而知足 为其知显 故显义成义 否则义变成显义 为其知足 故祖义成俭 否则俭义成足以 物此俭义贤足之礼于心 故曰 知此挽回贤足以成俭义之 不可草率 故其律言 既悦其礼 又言其律 则之行合一 全体乾坤之德 遂可以定及凶臣伟伟也 是故世间之变化云味 举凡及事无不有详 圣人于此 即向事而可以知弃 即战事而可以知来矣 由此观之 天地一设其位 一礼即已昭著于中 圣人不过即此已成能耳 然其一礼甚深奥 亦甚平常 以言其深奥 则神谋 则神谋鬼谋 忠不能测 以言其平常 则百姓何尝不与能灾 夫百姓何以于能 即比八卦未尝不以相告 即比摇炭未尝不以情言 即比刚柔杂居 而即凶未尝不可见也 是故意卦之变动 不过以百姓之利言也 亦辞之吉凶 不过以百姓之情令其千善也 是故百姓之爱物相公而吉凶身 远近相取而悔令身 情为相感而利害身 此百姓之情 即义中挂摇之情也 凡义之情 进而相得则吉 不相得则凶 祸害之 悔切令矣 而此相得不相得之情 能至吉凶悔令者 其他人强与之灾 事官将盼者其慈残 乃至失其守者其辞区 可见一切吉凶或福 无不出于自心 心外更无别法 此意理所以虽至忧生 时不出于百姓日用事物之间 故意可与能也 说挂传 习者圣人之作一也 忧赞于神明而生师 参天两地而以树 官便于阴阳而立挂 发挥于刚柔而生遥 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 穷理尽性以致于命 夫应师有数 应树立挂 应挂有遥 此人所共之也 借此以和顺道德 穷理尽性 此人所未必之也 且失之身也 时由圣人幽赞于神明而生之 树之以也 时参两于天地 挂之力也 时官便于阴阳 摇之身也 时发挥于刚柔 此由人所不知也 为其失从圣人幽赞生 乃至瑶从发挥刚柔身 顾及此刻以和顺道德 使尽修之意条理有章 既得尽修之意 则理可穷 性可敬 而天命自我利以 作义之只顾不生于 习者圣人之作义也 将以顺性命之理 是以利天之道 约阴与阳 利地之道 约柔与刚 利人之道 约仁与义 兼三才而两枝 故意六化而成挂 分阴分阳 谍用柔刚 故意六位而成章 天地定位 山则通气 雷锋相薄 谁或不相舍 八卦相错 数网者顺 知来者逆 事故意 逆数也 无人自无始以来 迷性命而顺生死 所以从一生而 从二生死 乃至万有之不同 经圣人作义 将以逆生死流 而顺性命之理 是以己彼自心望线之天 立其道约阴与阳 可见天不偏于阳 还具意之权力 所谓随缘不便也 即彼自心望线之地 立其道约柔与刚 可见地不偏于柔 义具意之权力 义随缘不便也 即彼自心望纪之人 立其道约人与义 人则痛地 亦则同天 可见人非天地所生 亦具意之权力 而随缘长不便也 天具的人之两 得具天人之两 人具天地之两 顾义书中以六话成挂 而表示之 于阴阳中又分阴阳 于柔刚中互用柔刚 顾义书中以六位成章 而昭显之也 何为六位成章 为天地已定其位 则凡阳皆属天 凡阴皆属地已 燃山则为始不通气 雷锋为始不相薄 谁或相反 而又为始相设也 是以八卦相错 而世间文章成以 即此八卦相错之文章 若从其从一生而 从二生四 从四生八之往事者 则是顺身死流 若知其八只是四 四只是二 二只是一 一本无一之来世者 则是逆生死流 逆生死流 则是顺性命理 是故作一之本意 其妙在逆树也 为其正至前 甘为依阳 即表凡本还原之相而 雷以动之 风以散之 雨以润之 日以宣之 更以止之 对以说之 前以君之 坤以藏之 先以定动犹如雷 后以会拔犹如风 法性之水如雨 智慧之照如日 妙三昧为更止 妙总持为对月 果上智德位前军 果上断德位昆藏 帝出乎阵 齐乎逊 相见乎离 智义乎坤 说言乎对 战乎前 劳乎坎 成言乎梗 帝者 无人一念之天君也 不奋不起 不匪不发 故出乎阵 即发出生死心 虚入法门以其其三页 三页即其 须以智慧之明见一切法 既有智慧 须加功行 智行两倍 则得法喜乐 又可说法度人 说法则降魔未战 战胜 则赏赐填宅 乃至解记诸以劳之 既得受记 则成道而登涅槃山以 万物出乎阵 阵 东方夜 其乎逊 逊 东南夜 其夜者 言万物之节其夜 离夜者 明夜 万物皆相见 南方之卦夜 圣人难面而听天下 想明而至 盖去诸此夜 坤夜者 的夜 万物皆至养烟 顾约至义乎坤 对 正秋夜 万物之所说夜 顾约说言乎对 战乎钱 钱 西北之卦夜 严阴阳相宝夜 砍着 睡夜 正北方之卦夜 劳卦夜 万物之所归夜 顾约劳乎坎 耿 东北之卦夜 万物之所成中而所成时夜 顾约成言乎耿 万物皆出乎阵 旷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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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尘佛作祖 独不出乎正邪 万物皆其乎训 而三叶可服其邪 万物皆相见乎离 而智慧可服明邪 万物皆养于坤 而公行可服屡 而公行可服屡见十地邪 万物皆说乎对 而可无法喜以自愈 可无法应以令他喜悦邪 阴阳相宝 及表摩佛幽分 万物所归 正是老赏有功之意 自祭成中 则能成物之始 自觉觉他之谓也 约观心者 一念发心谓地 一切诸心心所随之 乃至三千性相 百戒千如 无不随现前一念之心 而出入也 神也者 妙万物而谓言者也 动万物者莫及呼雷 挠万物者莫及呼风 造万物者莫染呼火 说万物者莫说呼则 润万物者莫润呼水 中万物使万物者莫胜呼更 故水火相待 雷风不相悲 山则通气 然后能变化 继承万物也 夫神不及万物 亦不离万物 故曰妙万物也 一念菩提心 能动无边生死大海 正之相也 三观破或无不便 训之相也 会或干枯或夜苦水 离之相也 法喜便才自利利他 对之相也 法性理水润则一切 砍之相也 首轮炎三昧 首轮炎三昧究竟坚固 更知相也 凡此皆乾坤之妙用也 即八卦而非八卦 故曰神也 前 见也 坤 顺也 正 动也 讯 入也 砍 献也 离 立也 梢 至也 对 说也 见则可以提道 顺则可以治道 动则可以驱道 入则可以造道 献则可以养道 立则可以不为乎道 指则可以安道 说则可以行道 此八卦之得也 甘为马 坤为牛 正为龙 逊为鸡 坎为史 梨为智 更为狗 对为羊 读此方之蠢动 寒灵皆有佛性 虽一物各相一卦 而卦卦各有太极权得 则马牛等亦各有太极权得以 前卫手 坤为父 正为足 逊为骨 坎为尔 黎为母 更为首 对为口 若曰我一声言之 则八体各相一卦 然卦卦有太极权得 则体体一个有太极权得以 又体体各有太极权得 则亦各有八卦权能也 又马牛等各有首父及语口等 则马牛等各具八卦权能有可知也 前 天也 故称呼父 坤 得也 故称呼母 正义所而得难 故为之长难 迅义所而得女 故为之长女 坎在所而得难 故为之中难 离在所而得女 故为之中女 更三所而得难 故为之少难 对三所而得女 故为之少女 指此众物个体之八卦 即是天地男女之八卦 可见小中限大 大中限小 法法平等 法法护聚 真华言世世无碍法界也 佛法侍者 方便为父 制度为母 三观皆能破一切法为长男 三指皆能习一切法为长女 三观皆能统一切法为中男 三指皆能统一切法为中女 三观皆能达一切法为少男 三指皆能停一切法为少女 甘为天 为环 为君 为父 为玉 为金 为寒 为兵 为大赤 为两马 为老马 为吉马 为伯马 为穆果 坤为帝 为母 为母 为父 为吝啬 为君 为子母牛 为大鱼 为文 为重 为饼 其余的也为黑 正为雷 为龙 为玄黄 为夫 文 为大徒 为长子 为绝造 为苍浪竹 为环卫 其余马也为善名 为铸足 为坐足 为德桑 其余架也为反身 其咎为剑 为帆仙 训为母 为风 为长女 为神职 为公 为白 为长 为高 为进退 为不果 为臭 其余人也为寡法 为广丧 为多白眼 为尽力 是三倍 其咎为造卦 砍为睡 为勾毒 为影符 为绞柔 为功伦 其余人也为佳忧 为心病 为耳痛 为血挂 为赤 其余马也为美极 为疾心 为下手 为薄蹄 为夜 其余余也为多神 为通 为月 为道 其余墓也为肩多心 离为火 为日 为殿 为中女 为甲卫 为歌兵 其余人也为大富 为牵挂 为憋 为血 为淫女家虫 为棒 为龟 其余墓也为磕上稿 更为山 为进路 为小时 为门阙 为果落 为婚寺 为子 为狗 为书 为前惠之书 其余墓也为肩多结 对卫泽 为少女 为巫 为口舌 为悔辙 为父爵 其余的也 为刚鲁 为妾 为阳 四广八卦一章 由剑一礼之铺天扎地 不剑精粗 不分贵剑 不论有情无情 禅门所谓清清脆竹 总是真如 玉玉黄花 无非般若 又云墙壁瓦力皆是如来清净法身 又云 成佛作祖 由带污名 带脚披毛 推居尚位 皆是此意 前云干剑也 昆顺也 乃至对说也 而此剑等八德则能聚造实戒 且如剑之善者 则为天位君 其不善者 则为极为伯 顺之善者 则为地位母 其不善者 则为令位黑 下之六卦无不皆然 可见不变之理常自随缘 习相远也 然及伯等人是见得 令黑等乃是顺得 可见随缘之习理缘不变 性相敬也 若以不变之体 随随缘之用 则是间但有天环乃至木果等可指成而 安得别有所谓前 顾大佛顶经云摩世见者 若以随缘之用 归不变之体 则为是一干见之得而 其更有天环乃至木果之差别哉 顾大佛顶经云无非见者 与此会得 方知孔子道迈 除言子一人之外 断断无有能会悟者 故在探约经也则亡 临此中具有依正因果善恶无计烦恼业苦等一切诸法 而文章错综变化 史后事如者无处可讨现所 真大圣人手笔 非子下所能错一字也 欧阳府如乃一非圣人所作 陋义陋义 序挂传 有天地 然后万物生焉 迎天地之间者为万物 故受之以囤 囤者 迎也 囤者 物之始生也 物生必蒙 故受之以蒙 蒙者 蒙也 物之何心好息也 物何心好息不可不养也 故受之以虚 虚者 饮食之道也 饮食必有颂 故受之以颂 颂必有重启 故受之以施 施者 重也 重必有所比 故受之以比 笔者 笔也 笔也 笔必有所处 故受之以小处 物处然后有理 故受之以吕 吕而太然后安 故受之以太 太者 通也 物不可以中通 故受之以否 物不可以中否 故受之以同人 与人同者 物必归焉 故受之以大有 有大者不可以赢 故受之以谦 有大而能谦必欲 故受之以欲 欲必有随 故受之以随 以喜随人者必有事 故受之以故 故者 事也 有事而后可大 故受之以灵 灵者 大也 物大然后可观 故受之以观 可观而后有所合 故受之以事科 科者 何也 物不可以苟何而已 故受之以奔 奔者 事也 至事然后哼 则静矣 故受之以包 顾受之以包 包者 包也 物不可以中敬 包穷上反下 故受之以父 父则不妄已 故受之以无妄 有无妄然后可处 故受之以大处 物处然后可养 故受之以疑 疑者 养也 不养则不可动 不养则不可动 故受之以大过 物不可以中过 故受之以砍 砍者 现也 现必有所立 故受之以离 离者 立也 有天地 然后有万物 有万物 然后有男女 有男女 然后有夫妇 有夫妇 然后有父子 有父子 然后有君臣 有君臣 然后有上下 有上下 然后礼义 有所措 夫妇之道 不可以不久也 故受之以恒 恒者 久也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 顾受之以盾 顿者 退也 物不可以中盾 顾受之以大壮 物不可以中壮 顾受之以静 静者 静也 静必有所伤 顾受之以名夷 夷者 伤也 伤于外者 必反其家 顾受之以家人 家道穷必乖 顾受之以魁 顾受之以魁 魁者 乖也 乖必有难 顾受之以简 简者 难也 物不可以中难 顾受之以解 解者 缓也 缓必有所失 顾受之以损 损而不以弊役 顾受之以异 亦而不以弊役 顾受之以绝 绝者 绝也 绝必有所欲 顾受之以够 够者 欲也 物相欲而后聚 顾受之以翠 翠者 聚也 聚而上者为之身 顾受之以身 身而不以弊役 顾受之以困 困乎上者必反下 顾受之以紧 紧到不可不革 顾受之以革 革物者莫若顶 顾受之以顶 主弃者莫若长子 顾受之以震 震者 动也 物不可以中动 指之 顾受之以革 革者 只也 物不可以中指 顾受之以剑 剑者 静也 静必有所归 顾受之以归魅 得其所归者必大 顾受之以礼 礼者 大也 穷大者必失其居 顾受之以屡 屡而摩索容 顾受之以训 训者 入也 入而后说之 顾受之以对 对者 说也 说而后散之 顾受之以患 患者 离也 物不可以中离 顾受之以劫 劫而性之 顾受之以中服 有其性 则必行之 顾受之以小过 有过物 则必计 顾受之以计计 物不可穷也 顾受之以味 计中焉 序挂一船 一可做世间流转 一可做功夫还灭门 一可做法界缘起门 一可做涉化立身门 再如则内圣外王之学 再世则自立立他之绝也 杂挂船 刚柔和德 优乐相关 与求互换 见杂相寻 岂至甚衰之变态 乃至穷通消长之地臣 是法佛法无不皆然 自制至人其道贤而 而挫杂说之 以尽上文九亿中未尽之指 令人学此意者 磕着烹着 无不在意里中也 彼端真有化功之妙 非大圣不能有此 甘刚坤柔 彼岳诗忧 灵观之意 或语或求 屯剑而不失其居 蒙杂而者 灵友能灵所灵 以挂言之 阳灵阴也 以摇言之 上灵下也 官有官是官瞻 二阳官是四阴 则阳未能是 阴未所是也 四阴官瞻二阳 则阴未能瞻 阳未所瞻也 见侯而立居真 故见而不失其居 包蒙儿子客家 故杂儿者 正 其也 梗 之也 损意 甚衰之时也 大处 实也 无望 灾也 损下意上未衰之时 损上意下未胜之时 实无实法 而包容万事万物 故大处须约实言 所谓多时前沿往行 以处其得 三大阿森 只劫修行者事也 自是无望 则变成灾 所谓为圣网念作狂 又富道各如如 早已变了 翠聚而生不来也 千轻而欲待也 劳千反的清安 欲越反尘懈怠 修得者所应之 世科 实也 奔无色也 有剑格而可实 无彩色为真奔 故为静不足聚 文采不足炫也 对剑而驯服也 欲说法者 还需入定 欲达到者 先需求智 随 无故也 谷 则斥也 随不宜无事生事 谷不防随坏随修 包 烂也 腹 反也 静 书邪现一 也 明宜 诸也 烂则必反 书邪现一 则必诛 或西服所成 福西或所成 学义者所应官向丸词 官便完战者也 谨通而困相遇也 谨不动而常通 困虽穷而相遇 此事人以自守之要道也 闲 素也 狠 酒也 素即感而遂通 酒即既然不动 思未定会之道 幻 离也 结 智也 解 幻也 减 难也 魁 外也 家人 内也 否态 反其类也 有离必有止 有幻必有难 有外必有内 有态必有否 有否必有态 内相反而必相成 学义者不可不知 大壮则止 顿则退也 壮即已止 顿即已退 皆思患预防之学 大有 重也 同仁 清也 格 去顾也 顶 取心也 众必相亲 相亲必隔壁而日心其得 小过 过也 中福 信也 有过不妨相归 相归乃可相信 风多顾也 清挂吕也 风必多顾 吕必寡清 宿为而行 存乎其人 离上而砍下也 至火高照万法 定水深沉信海 小处 寡也 律 不处也 但亦闻得 则其道寡 虽便定分 与时便通 而无定局 须 不敬也 怂 不清也 大过 颠也 狗 欲也 柔欲刚也 简 女归呆男行也 疑 养阵也 寂寂 定也 闺媚 女之忠也 未寂 男之穷也 不敬乃可敬 不轻乃可轻 大不可过 所以借淫 柔能胜刚 所以成欲 定必须会 故女呆男 养正则急 故须观仪 以定者不必言 但当谋其未定者而 中则有始 穷则思通 凡此 皆言外之指向中之意也 绝 绝也 刚绝柔也 君子道长 小人道幽也 上云甘刚坤柔 则刚柔 乃二卦之德 岂可以刚绝柔 使天下有肝无鲲 岂可忽哉 且立天之道约阴与阳 则天意未尝无阴也 立地之道约柔与刚 则的意未尝无刚也 经所谓刚绝柔者 但令以君子之刚 而绝小人之柔 则小人可化为君子 而君子道长 设时以小人之刚 而绝君子之柔 则君子被害 而小人亦无以自立 必忠至于优矣 所以性善性恶拒不可断 而修善须满 修恶须尽也 问 何谓君子之刚 答 智慧是也 何谓君子之柔 答 慈悲是也 何谓小人之刚 答 填满邪剑是也 何谓小人之柔 答 贪欲吃一事也 一 读此一章 由之宣圣时成灵山秘主 先来此处度生者已 不然 何其为言傲止 生何于亦成若此也 思之配之 亦解拔 亦闹岁患游温灵 节冬月台 有郭世子来问异役 岁具笔述稿 先臣戏词等五传 四臣上京 而下京姐未即半 偶印紫云法华之请 宣至高阁 屈指护月三载半矣 京春应留都请 兵祖时辰 辽旧寄生安度下 日常无事 为二三子商 揪大臣指观法门 赋予于利念事一学 使尽前稿 节节 从明至无 得不过三千余里 从新寺冬至今下 时不过一千二百余日 乃世事幻梦 盖不斥万别千差 交易耶 便易耶 至于利尽万别千差世事 时得巨义 而不义者依然如故 无事已知日月积天而不立 将何静注而不留 照公非其我也 得其不义者 以应其致义 观其致义者 以厌其不义 常与无常 二鸟双游 无安之文王之与有理 周公之辈流言 孔子之习基于周流 而为边三位之诀 不同感于私之耶 与愧无三圣之德之学 而妾类三圣 与名同患之时 故格彼儿复位之拔 时已有润六月二十九日也 北天目道人 古无偶义秩序书 周一禅解卷第九 周一禅解卷第十 北天目道人偶义秩序者 和图说 细词传阅 天一的二 天三第四 天五的六 天七第八 天九的十 天数五 得数五 五位相得而各有何 天数二十有五 得数三十 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 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此何图之 数也 解献细词上传中 此先天之数 除中五天地身数以为太极本位 用于五十位蝶师之策也 五位相得者 一得五而为六 二得五而为七 三得五而为八 四得五而为九 中得一二三四而为十也 各有何者 一和六 二和七 三和八 四和九 五和十也 一与九为十 二与八为十 三与七为十 四与六为十 一二三四为十 共乘五十 而中之五点 每点寒十 故以中五味本树也 然虽先天之数 一寒后天八卦之用 且如一六深水 故坎居镇北 二七深火 故离居镇南 三八深目 故镇居镇东 四九深金 故对居镇西 五十深土 故土人居中 干继位于西北者 阳位阳树之间也 坤继位于西南者 阴树阴位之境也 阴阳护节而为山 故更居东北 阴阳护骨而为丰 故逊居东南 凌约出世法者 一是地狱之恶 六是天道之善 为善恶一对 二是畜生之祸 七是生闻之解 为解祸一对 三是恶鬼之罪苦 八是知佛之福田 为罪福一对 四是修罗之田慧 九是菩萨之慈悲 为填此一对 五是人道之杂 十是佛界之唇 为唇杂一对 又约十度修得者 一是不失 六是般若 此二位福慧之主 如得生成万物 故居下 二是持解 七是方便 此二位教化之手 如天朴父万物 故居上 三是忍辱 八是大愿 此能出生一切善法 故居左 四是精进 九是实力 此能成就一切善法 故居右 五是禅定 十是种智 此能统御一切诸法 故居中 实则借借互拒 度度互舍 盖世间之术 以意为始 以时未忠 华言以时表无尽 当之始终不出一心 一成一杀那也 洛书说 大愈因洛书而做九愁 经以一三五七九居四方 及中央正位 以二四六八居四为偏位 又隐其时 正表扬得为正 而应得辅之 在人 则为之吉人守之学 智巧胜利之相也 左右前后纵横斜 直视之 皆的十五之数 以表位为法法之中 皆具天地之全体满数 非分天地以为诸数也 物物一太极于此可见 约出世法 则九界皆及佛界 故不别立佛界之时 又九波罗密皆及种智 故不别立种智之时 盖凡数法若至于时 便是大义数故 数于此中 及于此时故 福西八卦四序说 细词传阅 亦有太极 四身两仪 两仪身四相 四相身八卦 太极非动非净 双照动静 故必具乎阴阳 阳亦太极 阴亦太极 故皆非动非净 双照动静 还具阴阳而成四相 四相亦皆及视太极 所以皆亦非动非净 双照动静 还具阴阳而成八卦 然则八卦指示四相 四相指示阴阳 阴阳指示太极 太极本无始法 顾能立一切法 顾能立一切法 而若从一生二 从二生四 从四生八 从八生六十四等 是未顺数 若从六十四素质八 八素质四 四素质二 二素质一 一亿本无始法 是未逆数 顺数则是流转门 逆数则是海灭门 流转从阴阳二化出 海灭从阴阳二化入 故约乾坤其一之门 圣人作义 要人即流转而悟海灭 超脱生死转回 故约一逆数也 福西八卦方位说 先天八卦 约体言之 甘南表天 昆北表地 黎东表日 坎西表月 镇居东北 洞之初夜 对居东南 海之象也 迅居西南 入之初夜 更居西北 山之象也 须迷在此方是之 则居西北 日月星辰至西北 皆为须迷妖所言 故旺季天缺西北也 福西六十四卦次序说 随年亦阴亦阳 必还聚亦阴亦阳 故六众之而成六十四卦 其实卦卦无非太极全体 故得为四千九十六卦也 福西六十四卦方位说 约一天下 亦以此卦图而分布之 约一审一府一宪 亦各以此卦图而分布之 近约一宅 亦以此卦图而分布之 亦以此卦图而分布之 大不爱小 小不爱大 大亦指是六十四卦 小亦全聚六十四卦 亦时亦刻亦有此六十四卦 更古更经亦指此六十四卦 若向此处悟得 便入华言世世无爱法界 故里长者借此以名华藏世界 不然 其令福建在南 则有甘无鲲 燕都在北 则有鲲无钱 天竺在西 但未坎地 支那在东 为是离方也耶 文王八卦次序说 男即父 女即母 幼父指示男 母指示女 昆体的甘为三男 有慧之定 即止而观也 正为观穿意 更为观达意 侃为不观观意 甘体的昆为三女 有定之慧 即观而止也 逊为止息意 对位停止意 离位不止止意 震动更近 砍能动能近 甘非偏于动也 训动对境 离能动能近 昆非偏于近也 又震动而出 训动而入 更近而高 对境而深 砍肩动静 而从上之下 上中不穷 离间动静 而从下之上 下中不静 信之依依皆法界也 文王八卦方位说 说卦传曰 帝出乎正 其乎逊 相见乎离 至义乎坤 说言乎对 战乎前 劳乎砍 陈言乎更 又曰 正 东方也 乃至更 东北之卦也 此需约 关心功夫解释 聚在说卦传解中 后天八卦 约用而 眼里表火腾 故望于南 砍表水降 故望于北 交发力尖 失位聚海 甘位周滩 故砍虽居北 而水轮寒十方解 昆耕之土 亦便四围 火势列水 抽味草木 故有正训 目望于春 故正居东方 训义属木 又能生火 奇象未封 故居东南 得信间者明知为京 京望于秋 故居西方 甘义属京 又表须迷世四宝 所成 在此的知悉北也 又图说有八 或语就同 或语就义 只贵摇通如是心药而已 观者数之偶义进食 校客一禅计事 瑞 刀士大师五年 每见酒精一学之事 一文大师粘译 无不倾服 遂发心目子全集 折以一禅居首 大师解义寄毙 方出图说 故并赋予莫卷 或有问曰 自养本意 图说在前 为圣人作义精为之指 全在语言文字之先 惊呼的道志耶 大师答曰 圣人物无言而是有言 学者应有言而物无言 所以古有作图又书之说 何道之有 且文字语图皆彪阅指而 不肯观阅 而真指之前后 不亦或呼 问者莫然 资应孝客 并识此语 愿我同志阅思编者 乐之 文字语图无非无人心性注脚 不作有言会 不作无言会 数不付法恩义 门弟子通瑞百败禁书 周一禅解卷第十 周一禅解十卷连圈 记字十一万五千四百十八个 又加客挂相供十八个 由怨款支付客资养二百六十元四角 民国四年下六月 精灵课金处十 文字幕志iqu翻译者 同志 福祉手 julgan实在 中文字幕志iqu翻译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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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